奥秘、蒸汽与魔法的故事 发生在一个叫做Arcanum的世界中 从这个世界的名字就能看出 它是从Arcanum,也就是奥树所衍生出的 这或许意味着整个世界的源头是光辉灿烂的魔法文明 事实也是如此 奥秘这个世界曾经沐浴在诸神的祝福之下 并成为了各个的种族无数的生命繁衍生息的乐园 随着时间的流逝 诸神的传说虽然仍在继续 但神的力量却逐渐地从世界之中消失 许多人猜测他们是否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 前往了下一个神所眷顾之地 奥秘大陆的每一个种族的历史都可谓远远流长 远古的历史已不可考或者被人遗忘 或是被人故意地隐藏了起来 对于不相信神创学说的人来说 他们对考证种族的历史总是有浓厚的兴趣 著名的历史学家约翰·贝多斯教授的论著 关于奥秘大陆的种族 就是一部在史学界充满了争议 但却已经被大部分人所逐渐接受的经典 在这本书中 这位教授详细讲述了自己对各个种族的考古研究以及推测 这本书其实也是一种对奇幻世界的解构 在本书看来 奇幻世界的种族 它的来源是进化 也就是通过自然选择所实现的 并非神创 它还提供了大量来自解剖学 以及生物化学的论据 以证明自己的观点 它的学说一时之间掀起了轩然大波 不过随着科技的深入人心 唯物论开始逐渐被更多的人所接受 因而约翰·贝多斯最终得以将书籍出版 其实这本书就是玩家手上游戏说明书的一部分 是的 当时很多的游戏说明书读起来就是这么有趣 当然 即便是约翰 也无法解释许多神学家可以轻易解释的命题 神学中许多无从解释的功力 往往是唯物着毕生的追求 约翰的分类学 还是目前大家广为接受的权威 它将所有的思想性物种分成了三类 小型种族 中型种族 和大型种族 大陆上的小型种族包含矮人 诸如和半生人 矮人的历史能追溯到两百万年以前 可能是整个大陆上最为古老的种族之一 它们拥有非常强健的体魄 它们信奉石头和具象的哲学 它们结合形成不同的部族 主要分布在石墙山脉的附近 大约七十万年前 矮人族衍生出了诸如 相比矮人对族群的执念 诸如的立身之本则是家庭 它更小 但更加的团结一致 虽然这种抱团确实为家庭带来了更多的利益 但也将每一个人的命运 都绑在了家庭的战车之上 一旦有家庭成员被侮辱 其他的成员将发誓一眼还眼 以牙还牙 相信玩家在游戏的过程中对此会有更深的感触 在塔伦特图书馆的馆藏 奥秘大陆的原始神奇之中 记录了诸如们崇拜金子之神科林的事 科林需要钱币 因此诸如们就把大把大把的金钱送到了他的祭坛上 诸如相信 向科林献祭能获得更多的礼身之地 除此以外还有半生人 他们只有85厘米左右的身高 大部分的习性与矮人和诸如相似 尽管在大陆上并不多见 也和他们的近亲有文化上的不同 对半生人来说 品味是件非常重要的事 因此他们中更多的也被大陆上的魔法做影响 这几乎背离了矮人的礼身之本 我们能在大陆上看到许多半生人法师 但矮人法师却是非常罕见的 总结一下 对于小型种族来说 矮人几乎不参与社会生活 享受着纯粹的力量和理性在山中血居 诸如则更多的融入了其他种族的社会 成为了商人 工业革命后也有大量的诸如从政 而半生人中则出现了许多钻研魔法和艺术的人 之后我们来看大型种族 奥秘大陆的大型种族只有两种 食人魔和半食人魔 约翰从大约90万年前的话诗中分析得出 食人魔是超自然选择的结果 所谓超自然选择 是指自然选择受到了一种 强大的魔法风暴力量影响的一个强力版本 如果我们用现代人的思考方式去解释的话 可能会相对简单一些 大概类似于自然进化中受到了辐射之类超越当时理性生物能解释的力量所影响之后 产生的突变 约翰推测当时可能存在一个极强的魔法机构 比任何时代都更加强大 又实现超自然选择的能力 因此它将90万年前称为魔法时代 奥秘大陆上大量的新物种都在这个魔法机构的强大魔力风暴之中诞生了 例如蜥蜴人、飞龙、巨龙等物种最早的化石也大多来自这个时代 而超自然风暴在大概4000年之后有所减弱 在它的漩涡之中最后诞生了两个种族 也就是精灵和巨人 巨人并不是理性生物 但他们的确存在过 在游戏中我们甚至有机会探究净水镇巨人的名案 巨人也在缓慢地发生着改变,其中的一部分慢慢体型变小,智慧增加 最终在5万年前形成了现在人们广泛认知的石人魔物种 虽然他们有一定的智慧,但往往不能很快地融入社会 因而也无法使用法律进行约束,只能通过暴力去驯服 不过后来对奥秘大陆影响更多的则是半石人魔种族 他们的体型进一步缩小到300厘米左右 而智慧却有很大的提升,足以融入社会 根据约翰的技术,半石人魔一般都是男性石人魔对人类或精灵的女性进行强暴之后的产物 但如今的社会中,他们的广泛存在显得非常不正常 这件事也是游戏中一个重要支线的伏笔 这里我们留个悬念 半石人魔在后工业革命的奥秘社会中很容易找到工作 因为他们具有基本的智慧,强大的体质和绝佳的忠诚 非常适应类似于保镖和工人一类的工作 最后我们来看,整个大陆上分布更为广泛的中型种族 他们分别是人类、精灵和兽人 以及他们之间互相的一些杂交种族 人类和矮人在200万年前由于自然选择而逐渐形成两个物种 而所有其他的中型种族都是人类的衍生 精灵诞生于90万年前的魔法时代的超自然选择 而兽人则是一个非常年轻的种族 大概1万年前才出现 约翰同样将其归因于1万年前另一个较小的魔法时代周期的原因 人类、精灵和兽人之间最大的区别除了外在的体质以外就是寿命了 兽人的寿命最短 他们在40年短暂的生命中难以追求更多偏种心灵的东西 更多的是通过强健的体魄为自己争取最多的生存空间 精灵的寿命则最长 达到几百年甚至通过魔法可以延长到上千年 因而他们更加的沉稳和安定 他们是以积累智慧,并且天生的与魔法更加的亲近 而人类的寿命则大多在百年之内 他们虽然有足够的时间去咀嚼前人的智慧 但同时又因为寿命不长 因而又必须充满各种各样的好奇心 并且愿意去实验新鲜的事物 大约1万年前大部分的种族都已经在这块大陆上出现 而与本作主体相关的故事也逐渐的展开 时间来到游戏开始前的三千年 奥秘大陆的精灵议会建立了 此时的世界由魔法力量最为强大的精灵所统治 精灵居于微光森林之中 但他们的影响辐射到了整个世界 其他种族在精灵议会建立的秩序之下生存着 一位伟大的精灵法师名为纳斯鲁丁 担任了议会的议长 并且逐渐地将精灵议会的权威推上了顶点 根据游戏中陈列在卡拉顿的帕纳利神庙中的古世纪的记载 纳斯鲁丁拥有神一样的精神和智慧 他的远见着实已经超越了他所在的年代 他团结起精灵议会 那是一群和他拥有同样的世界观并且聪明而且善良的人 纳斯鲁丁有神一般的力量和神一般的慈爱 他最为可贵的地方就是视众生平等 因而他团结热爱所有种族的人 矮人精灵人类侏儒对他来说都是美丽的 纳斯鲁丁照顾他们如同照顾自己的孩子一般 关于精灵议会建立的原因 游戏中也有所叙述 在传说时代 纳斯鲁丁还很年轻任性的时候 精灵们为了保护其他的种族 免受世界上各种混乱和邪恶存在的残害 打了很多的恶仗 龙、恶魔、邪恶的法师 纳斯鲁丁和他的战友们和几乎所有的邪恶作战 并且负责将危害大陆安全的各种生物驱逐到大虚空之中 关于大虚空 其实纳斯鲁丁也并没有任何的概念 没人知道那是一个怎样的世界 但纳斯鲁丁所知道的是 死人有办法复活 但从大虚空回到奥秘大陆上则是不可能的事 在他的回忆中 最让他感到棘手的存在有四个 他们分别是涛铁的国格斯 科布的卡拉卡图 尸杀的克里之灾 和偏执的死灵法师寇刚 伴随着几场惊世大战 伟大的法师们总是能取得最终的胜利 并且将这些邪恶成功的驱逐 组建精灵议会这件事也与这些混沌的存在有关 随后越来越多无比邪恶的存在被驱逐进了大虚空之中 这种放逐成了精灵议会的终极兵器 任何东西被驱逐到这个位面就永远回不来了 精灵议会逐渐开始掌握整个世界的生杀大权 而我们知道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 精灵议会中开始逐渐出现一些种族主义的声音 那就是精灵种族要比其他的种族都更加高贵 因而要对世界进行更加严密的统治 其他的低等种族都应当沉浮于精灵的统治之下 而这一派的代表是另一位强大的精灵法师阿鲁纳克斯 在游戏中的书籍《纳斯鲁丁是怎样打败臭名昭著的阿罗纳克斯》中 记载了这一段历史 其中对阿罗纳克斯的描述极尽邪恶 比如书中说阿罗纳克斯属于黑暗 他憎恨光明的统治 在他黑暗阴险的心中酝酿着一个阴谋 企图从得高望重的纳斯鲁丁和精灵议会中夺取统治权 事实上这段历史在游戏中有亲历者讲述 到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关于阿罗纳克斯这位精灵法师更多的方面 不过这位反派的种族主义思想 最终还是没能战胜的纳斯鲁丁所代表的正义 书中记载说 纳斯鲁丁因为阿罗纳克斯的各种宣言、思想和行为过于的邪恶 因而宣判将阿罗纳克斯流放入大虚空 可是这位邪恶的法师已经策访了一些议会成员加入了他的邪恶阵营 战争开始了 这是一场艰苦卓绝的战争 最终 纳斯鲁丁虽然成功地把阿罗纳克斯放逐到黑暗永恒的大虚空中 但也因此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当然 书中的记载或许会有不实之处 我们在游戏中还会进一步地看清世界的真相 无论如何这件事对精灵的打击是毁灭性的 纳斯鲁丁消亡、精灵议会解散 精灵族中也出现了分裂 其中与纳斯鲁丁理念相同的精灵 对那些相信精灵种族是至高无上的少部分群体也进行了驱逐 他们不再被允许住在昆塔拉之中 而是来到了森林北部的一个幽暗的城市 陈昂定居了下来 之后的上千年 他们族群的一个重要的目标 就是想办法将阿鲁纳克斯从大虚空之中营救出来 并且谋求精灵族作为上等种族对整个世界的绝对统治 从此 这个族群就生存在黑暗之中 他们不再为世上的人所致 因此也被人们称为暗精灵 随着精灵议会全力的瓦解 以及精灵这个种族因为分裂而导致的衰落 整个大陆上其他的种族开始逐渐建立自己的统治体系 首先我们来看矮人 微光森林南边的石墙山脉旁边 众多的矮人通过族群部落的形式组织起了有效而强大的统治 这些部落包括黑山部落、钢铁部落、轮氏部落、石匠部落等等 然而矮人们的部族间曾经发生过一起争夺统治权的战争 实称部落战争 这场战争虽然规模并不算大 但持续时间非常的漫长 有五百年之多 根据游戏中轮氏部落的现任首领兰德尔所说 部落战争 矮人历史上悲伤的一夜 在矮人中的分歧存在了五百年 矮人建造了巨大的战争机器 互相的清养 所有的部落都迷失在了沙场之上 那是黑暗的时代 那是罗雷克的疯狂时代 而他所提到的罗雷克就是一位少见的矮人族法师 曾经的轮氏部落首领 也是一位背叛了矮人本质的邪恶法师 正是他引发了部落战争 他相信他的部族优越于其他的矮人 也正是因此理所应当统治其他人 任何反对他的人都将被处于死刑 许多人追随他 更多的人因此丧命 不过在长久的战争中 轮氏部落出现了反对罗雷克的人 他们的首领是罗格尔 传说中 罗格尔和罗雷克在果格斯小境决以死战 并最终将罗雷克以及他的数万名追随者以战争罪一同处于火刑 罗格尔在这之后统一了各个部落 成为了矮人的王 但罗雷克这件事彻底的改变了罗格尔的内心 使他变得容易猜忌 并反对一切可能会引领矮人们走向战争的事 这也成了之后的游戏中一件主线阴谋 之所以成立的一个深层原意 这里我们就卖个关子 带到剧情部分再来讲解 石墙山脉以南的大片的平原之中 密布着大量人类的村镇 寿人的游牧部落和半生人的村庄 而大部分的土地以人类王国的形式被划分开来 在这些王国的城市和乡村中 同样居住着许多的精灵、矮人和侏儒 我们依照地图来分别的介绍一下 此时的人类以三个主要的封建王国为中心 在大平原形成了以人类为领导者的强大势力 这三大王国分别是石墙山脉南端的卡拉顿 以邓霍姆为首都的复数的坎布里亚 以及灰色山脉以南大河三角洲上的塔伦特 周边的一些小型邦国 也在几百年的长久战争之后隶属于这些国家之中 例如平原最东端的沿海都市阿什伯里 西南边陲的玫瑰堡 以及塔伦特与坎布里亚交界的黑根等等 除此以外 传说中曾经有人类在整个大陆最东端的文迪哥罗斯废土上发展出过强大的文明 然而却不知为何被毁灭了 如今只留下了一片废墟 人烟稀少 在这三大王国之间自然也发生过长久的战争 不过最终还是实现了疆域的平衡 复数强大的坎布里亚占据了整个奥秘大陆的中心位置 卡拉顿凭借石墙山脉的关爱收住了西南的一片领土 而塔伦特与坎布里亚数次交锋都败下阵来 国事衰落 也将领土举以与人 大陆上人类王国的局势逐渐稳定了下来 人类社会除了政治上的斗争以外 还有一场变革影响极为深远的宗教运动 那就是帕纳利教会的兴起 本来人类社会包括的宗教以原始多神的崇拜为主 但自从大约1000年前 帕纳利教会从卡拉顿兴起以后 逐渐地在整个人类世界流行开来 帕纳利教会的教义记录在五世纪上 他们相信曾经的精灵议会议长纳斯鲁丁 已经成了神一样的存在 而纳斯鲁丁摧毁阿罗纳克斯阴谋的事也被书写成了传奇 帕纳利教会之所以能在全人类之间流传看来有三个原因 一是它作为一神教本身就有更强大的凝聚力 二是它塑造了一个未来令人充满焦虑的图景 那就是阿罗纳克斯还会回归并毁灭奥秘大陆的生物 因而大家应当团结起来对抗邪神 而第三,它还提供了一个光明的途径 只要大家信仰帕纳利教 就会在未来出现纳斯鲁丁的转世 因而教仲、世僧还有一个使命就是召唤纳斯鲁丁转世的回归 一神教、焦虑感、使命感让这一宗教的传播尤为广泛 尤其在当年的第一世僧曼诺克斯的发展之下 教会达到了空前的庞大 而曼诺克斯也被后世推举成为圣徒 成为了仅次于纳斯鲁丁的存在 然而,帕纳利教会中还似乎隐隐地藏匿着一个黑暗的历史和巨大的阴谋 而这也将流到游戏之中慢慢地解决 最后,我们来看那位死灵法师寇冈 在被放逐之前留下的遗产,德里安卡 被放逐的四位置恶之中 只有寇冈对世界造成的伤害遗留了下来 这便是死亡秘惠德里安卡 他在传奇年代就已经出现 是一个大量的死灵法师以及死灵军团所组成的地下组织 在无人的地方挥舞着黑暗魔法 这世上灵魂的腐化,亡灵的召唤,与死后灵魂的焦虑等等都与他们有关 同时,德里安卡还雇佣了另一个神秘的杀手组织 而这也跟游戏的主线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我们同样把这个悬念留到游戏当中再来揭晓 由此,整个大陆似乎都处在一种微妙的平衡之中 然而之后,由于一次偶然所燃起的星星之火 却最终成了燎原的大火 而这件偶然就是游戏开场之前60年左右 一个人类男孩从矮人部落之中带走了蒸汽机的技术 并在人类社会之中传播 游戏的主体部分就在叙述这场波澜壮阔的工业革命带来的影响 接下来我们会讲述游戏本身的剧情流程 经过了这60年的科技变革 大量的荒诞诡异匪夷所思的事件不断地在这片大陆之上出现 旧有的魔法秩序和封建秩序被摧毁 新的以科技为中心的秩序被建立了起来 究其原因,技术、枪械、所属的阶级和魔法不同 正如现实世界中的大炮轰倒了贵族和骑士的城堡引领了平民革命一般 科技就是一种政治力量 而相对的,魔法这件事在奇幻世界中是个人力量 强大的精神力其实也代表着精英主义 而强大技术引导的大生产时代则武装了每一个平民 在这个激动人心的新秩序与旧秩序互相冲撞的大变革之下 在这个库姆的法杖可能会被当做柴火用来铸造左轮手枪的奇幻世界中 会发生怎样的故事呢? 1885年的一天,世界上最为先进的路上长途飞艇西逢号从卡拉顿起飞 在玫瑰宝稍作停留以后,飞向了如今世界的技术和经济中心塔伦特 而我们的主角也是乘客之一 他的名字叫安杜因·乌瑞恩 一位体面的人类年轻人 他的父辈们都是人类世界鼎鼎大名的英雄人物 因而他也立志要成为一名正直、善良、富有同情性的人 绝不用肮脏龌龊的手段实现目标 为了进一步弥补科学技术方面的短板 安杜因踏上了前往塔伦特的求学旅程 然而谁也没能想到这一次旅程竟会成为一场曲折离奇故事的开端 而玩家们也将与安杜因一起挖掘出这幅蒸汽朋克的全景绘卷之中 隐藏的最深的那个秘密 旅行者在篝火旁找个位置随便坐 下面我将为你讲述的就是我在奥秘这块神奇大陆上亲身经历的一段传奇的故事 我叫安杜因 我的父辈们都是人类世界鼎鼎大名的英雄人物 他们毕生追求正直和良善 也在我的心中埋下了正义的种子 在我20岁那年结束了在家乡卡拉顿边陲的一个小镇玫瑰宝的一些魔法学习之后 我带上盘缠 作为乘客搭乘着整个大陆上最先进的飞艇西风号 飞往塔伦特准备进一步伸走 然而造化弄人 谁也没能想到的是西风号在接下来的旅途中居然遭遇了一场巨大的浩劫 飞艇在翻越石像山脉的时候遭遇了不明的袭击并发生了连环爆炸 在船上的我仿佛经历了一场惨绝人寰的人间烈狱 哭泣,嚎叫之声不绝于耳 随着这庞然大雾的迅速坠落 我也静静地闭上了双眼 等待着即将来临的死亡 然而上天似乎对我再次展现了怜悯 我居然活下来了 而且只是受了一些轻微的皮外伤 但在残骸之中环视四周发现 或许上苍只眷顾了我一个人 正当我一个个的翻找幸存者时 发现了一个诸如老人圣存一息之力 这位老者将一个戒指给了我 上面刻着GB的字样 他垂死之际挣扎着对我说 他马上就要来毁灭一切了 找到那个男孩 告诉他 我逃了出来 朋友 你是我们唯一的希望 我会不会做的事 他说了 有那么少人的我们剩下 但工作已经差不多结束了 然后 那个邪魔 你不能想象 他回来 准备 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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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 请 找到男孩 从钢筋铁骨之间钻了出来 再次见到明晃晃的太阳时恍如隔世 眼前的场景仿佛梦境 但火焰和遍布荒原的尸体 又把我拉回了现实 我就是整座西风号上唯一的幸存者 然而正在我的眼睛还在适应阳光的时候 突然见到我的面前出现了一位身着长袍 长相略显老成神色惶恐的年轻男人 他惊讶地叫道 天哪 你居然还活着 这太不可思议了 随后他低沉念叨着 飞艇 火 幸存者 之后他兴奋地向我大喊大叫 你知道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吗 我刚从惊恐不安的坠落中九死一生 感到面前这个家伙莫名其妙 随口说 我听不懂你的鬼话 他搓着双手明显很激动 不管不顾地继续念叨着诸如 我应该把这些都记下来 跟祭台上说的一模一样之类的话 终于 我等他神色稳定下来 听他一番解释以后大概理解了他的意思 原来这位名为维吉尔的男人是一位帕纳利教的教徒 因为他们教中被奉为经典的古世纪中记载了关于获胜者的传说 而这一传说描述的场面简直跟现在一模一样 因而他把唯一幸存者也就是我当作了获胜者 所谓获胜者正是帕纳利教信奉的纳斯鲁丁的转世 最终我只能得出结论 此人一定病得不轻 这时他突然非常虔诚地双膝跪倒 对我说 我将我的一生都献给 不对 交于伟大的获胜者 在下维吉尔愿为您效劳尊贵的阁下 随后他要求我无论如何都要跟他一起去附近的乌山镇 见一名名为瓦金的帕纳利教长老 我倒并非想占他便宜 但无论如何辩解他都把我当作获胜者 想到目前我自己也身处险境 有这么一位了解当地地理的伙伴自然大有帮助 因而同意与他前行 局目似望看到满地的尸体 想到刚刚还在西风号上品插看爆的时光 真是感慨万千 我们四处翻找了一下 在附近找到了一些食物 一些凭借科学知识觉得会有用处的电子器件和冶炼材料 以及一些散落的钱币作为物资 在一位绅士的手上仅仅攥着一部损坏了的照相机 想到其中的照片或许拍到了什么重要的证据 因而也一并戴上 在西风号坠毁的不远处 我们发现了另外一架坠毁的飞行器 它比飞艇小很多 残骸之中还有一个食人魔 威吉尔发问道 这就是袭击飞艇的东西吗? 为什么笨拙的食人魔能开动看起来如此精巧的机器呢? 我没答话 因为我也抱有同样的疑问 为了探究清楚到底是什么袭击了西风号 我捏着鼻子翻开了食人魔的尸体 他的身体已经被撞击的血肉模糊 但威吉尔一眼就看出了不对劲的地方 这食人魔居然带着一个项链 这在智力粗纯 不善打扮的食人魔群体里是很少见的 而这项链上有一个奇怪的六角星符号 中间还有一只眼睛 天色见晚,我们加快脚步向山下走去 或许这一切的谜团在山下的雾山阵能得到一些解答吧 途中我们二人一同抵挡了一些土狼的攻击 威吉尔身手不错,还粗通治疗魔法 也让这一路的战斗轻松了不少 随着太阳落山,视线逐渐难以支撑继续赶路 经过一束山洞,我们决定进去略加休息 第二天继续赶路 扫除了一片恼人的蜘蛛以后 我们在山洞的深处见到了一具尸体 而当我靠近了尸体的时候 他的灵魂突然从其中钻出 仿佛正经历着极大的痛苦 出于仁慈,我们询问了鬼魂为何会被诅咒囚禁在此 他表示自己名为查尔斯·布雷格 他和朋友四处流浪 像一位牧师乞讨之后却被对方杀害并诅咒 因而他请求我们找到一位名叫阿巴拉的牧师的家 并杀掉他,从而释放他们 考虑到这位牧师的家正好在我们必经之路上 于是便顺口答应下来 一位正直而良善的人 又如何忍心看到痛苦的灵魂饱受折磨呢 晚上与维吉尔攀谈 聊到各自故乡的时候 这位一直大大咧咧的教徒却突然三间其口 似乎有什么心事 第二天我们继续出发 摄露下山时见到一处小型的祭坛 维吉尔兴奋地对我说 看,这就是我提到的祭坛 我顺着他的手定睛一看 这祭坛的石碑上隐约地刻着一行字 上面写的是 我逐渐明白了 为什么维吉尔会把我当作获胜者了 这雾矮之山便是此处山峰 这火焰之翼想必指的就是坠落的西风号 而涅槃重生指的就是自己这个唯一幸存者 根据帕纳利古书上的记载 这幸存者自然就是纳斯鲁丁本人的转世 看着旁边这个男人坚毅而潜行的脸庞 我自己似乎也有那么一丝动摇 难道我真的是所谓纳斯鲁丁的转世吗 继续下山时 我们罕见地遇到了一位身穿灰色长袍的人类旅行者 他一上来就表示自己是乌山镇的人 目睹了一场飞艇坠毁的惨剧 想知道我们二人是不是飞艇上的人 但此时维吉尔多了个心眼 他试探着说道 真的吗 从乌山镇到这里少说也要数日 你在撒谎 对面的男人随即表示自己是在露营途中赶过来的 不过维吉尔开始发挥自己话术上的优势 他虚张声势地威胁对方 最后把这男人吓得落晃而逃 但随后他长吁了一口气说 哪个人很强 或许可以把我们两个都杀了 相信我 我以前遇到过这种人 之后的路程上他又开始肩默不语 而我也并不去询问他的从前 继续踏上旅程 没过多久 我们在半山腰遇到了一处吹烟 寻至烟前去来到了一处白色砖房之前 但房屋明显年久失修 屋外的杂草也无人打理 这就是鬼魂布雷格所提到的那位邪恶牧师的家 屋外最明显的却是两处坟墓 我们前去查看 其中一个写着塞福挚爱的儿子 而另一个写着雅米拉挚爱的贤妻良母 想来这里的主人恐怕经历过悲惨和不幸 敲门进屋 一位受血的牧师迎接了我们 我们在此听了这暴惊沧桑的中年人的述说 原来布雷格和他的同伙法库斯是一伙强盗 当时他们扮演乞丐前来乞讨 在牧师请他们进门 并提供了食物和水以后 残忍地杀死了自己的妻子和孩子 并洗劫了整个家 而且最后抢走了一件对这位牧师而言极为贵重的祭祀品 他的讲述情真一切 而屋外的坟墓也已经说明了一切 这一切让我气血上涌 还好此处距离山洞并不远 尽管钥匙再生 但我仍然说服了维基尔 跟我一同回去质问布雷格 再次回到山洞中 布雷格见我们已经回来 而诅咒并未解除 仿佛也明白了什么 他知道自己的谎言露了下 而我自欺骗他说 如果能告诉我法库斯的所在 我会说服阿巴拉放过你们 这位可怜而又可恶的鬼魂相信了我的话 在地图上标注了法库斯的藏身锁 而我则毫不客气地对他说 谢谢 顺便说下 我骗了你 你就永远烂在这儿吧 随后 我无视了他疯狂地咒骂走出山洞 在山腰的另一侧稍加找寻 来到了一处破旧的木屋 这便是恶贯满盈的强盗法库斯的居所 我表明了自己的身份 要带阿巴拉前来拿回他偷走的东西 并威胁他说 如果不交出来就会被诅咒 而如果归还圣物就能免除 这邪恶的强盗似乎并不蠢笨 他知道我们为阿巴拉而来 也而拔剑向我们袭来 这可真是不自量力 干掉他以后 我们拿回了属于阿巴拉的圣物 回到白色庄屋 我们将圣物还给这位悲伤的牧师 而他也终于难得地展现了笑容 他说 谢谢你们 我将给你一件无法衡量价值的东西 一件赐福 现在 每个你遇见的人 都将比以前对你的态度更好 随着一阵金光 我似乎感受到一丝能量的入入 而能量在体内游走时 又戏如游丝 若有若无 这或许正是这位牧师所说的赐福吧 我们对阿巴拉表示了感谢 告别了他以后继续上路 此刻阳光明媚 而下山的铺路又缓 很快我们就来到了乌山镇 但到此处时已是夜晚 这是一处看起来祥和的小镇 而各处也已经布满了电灯 不远处蒸汽机的轰鸣似乎说明了一切 镇中心见到了警长 他得知我们正是之前坠落在山上飞艇上唯一的幸存者以后 也表示一定会全力地协助我们 在他这里 我打听到了那位名为瓦金的长老就住在镇子的旅馆之中 随后我们还打听了镇子里的其他的传闻 武山镇一直以来的最大经济支柱是老贝西托纳的银矿 然而最近贝西托纳死了 银矿转手给了他人 而矿中最近开始闹鬼 从那以后再也没有合格的银矿产出了 这件事让镇子的经济大受打击 随后我拿出之前在飞艇的侏儒那里拿到的戒指 询问警长是否知晓着戒指的来历 他表示里斯特泽开了一家奇异商品店 他或许有些头绪 随后我们遇到了一位侏儒 他自称威廉森·德拉克里夫 自己的哥哥也在飞艇上 是一位上了年纪的侏儒绅士 问我们是否见过他 而我也告知他 那位名为普雷斯顿·拉德克里夫的侏儒已经死了 我隐隐感觉飞艇坠毁这件事似乎牵扯到一个很大的阴谋 因而与他对话时也刻意地保持距离 目前来看,整件事的所有谜团似乎只有自己才能解开了 因而适当的隐藏也是必要的 循着电灯的光芒 我们来到了镇子上最大的旅馆之中 来到瓦金的房间里 我和威吉尔都被眼前的场景惊呆了 房屋之中居然布满了血迹 两具尸体横在门口 仔细观察会发现这二人似乎都是精灵 威吉尔眼尖 他飘见了瓦金留给我们的字条 上面写着 威吉尔,我想你大概不是一个人来的 你也看到了,早有人在此恭候我 还好这些家伙不难打放 不要和任何人谈及飞艇失事的事 也不要告诉任何人你心童版的身份 等你到了塔伦特去找电报员 我会给你发电报告诉你怎么找到我 随后我搜索了一下这两个精灵的身上 发现了一件奇特的事 这精灵身上竟然有和之前在坠落的飞行器旁边 食人魔身上同样的项链 项链的标志同样是六角星 中间有一颗眼睛 维吉尔说道,这背后恐怕有一个巨大的阴谋 我们必须前去塔伦特了 塔伦特正是这大陆上有名的科技都市 也是我一开始的目标 不过这次可没有什么西风号这么舒服的交通工具了 我询问维吉尔,瓦金到底是个怎样的人 我们为什么必须要找到他 一直十分真诚的维吉尔又开始语焉不详起来 他说 瓦金是当年救自己于水火之中 并带领自己进入帕纳利教会的人 因而他会对瓦金无条件地信任 我略加思索 当下恐怕也只有这位长老这一条线索了 因而我们下一个目标就将定为塔伦特 不过,塔伦特距离这里路途遥远 我在旅馆打点了一下盘场 感觉还是先在这里稍稍做些差事,挣点路费要紧 首先我们来到警长这里,通报了旅馆内有两具尸体 结果这位警长居然吓得脸色苍白,话都说不出 我也只能对这位胆小的警长表示理解 我们询问警长从这前往塔伦特的路线 他帮我们在地图上标述了方位 不过他同时告诉我们说 去塔伦特要经过镇子东边的桥 但桥那边目前被一伙劫匪控制住,在收过路费 我正想问警长为什么不去解决掉他们 不过,想到刚才警长听说有尸体都被吓得脸色惨白 也大概理解了 警长说,如果我们能搞定劫匪的话 会提供给我们50金币的报酬 略加思索,我便答应了下来 为了赚钱,我们来到了贝西托纳银矿 也就是乌山镇最大的经济来源,来看看有什么差事 在南面的大房子里,我们见到了一位古怪的中年人 他叫薄西瓦尔托纳,是老贝西的儿子 我们从他这里获知了更多关于他母亲的信息 那位可怜的老太太原来是自杀的 布修尔说,银矿枯竭时我们被迫卖掉了矿山 而母亲不久以后就精神失常自杀了 结果就是银矿闹鬼 而矿山的买家发现矿石变质很不开心 这位中年男人哀声叹气之中,突然意识到我和维吉尔似乎能帮他走出困境 因而想委托我们去调查闹鬼银矿的原委 而报酬将会十分丰富 我和维吉尔对视了一眼,决定帮这个男人一把 这间房子背后就是银矿了 我们整理一下身上的装备,就义无反顾的进了门 这银矿中虽然还留有工人们的矿灯 但一段时间的废弃已经是灰尘弥漫 甚至充满了野兽和蜘蛛 我们一路小心前进 顺手收集了一些略为值钱的矿石 最终来到了一处房间 并见到了老贝西托娜的灵魂 这可怜的老太太 目前已经化为了一片似有似无的白色人影 而她嘴里不停念叨的是 傻了,我亲爱的傻了 这位鬼魂拒绝任何的交流 我们在附近翻出了老贝西托娜当年用过的破旧靴子以后便出去了 来到波西瓦尔托娜这里询问她关于莎拉的线索 这人或许是解开老贝西心结的关键 不料,眼前这位中年却恶狠狠地催了一口说 这人是我妹妹,一个可赠的人 她遗弃了我们,去了那个破败的王国邓霍姆 真是家门不幸啊 由此,我们明白了银矿这事 或许还得找到莎拉才能进一步推进 目前还没有其他的线索 只好先放下报酬的诱惑 先去警长提到的里斯特泽的奇异商品店 问问关于戒指的事 里斯特泽是一位热心而健谈的店主 他非常乐于帮忙,而且知无不言 我把戒指递给他,他仔细观察了一下 说这做工精美的戒指是斯凯勒父子公司出品 即便他见多识广 但也并不知道这戒指的确切来源 只告诉我们前去塔伦特或许可以找到线索 不过他想要我们帮他取回一些飞艇坠落现场的物件 才会告诉我们斯凯勒父子公司的地址 想来我身上的相机或许还有点用 正在犹豫之际 当我翻出老贝西的靴子时 他直勾勾的眼神还是出卖了它 于是我们用靴子换了斯凯勒父子公司的地址 这个奇怪的珠宝商的家族在塔伦特的迪文夏尔大街44号 有了确定的目标以后 剩下的就是振购路费,直接前往塔伦特了 乌山镇还有一些其他零星的差事可以做 打点好一切,我们打算启程 至于东边的劫匪,就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吧 大不了就攒些过路费给他们好了 沿着草色青青的小道,我们来到了桥边的营地旁 遇到了这位脾气十足的男性人类和他的两个半世人魔下属 这男人见我们走近,急忙站起来阻挡了我们的前进 我眼睛直盯着他说 先生,我们想从桥上过去 这位名为卢坎的劫匪哈哈大笑起来 表示,我和我的朋友发现了这个劫贫济父之道 向过路的人要点小钱,作为我们这座桥的使用费 你们也要好好配合 果然,事情进展不会太顺利 我灵机一动说,或许可以给我们搞点特殊 卢坎突然好奇,为什么呢? 我沉浸了一下说,因为我也是个贼 咱们是同一条道上的 卢坎对着我上下打量一番,贺问道 你明明只是个旅行者,或者是贵族 我略加思索,表示 哼,你怕是很久没见过真正本色的盗贼了吧 见他被我唬住了,我进一步提出 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 卢坎兄弟,你肯定知道我为什么来 卢坎突然惊喜,说道 难道我们已经在地下盗贼工会扬名立万了吗? 我顺着他的话说,没错 卢坎进一步询问 那么,您是哪个分舵派来的? 我随口答,当然是塔伦特分舵 卢坎突然开始狂喜 真的是塔伦特分舵 我要出名了,而且我可以保证 没有影响其他工会的人的商业 这些帮规我还是很清楚的 我借时机合适的时候对他说 你的行径已经传遍了大江南北 但无论如何,你们确实侵犯了别人的地盘 卢坎突然开始惊慌 他说,请相信我,我们没有侵犯其他人的地盘 不过,在我的坚持之下 卢坎也开始松口了 毕竟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消门 他们如果没有侵占别人的地盘 为什么要提起这一出呢?真相只有一个 那就是他们确实侵占了盗贼工会同伙的地方 他表示自己马上就会离开这里 要请我转告地下工会的人说 卢坎是一位尊重行徽的人 我正想放过他 不过,考虑了一下如何表现才能显得更像是个盗贼呢? 于是我进一步地对他勒索,说 那你必须给我点好处才行 卢坎想了想,掏出了两百金币给我 表示了对地下工会的歉意以后便带着手下落红而逃 站在一旁的维吉尔听了我们全程的对话 惊讶地说不出话来 我居然从这一毛不拔的劫匪手上还抠出了两百块钱 这一番交涉以后我才发现 我自己的脚心都已经被汗浸透了 这简直是刀尖上跳舞一般 一具应对失误我可就完了 随后我们来到了桥的对面 刚刚好起来的心情却突然被一声威吓打破 居然是之前镇子里见到的那个号称自己是普雷斯顿拉斯克里夫弟弟的侏儒 他掏出匕首,恶狠狠地威胁我们将那个戒指给他 当我言辞拒绝以后 他挥舞着匕首立即向我们冲过来 威吉尔掏出法杖,挡在我的面前 而我则借威吉尔给我创造的机会将面前的侏儒一箭比命 随后我搜索了一下他的身子 在他肥满的脖子之间,果不其然地我拿到了那个项链 没错,仍然是那个六角星的奇怪标志 开飞行器的食人魔,刺杀瓦尽的精灵和阻挡我们的侏儒 这些种族和身份都根本没有任何联系的人居然有一处如此神奇的共同点 这不禁令我毛骨悚然 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 我们踏上了前往这座大陆上最大的城市塔伦特的旅程 我不知道未来还有什么在等待着我 但我知道,如果我不去直面命运的话 这命运总有一天会扼住我的烟好 刚出门没多久,我们遇到了一个马车队 他们正要从乌山镇运送最后一批质量合格的矿石物资前往邓霍姆 之后会前往塔伦特 这在大陆上也是一个有名的贸易黄金三角 邓霍姆是个极为守旧的城市 到现在连火车站都没有建立 因而也一直需要这些老车队像输血一样提供运输支持 我也接着提议我们跟车队同行 尽管要绕一个大圈 但反而有速度和安全的保证 何况我们手上还有一些事情好像要在邓霍姆才能解决 我们给了车队几个金币以后 这一脸大胡子的队长看我们不像坏人便友善地答应了 伴随着支支压压的车轮声 在乌山镇已经折腾得筋疲力竭的我全驱在稻草之中很快就入睡了 而我忠诚可爱的维吉尔则一直警惕地看着四周 随后的几天我的精神逐渐地恢复 与车队的人一同处理了几拨来袭的狼群以后 感到这几天的精力着实让自己的能力也得到了成长 尤其是发现了自己在治疗和传送魔法方面的天赋 剑术的使用心得也在逐渐地积累 唯独科技相关的技巧却逐渐地生疏起来 不过有魔法傍身的我倒也并不担心 前去邓霍姆需要一周左右 白天赶路 夜晚在几处坎布里亚的关道营地里露宿 这几日过得也快 一天晨曦将至 我们远远地就在充满了麦穗清香的尘务之间 瞥见了邓霍姆城堡的尖顶 这便是曾经整个大陆上最为富庶的坎布里亚首都 这里气候适宜 拥有大片肥沃的土壤 是个从骑士贵族到农民小商贩都曾经安居的乐园 但随着60年前邻国塔伦特利用科技崛起 以及坎布里亚全面禁止科技发展的策略 邻国的力量与坎布里亚产生了逆转 经历了几场战争以后 这个国家开始了不可避免的衰败 已经到了,兄弟 队长的粗嗓子提醒我们下车 两天后我们会在这里骑乘去塔伦特 安多因先生,届时务必一同前往 这位队长也发现了 我们俩在对付豺狼和强盗时是可靠的帮手 我微笑着向队长道谢告别 邓霍姆的市中心并不大 随着大量人口的搬离 这里破败的景象更是令人触目惊心 大量的房屋被废弃 甚至有不少战场上才得意见的残缘断瓦 室内的十只房屋大多配不起窗户 只能用几块木板抵挡寒风 突然,维吉尔拍了一下我的肩膀 朝旁边指了一下 这杂草丛生的屋子正是沙拉托纳 也就是雾山镇老贝西女儿在邓霍姆的居所 见面一看,这昏暗的房屋中只点着一支油灯 各种家具没有一件是崭新的 也诉说着生活的穷困 沙拉托纳见到作为旅行者的我们倒是十分热情 听说我们是为了矿山的事而来 他脸上又瞬间被阴云笼罩 原来是我那个见狗一般的兄弟让你过来的吗 我和维吉尔相对一眼 开始小心翼翼地询问其中的隐情 沙拉激动地说 你知道他干了什么 他强迫母亲把银矿转让给他 又把矿卖给了塔伦特的暴徒 最后害得母亲都自杀了 后来我们详细了解了一下 原来薄西瓦尔托纳是个声名狼藉的恶棍 他欠了一屁股的债就抢夺了母亲的银矿 转卖给了塔伦特的资本家 结果逼得母亲觉得丢了家族的脸面之后自杀 而他则将一切的责任都推给了在邓霍母的妹妹 我从矿山中知道的真相是 老贝西一直忘不了亲爱的沙拉 这事实让我不得不相信面前这位饱金沧桑的女人 我决定帮助贝西的灵魂超度 而这一切的关键或许都在塔伦特的石头环大街25号 那是买走了武山镇矿坑的人 我答应沙拉一定会帮她解决这件事 采购了一些物资以后 来到邓霍母的王宫之前 王宫所在的城堡明显经历过惨烈的战争 甚至有一大半的王宫都倾倒了 大殿侍卫旁边的告示牌上歪歪斜斜地挂着一些悬赏任务的榜单 我们仔细看看有没有力所能及的任务好挣点路费 其中一个收税的活儿看起来似乎挺轻松 向侍卫交代了莱莉 侍卫一声不吭地把我们带到了国王的面前 准备听他详细的叙述 如此仓促地就来见见了坎布里亚的国王 也着实让我们有些措手不及 不过也可从中得见 这国王早已放下了威严 开始逐渐拥抱实用主义 此时并非我们需要邓霍姆 而是邓霍姆需要我们这样强壮有力的年轻人 想到这里,我开始逐渐有了底气 见到国王,我用绅士的礼节向他行礼 很荣幸见到你,尊贵的坎布里亚国王 我们来帮你做税收的工作 听说是要去黑根镇收税 面前的国王一脸的憔悴 他似乎对这些政事并无兴趣 他无精打采地看了一眼我 发现我是个体面的贵族之子 便轻轻地道了一句 孩子,你不像坎布里亚人 你的家乡是哪儿 我继续行礼道 我是玫瑰宝的安度营,瓦里安之子 随后我询问说 坎布里亚最近遇到了什么麻烦吗 国王苦笑一声 是啊,孩子,你也看到了 我们现在很穷 资源匮乏,人民挨饿 该死的科技颠覆了坎布里亚曾经的光荣 我们错误相信了图拉法式的说法 对科技过于轻视了 最后国王轻轻地咳嗽了一声 表示自己也不想提起这些往事了 这次宫廷的活儿只是找人去黑根拿回税器而已 这个坎布里亚的边陲小镇 表示粮食欠收无法缴税 因此国王要派人前去调查一下 我大脑飞快地转着 这个季节上整个大陆都是丰收的消息 黑根所在的土地肥沃断无欠收之理 恐怕这镇子欠收是假 想脱离坎布里亚是真 想来一定是个棘手的案子 不过既然已经答应下来 也只好咽下苦果了 之后国王提到 关于坎布里亚的事 你可以去跟莲娜谈谈 我真的不想再提起了 之后摆摆手示意我们离开 在世卫那里办理了一番手续以后 我们从王宫中退出 此刻阳光明媚 我不禁深吸了一口气 邓霍姆是整个大陆上少有的 没有火车也没有蒸汽机的城市 连空气都透着沁人心脾的清香 距离马车出发还有不少时间 我们寻着指引来到了西边莲娜的家 准备进一步了解坎布里亚这个国家的现状 莲娜是位皎洁的女性战士 她的家中悬挂着的刀剑和铠甲 似乎也说明了她是一位军人世家的后代 不过多年没仗可打 也让她的生活百无聊赖 她似乎对国王把那些对坎布里亚历史感兴趣的人介绍过来 这事已经见怪不怪了 我们提到想知道坎布里亚的一些过去 而她则开始了一份填膺的演说 我热爱坎布里亚 我愿意为她奋战而死 邓霍姆曾经辉煌 是奥秘大陆最大的城市 很多年前 托伦国王宣布使用科技违法以后 我们被塔伦特打败 国王战死 普利特一世掌权以后每况愈下 他拿到了本不属于他的王位 这句话会让任何人感到好奇 我问道 为什么呢 难道普利特不是托伦的儿子吗 莲娜此时开始紧张 她小声说道 他不是大儿子 安多因先生 有些事你还是不知道为好 我继续询问当年塔伦特战争的故事 莲娜讲道 那是场可怕的战争 说到这里 莲娜的脸上露出了抑制不住的悲伤 她强忍着泪水继续说 每一个龙骑士都是品德高尚的坎布里亚精英 他们勇气非凡 而面临塔伦特步兵的枪林弹雨 成堆的尸体逐渐在血海里上升 那是一场屠杀 听到她声泪俱下的诉说 想到荒凉的邓霍姆 我的心中也不禁充满了悲悯 安慰了莲娜两句以后 我和维吉尔离开了这挂满勋章和刀剑的军人石家 但不知道为何 我隐隐感觉未来或许有一天还会来到这里 邓霍姆这昔日的首都 如今看起来仿佛一个小镇 不一会儿便兜转了一圈 也觉无神新鲜事 我们便在旅馆等待车队完成他们的交易和装卸 邓霍姆的旅馆没有电灯 我在油灯之下翻阅着随身携带的书 但很快就觉得双眼火辣辣的疼 只好合上书 只是仔细观察了一下这刻着GB字样的戒指 并记下了项链上那个六角星的符号 第二天 伴随着马队的铃声 我们终于离开了这座萧瑟的城市邓霍姆 踏上了前往塔伦特的旅程 路上我注意到车队带满了邓霍姆的各种香料和干肉 在如今的贸易环境下 只能出口农产品和原材料确实十分吃亏 几天以后 我们来到了广阔的东坎布里亚平原 在几处村落略加停留脚翼以后 车队便快马加鞭地沿着官岛向东北的塔伦特方向前进 一次晚上在森林边缘的露营 维吉尔突然警惕地盯着四周 仿佛预感到了危险 快看!维吉尔指着隐隐绰绰的树林 我定睛一看 其中钻出了三个身着长袍伸手矫健的人类男性身影 他们静止地向我们营地走来 待他们走进时 马队的人开始警惕地询问对方的来意 为首的一个凶神恶煞的家伙朝我们的队长询问 听说你们队伍中有飞艇的幸存者 我和维吉尔站了出来表示我就是你要找的幸存者 请问找我有什么事吗? 这人打量了我一番以后突然冷笑道 哼,你的末日到了 没人能逃得过摩洛基之手 你应该后悔 当时如果飞艇坠落时就死了 你就不会这么痛苦了 受死吧,蠢货 随后这竟然迅速向我们袭来 商人们吓得纷纷躲开 很自然地给我们腾出了一块决斗场一般的空地 这时我冷静地施展了一套解除武器的魔法 只见这暴徒的剑从手中飞出 这明显在对方意料之外 而维吉尔直接上前给了他一记门棍 我则迅捷地用剑抵住他的喉咙 威胁他的手下 并想问出他的来历 以及这摩洛基之手到底是什么 然而他突然拔出匕首朝我腰窝刺来 维吉尔见势不妙迅猛一击打断了他的脖子 其他人迅速地逃开 我在这暴徒的尸体的脖子上同样发现了那个项链 而上面的标志则同样是我不知研究了多少次的六角星符号 不知为何我冥冥之中仿佛预感到了这场意外的发生 无数的事实表明 这世界上有人想让我死 桥边的埋伏,荒郊野外的追杀 甚至会牵扯到维吉尔和瓦金 然而这一切反而激发了一位温和的绅士内心最为强大的战役 我之所以会投下暗影 只因为我就站在盛光的面前 我一定会将真相查个水落石出 尽管商队惧怕还会有我的仇家找上门来 不过我已经用自己的实力告诉他们不必害怕 并且多塞给他们几个铜子以后 总算没被他们丢到荒郊野外 随后一路无事 一个星期的舟车劳顿之后 我们终于来到了塔伦特 第一次踏进这传说中的城市 我就被此处的发达静呆了 所有人都会赞叹这属于人类的奇迹 奥秘大陆的明珠 宽广的大陆可供各种交通工具行驶 一排排长辆的砖瓦住宅每一个都接入了电线 即便是在夜晚也是个灯火通明的都市 更不必说这高大宽阔的桥梁 四通八达的蒸汽地铁 远处火车汽笛的轰鸣 无不提醒着这些年来科技带给人类的变革 维杰尔来过这里多次 他提醒我说 安杜因阁下我们还是先去电报局看看有没有瓦金留下的消息 经他提醒我突然缓过神来 一丝焦虑再次涌上心头 跟随维杰尔穿过人流 远远地就在中心广场西侧见到了塔伦特电报局的招牌 维杰尔熟练地询问是否有自己的电报 电报员礼貌地说了一句稍等 在一落厚厚的来电中逐个搜索 抽出一张纸递给我们 我给他两个金币的电报费之后 赶紧抢过来看 这的确是瓦金发来的信息 上面写着 我发现了一些有趣的事 与那些带着奇怪护身符的朋友有关 我暂时不能去塔伦特和你们会面了 实在抱歉 如果你们有关于帕纳利教会的问题 就在城里的神庙问吧 如果你们想到了方法 就去净水镇吧 我会在滴血玫瑰旅馆的老板那里留个口信 告诉你们到哪来找我 维杰尔说 看来瓦金的意思是要找到那些人杀你的理由才是问题的关键 我感觉这戒指一定能告诉我们一些相关的信息 回想起乌山镇的里斯特泽说过 这戒指来自一个珠宝商 斯凯勒父子公司 而这家公司的地址记得是在迪温瑕尔大街44号 塔伦特的千莫交通十分整洁 看着地图 我们寻着整齐地铁的线路找过去 很快就在一处阴暗的角落旁发现了迪温瑕尔大街44号的标牌 一个珠宝商却在如此计较嘎拉的地方 商标还是一直令人毛骨悚然的标志 舌头鹰也实在令人难以理解 与此同时我发现屋外站着一个矮人 他愤恨地看着这家珠宝商的标牌 每一根胡子都仿佛气得要立起来一样 我礼貌地向前询问 请问您是…… 然而还没等我说完 这暴躁的矮人突然发起火来 真没素质 你怎么能问一个矮人的名字呢 这可太粗鲁了 维吉尔听到对方出言不逊 偷偷对我说 你看看这矮冬瓜 拿枪拿掉的 搞得好像自己是个原生矮人 我打赌 这家伙这辈子没出过成目 这种市井矮人哪来什么对名字的敬畏 不过作为一位彬彬有礼的绅士 我深知礼节的重要性 我迅速向他表示了歉意 而相对的 这位矮人也迅速地放下了敌意 他说 这还差不多 你就叫我马格纳斯好了 矮人的名字和姓氏是非常神圣的 一般不会告诉别人 马格纳斯是我的粗名 就这么叫我好了 一个随便透露自己姓氏的矮人 必然是不尊重历史的家伙 那么我的朋友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生活下面静子 我既拿出了诚意 这位矮人果然也逐渐对我产生了好感 于是我便趁机询问 你知道关于这家斯凯勒父子公司的事吗 矮人突然又开始吹胡子瞪眼 知道我诅咒这公司 没有信仰的败类 这就是声名狼藉的斯凯勒父子公司的总部 虽说他们商店的声誉在塔伦特可谓手去一指 但我知道这家商人一定在背地里做着邪恶的坏事 15年来没有任何人见过这家店的店主 而最后见过他们的来自阿兰德的商人 见了他一周以后就得费结合死了 还有五个无眼人的传说你可知道 我好奇的追问五个无眼人那是什么 矮人叹了一口气说 八年前斯凯勒父子公司拍卖出去五个红宝石锤士 佩戴了他们的女士们都离奇死亡了 而且他们的眼睛都被抠去了 尽管很多人都说这是巧合 但在我看来这家店就是一群疯子在运营 我听说太阳下山时房间里就会传出奇怪的声音 况且你看到这家店的图案了吧 那是舌头鹰 我的朋友 那是德莲卡古老的死亡密会的标志 随后他开始询问我 朋友 你为什么对斯凯勒父子公司如此好奇呢 我提到此时我正在调查一个戒指 而将这戒指打造出来的就是这家公司 马格纳斯说真有趣 我也在调查他们的一个青铜手镯 而我之所以要调查他 是因为他跟我曾祖父留给我的矮人护手上雕刻的符号一模一样 也就是说 这手镯可能是我和我的祖先以及部族仅有的联系了 现在我突然明白了 这矮人其实就是一名市井矮人 他不告诉我他的姓氏 恐怕就是因为他自己也并不清楚 马格纳斯没有察觉到我的眼神 继续愤愤的说 最近两百年我都一直在寻找我的家庭 这次的线索无比的重要 然而这家店的店员每次都顾左右而言他 他们一定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 我望着撕开了父子公司银丝的门和那可怖的舌头鹰 突然想到 能否将这位看起来十分干练的矮人 召集成为自己的同伴 一起进入探查呢 于是我询问道 马格纳斯老兄 你的情况我已经了解了 不然我们之后结伴而行如何 我可以帮助你找到你的家族所在 而你也可以帮助我找到这戒指的主人 咱们一起去看看这撕开了公司到底在搞什么鬼 马格纳斯朝我打量了一下 略加思索便同意了 他说 小子 你看起来确实很有潜力 走吧 让我们一起解开这个秘密 毕竟我们双方今后的旅途都十分凶险 结伴而行总是一种双赢 我们三人一起走进这间阴暗的店铺中 这间店铺中并没有接入电灯 而是燃起了蜡烛 据我所知 一般来说只有魔法力量强大的地方 才会因为无法让电灯运转从而点蜡烛 而这也为这家店的来头平添了几分神秘 这家店的店员名为詹姆士·金斯福特 是一位看起来颇有教养的绅士 我把戒指拿给他看 骗他说 这戒指有质量问题 但刚才还很礼貌的詹姆士却突然变了脸 说道 对不起先生 我们一开始都约定好的 不能保证产品质量 我故作气愤地说 请把你们的店主斯凯勒先生叫过来 詹姆士惊讶了一下 但立即镇定下来说 斯凯勒家可是大盲人 不愿被琐事打扰先生 几次请求卫国 我灵机一动 说 不见也得见 我来自塔伦特当局 你们公司贩售伪劣产品的事 当局现在非常重视 你可别不识抬举 看来我的威吓起了作用 对方看起来有些颤抖 他还是提出了一个让我感到非常棘手的问题 我明白了 先生 请出示你的证件 我哪里有什么证件 只好硬着头皮大吼一声 你没有资格要求任何东西 快把门打开 看来我演的确实很像平时就飞扬跋扈的塔伦特官员 詹姆士慌忙地掏出了钥匙 并且要求我说 先生 我和地下这些勾当可一点关系也没有 我只是个开门的而已 我注意到维吉尔眼中喜悦的光芒 詹姆士无意间透露了一个关键的信息 底下 我赶紧隐藏着脸上的笑意 询问 底下 你们在底下做什么 詹姆士说 不 不 我不能说 他们对我做了 拜托你 不要再让我说了 他们都是怪物 我为他们工作 只是因为家里欠了债 早知道的话 我宁愿饿死 死外边 也不想知道这些内情 拿好这个 让我走 作为一名正直的绅士 也不好强人所难 结果他给了钥匙之后 正想进门 突然 詹姆士浑身开始出现铁青的色块 这可怜人声吟着 救救我 我扶着他赶紧问 天呐 可怜的詹姆士 我能做些什么 但还没等我说完 他便倒地身亡了 我仔细观察了一下他身上的瘀青 闻了闻他的嘴边 便瞬间明白这是由咒语触发的剧毒 被施咒者一旦将秘密说出去 就会毒发身亡 马格纳斯见状 急切地准备用斧子劈开里间的门 我示意他助手 向这位鲁莽的战士挥了挥手上的钥匙 便打开了这扇门 内间是一个看起来很普通的会议室 不过有了詹姆士地下的提示 我提醒大家注意看这里有没有地道 很快维吉尔便在长长桌子的尽头发现了一道暗门 刚一打开就有一阵阴风熄灭 我向里面望去其中居然有照明 不过寒气逼人 我闭上眼睛 集中精神默默地念出了初级的火之速度魔法给全员加上 瞬间我们感受到能抵挡寒风的暖流涌入了身体 伸手也敏捷了许多 随后便义无反顾地钻进了地道之中 阴暗的地道中到处都是发霉的味道 我们三个人紧贴着墙壁 躲避着蝙蝠和潮湿的地面来到了内部的一处光亮的大厅 刚一进来马格纳斯就开始惊呼 看 这是一座矮人的坟墓 他的声音在大厅中回荡了一会儿之后 引来了大量的哺俗之客 维吉尔惊叫道 是僵尸 我们赶紧做好了战斗准备 还好这些僵尸行动缓慢 杀伤力也很低 并不难对付 不过为什么会在这里见到僵尸呢 干掉这些挡路的家伙 我们的好奇心越来越重 继续深入 可靠的维吉尔以敏锐的视觉拆除了几个致命的陷阱以后 我们来到了一个比之前更加阴森的大厅 这里有大量的矮人 矮人们用强健的身体和灵活的双手 建立了一整个从矿石到珠宝的加工生产线 然而诡异的是他们好像完全失去了意识 如同行尸走肉一般的工作者 仔细观察才发现 他们或许已经死了 而是被人用死灵操纵术控制着进行工作 马格纳斯看着这一切处理的愤怒 天哪 撕开了家族这些天杀的家伙 利用矮人的僵尸当工人为他们工作 这些一定就是我失散的族人啊 他们的安息之地居然被如此的玷污 我劝他冷静一下 说这些矮人看起来如此畸形 可能并不是你失散的族人 让我们并肩作战查明真相 前方有一处拱门其中摇曳着灯火 想来可能就是撕开了家族居主之地了 我们本来就是宾客而非盗贼 因而大摇大摆地走了进去 面前站着三名身着长袍 面目阴森可怖的人类 见到我们进来 为首的受骨临巡的中年人历生的喝道 什么人 为何闯进我们商店的大堂 一位正直的绅士从来不会惧怕黑暗的威胁 我反驳说 你把这恐怖的地穴叫商店 对方加重语气说 我不会再问第二次陌生人 你为什么在这里 我想了想 现在最要紧的事还是询问清楚戒指的来历 因而拿出戒指询问 请问这是贵公司的杰作吗 对方看我们的确有来商店的理由 神色略微缓和了一些 他拿起来仔细打量了一番说 Gb 像是某位从我们这里买戒指的顾客的名字 不过我们从商四百年 绝不会透露顾客的机密 我看对方敌意减少 因而想趁机替马格纳斯询问清楚 这地下到底发生了什么 请问贵商店为何看起来如此的黑暗阴森 这位中年与我对视了一会儿说 好吧 我想跟你说说也无妨 我是湾斯顿·斯凯勒 这两位是我的兄弟 爱德华和奈尔斯 我们的血脉之中 沿袭了奥秘大陆古代的黑暗艺术 也就是死灵法术 我们召唤王者的灵魂 我们制作亡灵之勇 我们穿行于白昼和黑夜之间 徘徊在死亡和阴影之中 我看到烛光映着他的脸 瘦骨灵循的脸此时显得得意非凡 我继续询问 那这些矮人都是你的杰作了 温斯顿继续说 没错 这个墓穴属于一个被遗忘的古老种族 但他们住的地方距离地面很近 而且前额是歪的 有身体残缺 已经不像是矮人 我们推测 他们也许是属于北放竹的一族 我说好吧 不过我还是希望你能把戒指的所有者告诉我 温斯顿眼中的寒光消失了 他说 其实也不是不行 但你要保证 不要把我们家族的生意透露出去 这个交易怎么样 但马格纳斯已经按捺不住 他提起斧子跃跃欲试 我思索了一阵 感到如果这里我直接和温斯顿等人妥协 恐怕会让我失去这位可靠的矮人伙伴 我用自己极具洞察力的魔法观察了一下对方的善恶 考虑到这戒指或许还有其他的线索 最终还是决定和斯凯勒家族的人撕破脸 于是我说 愚蠢 你以为我会与你做黑暗交易吗 你们的罪行将被展示在光天化日之下 被正义审判 温斯顿瞬间露出了猙獰的面目 这是你自找的屈服于黑暗吧 这三兄弟掏出武器朝我们袭来 经历了这些日子的魔力 我早已不是当初那个弱不禁风的玫瑰宝贵族之子了 我的剑术和魔法早已大有精进 加上得力助手的帮助 尤其是剑装的马格纳斯 只是一斧子就结果了爱德华 也为我们争取了大量的时间 在我所释放的火之速度的帮助之下 维吉尔也能做到每招每事都后发先至 直击对方的要害 制服着几个兽骨灵巡的黑暗法师 倒也不难 一番战斗以后 斯卡拉家族不复存在了 他们黑暗的艺术也将被永久埋葬 我突然想起了什么 赶紧揪起温斯顿的衣领观察 略微出人意料的是 我并没有发现那个六角星符号的项链 不知为何略有一点点失望 我拿出他衣兜里的钥匙 在后面的文件柜上逐一的市区 在一堆泛黄的文件中翻找订单 他们既然提到这GB是顾客 那么必然有相应的订单和收据留存 斯卡拉家族的商人确实十分敬业 这些订单都按照字母顺序一一排好 也省去了我不少的麻烦 终于我找到了一份关键的电报 至斯卡拉父子公司 仅以此电报作为给我儿子吉尔伯特·贝茨制造文章戒指的订单 款项已付 我将在两周内到塔伦特去取戒指 而落款是本杰明·贝茨 这可以说是这些天最大的进展了 这是我第一次感到距离真相更近了一步 吉尔伯特·贝茨 吉尔伯特·贝茨 我默念了这个名字好几遍欣喜若狂 尽管这个阴森的大厅中总有阵阵的寒风掠过我的脸颊 但我的心中却逐渐明亮起来 仿佛有一道圣光在指引我的未来 厚厚的灰尘 出门再次见到塔伦特的阳光 我不禁开始自考刚才的行为 这些死灵法师是否真的像我们想象的那样邪恶 无眼人和阿兰德之谜 又是怎么回事呢 或许另一个时间限中的安德因 会走另一条路 并且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 此时的马格纳斯也冷静下来思索 恐怕这底下的矮人确实不是他失落的不足 他见识到我的勇气和力量以后 决定继续与我们同行 就算在天涯海角 他也要发誓找到曾经的家 而这一番地成经历 也让我各方面的修行都精进不少 进一步学习了各种传送和治疗魔法的同时 一路上的各种交涉也加强了我辩论的功夫 未来一定用得上 结果了斯凯勒家族 我们明白了之后的目标是要找到吉尔伯特·贝茨的下落 我本以为寻找这位顾客多少得花点功夫 但出人意料的是 这位贝茨先生居然是城里的大名人 他就住在北方那座巨大的宅邸中 他是城里最大的资本家 也是目前塔伦特的实际领导者工业理事会的一位高级理事 我从未想过 那么奄奄一息的侏儒 居然是要让我寻找如此的大人物 不过想来那位侏儒也并不清楚这些 否则他应当会直接告诉我此人的身份才是 我们乘坐蒸汽地铁来到北方的巨大宅邸 下车后 老远就能看到院墙中坚固的铁壁和高耸的坚顶 把自己家修建得像个城堡一样 我们正要进门拜访 不料门口的侍卫摆摆手 事宜说今天贝茨先生的工作时间已过 明天才会开放客人拜访 请求卫国也只能先去别处转转 这时虽然天色渐渐暗下来 但距离休息时间还早 自从电灯出现以后 城里人的夜生活更加的普遍了 出门后 我看到了西边塔伦特大学的标志 这本来是我应当前来求学的地方 只不过目前我被追杀 而且被托付重任的情况下 恐怕也不好再去进学了 解决当前的危机才是最要紧的 不过此时倒有无事 明天才能造访贝茨先生 而大学也就在附近 我倒是十分好奇地想进去参观一下 这里的研究室中依然灯火通明 都说做研究是个007的伙计 从零点到零点 每周七天不停地思考才能有好的成绩 此言或许不虚 在大学门口 我们与一位半识人魔擦肩而过 这应当就是学校的保安了 塔伦特城里充满了半识人魔 许多人似乎是工业理事会诸如们的保镖 他警戒地把我们叫住 询问来意 我礼貌地表明自己是来参观的 只是看到一位诸如学者走过 他也紧盯着我们充满戒心 为了摆脱保安 我热情地跟这位诸如打招呼 说你好教授 我是安杜尹 未来可能会在此求学 想先来找到一位合适的导师 不知您在此做什么研究呢 听说有学生找上门来 诸如示意保安放人 同时开始热情地跟我介绍他的研究项目 我是本杰明格什温 卢相学博士 有什么能为您效劳的吗 说实话 我对卢相学实在没什么兴趣 不过碍于面子 还是装作充满兴趣的样子问 卢相学 是一种什么研究呢 提我问到他的研究内容 这位诸如心里有火 眼里有光 卢相学 这是们和头颅有关的学科 你瞧 每个男人和女人的头颅 都有其独特的凹凸和轮廓 通过对他们的研究 我试图推断出他们主人各自的性格 这是个严谨又充满乐趣的工作 我强撑着保持微笑 瞥了一眼维吉尔 看他已经快睡着了 我赶紧打断教授的话 询问 那您现在正在研究什么头骨吗 这位教授突然开始将音量减小 悄悄地对我说 很棒的问题 为了我的研究 我正在寻找精和心的颅骨 著名的瑞娜连体姐妹 两个精灵少女出色欢场正直妙龄 就以方式 可怜他们一辈子屁股都连在一起 多么让人伤感啊 他们的故事在塔伦特上层社会 至今仍让人津津乐道啊 我对这些上层社会 纸醉金迷的生活 从来不屑一顾 也知道有许多人 尝试了大量普通的交购花样之后 就产生了各种奇特的癖好 这连体姐妹能成为上层的交际花 并不稀奇 我继续询问 那么您找到他们的头骨了吗 教授的目光突然灰暗起来 我遇到了些麻烦 或许你能帮得上忙 他们被埋在了塔伦特陵园的一个陵墓里 这些颅骨提供的信息 可能会揭开颅像学最后的秘密 有助于我们了解人类思维的运作方式 请务必帮忙啊 这堂堂大教授自然不会亲自去盗墓 但我也是个体面人 还好听说灵园中的探索 可以拿到学校的研究许可进行 只是跑个腿就能拿些报酬的话 我还是欣然地接受了 在塔伦特大学的校园中 还见到了许多其他学科的教授 包括迷恋研究十二个异教神奇信仰的宗教系主任 这位热情的教授见到我这样勤学善文的学生非常高兴 直接塞给我一本大步头的奥秘大陆的原始神奇 刚好可以路上打发闲暇 与教授道别 之后又遇到了一位身材高大的学者 他表明自己是一位鬼神学家 而自己的研究能把科学和魔法混合起来 解释不少现实中的鬼神的原理 临走时这位鬼神学家劝我说 魔法和科学在研究领域只是一个硬币的两面罢了 只有兽人和昆虫才会一条道走到黑 一个人想要获取知识 就得涉猎不同种类的东西 参观了塔伦特大学以后 我们直接一路通过蒸汽地铁来到陵园 准备寻找那位卢相学教授口中的 连体姐妹的头骨 我们找到了连体姐妹的棺木 但在其中我们发现 本应在此的头骨居然消失了 这可如何是好呢 仔细在棺木中摸索以后 我发现了个火柴盒 在灯下观看 发现上面的风口上写着一行小字 拜访惠林顿 塔伦特城中最好的绅士俱乐部 位于朱宏路77号 这头骨已经被人截足先登了 为了避免有人说我私藏 也只好急忙地前往惠林顿绅士俱乐部询问 以自证清白 这所谓的绅士俱乐部 其实只是一些上流人士的游乐场 打打台球 喝着啤酒聊正直 似乎是最近刚刚流行起来的现代社会的绅士爱好 八台前站着一名身着红色西装的贵族中年 他身上一身的酒气 我小心地询问 先生 请问尊姓大名 这酒鬼一边打嗝一边大声地说道 我是马特德西塞尔男爵 他刚刚自我介绍后突然倒地睡着了 看来实在喝得太多 酒宝也只能把他扶起来放到一边休息 我专心打听这每个人的名字和来历 希望能听出关于头骨的蛛丝马迹 但令人失望的是最终还是没能发现任何的线索 略加斯所想到不如直接放弃这个任务好了 区区一百金币而已 我们往塔伦特大学方向走 准备把任务交付以后回旅馆休息 正当我路过市中心的广场时 一位面露凶相的半兽人突然把我们拦了下来 他说 喂 小子 我是索姆格拉克 说 你认不认识一个叫德西塞尔的家伙 我没多想 直接告诉他 刚才在惠灵顿绅士俱乐部见到他来着 此时正鸣顶大醉 受人听闻以后表示 你能帮我带个口信吗 叫他到肯辛顿大马路的地铁来 他本来跟我约好了 一个小时之前在这见面的 我随口答应下来 毕竟只是跑个腿的举手之劳 我回到俱乐部找到德西塞尔男爵 他显然已经比刚才好多了 甚至清除了不少 我跟他说 索姆格拉克让你去地铁站 而这位贵族瞬间的清醒过来 他揪住我的领子问 那个老无赖想干什么 最后我听到剑刃出窍的声音 大声叫道 小心 德西塞尔惊呼一声 回头一看 居然正是刚才那位半数人格拉克 他一直跟踪我们 并潜伏在了俱乐部的黑暗中 准备趁机偷出匕首偷袭 结果得西塞尔的性命 但只见这位贵族迅速从兜里掏出一把金光闪闪的手枪 迁决一发之际 将这扑来的半数人直接一枪爆头 随后优雅地吹掉了枪口的硝烟 他语气突变 转过头来问我们 你是谁 你为什么把他带到这里 快说 否则我杀了你 很明显他的醉酒是装出来的 我赶紧向他解释说 我对被格拉克跟踪并不知情 只是帮他一个忙而已 德西塞尔被我真挚的脸打动了 放下了敌意 可能我疯了 那我相信你 趁我还没改变主意 立即离开这儿 我们不能在这儿谈 跟我来 随后我们离开了骚乱的俱乐部 转到了墙角之后 德西塞尔转过头来对我说 听着 旅行者 我知道你被卷入了一件什么事 你看了坟墓里的火柴盒 对吧 不过我希望你能证明自己是值得信赖的 我已经暴露了 因而或许我会需要你们的帮助 我在塔伦特这里寻找瑞纳连体双胞胎的头骨 如果你能把他的头骨带给我 我会告诉你更多的消息 我好奇地问 但我应该去哪找头骨呢 他们已经不在坟墓中了 德西塞尔沉思一会说 这就是事情困难的地方 这些头骨曾被埋葬在塔伦特公墓 但我比你更早的前去寻找时 他们已经不在了 我留下了一个模糊的线索 因而我才知道 你们来找我的理由一定跟头骨相关 后来我再告诉他 是一位诸如学者让我寻找头骨 而这似乎也在他的意料之中 这位冷静的贵族深吸了一口气 对我说 我唯一知道的就是 头骨目前在塔伦特的某个仓库中 马上就要被运走了 我希望你能把他们找到 拿到我这来 至于其他的 等你拿到头骨 我再告诉你 相比炉像学者 这位神秘的贵族给我留下了更多的悬念 我决定 找到头骨后 先找这位先生 他的故事更吸引人 来到下城区的仓库大厅 询问最近会被运走的一批货物所在的仓库 班员工们告诉我 应该是在奎尔顿17号的仓库 但这间仓库 目前刚刚被一伙奇怪的怪物侵占了 现在没人敢进去 大家把门完全卡死 以防止怪物出来伤人 准备等明天警卫的处理 如果我执意要进去的话 就只能自己想办法开门了 来到奎尔顿17号的仓库 开门这事我本以为是难不倒我的 我让维吉尔撬锁 但铁门纹刺不动 随后我安排马格纳斯用他的大斧子砸门 但斧子都卷了刃 铁门依然不动如山 马格纳斯也无奈地向我摇了摇头 我施展开锁的魔法 而门依旧毫无反应 遗憾心 想到之前 在乌山镇的矿坑里 找到的炸药还在背包之中 拿出来 粘在这铁门之上 点燃引信 然后赶紧和维吉尔马格纳斯一起朝远处跑开 只听一声巨响 周围的工人都纷纷围过来观察情况 我擦掉脸上的灰尘定睛一看 门已经被炸得粉碎了 但黑洞洞的仓库之中 突然钻出一只巨大的老鼠 而刚才还在围观的工人们迅速地四散逃开 这老鼠的眼睛闪烁着绿色的光芒 直接迎面朝我扑了过来 我一时猝不及防 赶紧地念起了护盾术的咒语 但一切都太迟了 这老鼠的利爪已经刺穿了我的左肩 眼见接下来就要咬向我的喉咙了 此时维吉尔的一个三级治疗术将能量瞬间触入我的体内 而马格纳斯也一斧子披向了巨鼠的脊柱 斧子插入了巨鼠的背后 这可怖的生物瞬间转过头来 疼痛时的挣扎将紧握着伏饼的马格纳斯摔上了天空 正在巨鼠背对我时 我抓住时机 一箭刺向它的后颈 只见这怪物渐渐地体力不支起来 维吉尔趁机上前与我一起乱倒砍去 终于让这生物停止了抵抗 马格纳斯从地上趴起来惊魂未定地说 该死这是我这辈子挣得最艰难的一百块钱 维吉尔一声不响地念着治疗咒语 我则坐在地上踏口喘气 到底是什么人公然把这种怪物放在这个大陆上最先进的城市中的仓库里 这其中有什么不可见人的秘密 修正一阵以后我平复济息 小心翼翼地施展昭明术进入了这黑漆漆的仓库之中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又有一只神武向我们袭来 我定睛一看 这是一只邪恶的半生人魔守卫 它似乎是听人安排守护着仓库里的某件东西 不过比起之前的巨鼠 这名守卫明显就要弱小很多 它笨拙的攻击连我的护盾术都打不穿 我们很快就将它制服 进到最深处 我们在架子上逐层的帆着 终于在一个木桶之中 找到了那个瑞娜连体姐妹的头骨 这两枚头骨比想象之中还要小很多 甚至可以拿在手上把玩 也不禁让人联想 当初这姐妹二人连在一起时的娇小声曲 我在食人魔的身上撕下一块衣服 将头骨包好放入囊中 出门看到围上来的工人们 我擦了擦脸上的血迹 对他们说 你们的仓库安全了 也引来了一阵的欢呼 我们身上充满了血腥气 走在街上过于招摇 怕给德西塞尔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于是我们去旅馆换了一些衣服 之后再去找他 这位神秘的贵族果然还在 我告诉他 先生 我把头骨带来了 我想知道 这头骨的背后到底隐藏什么秘密 德西塞尔说 多年前 有人秘密的开始了诡异的繁殖实验 实验的目的 是影响塔伦特城的势力均衡 瑞娜连体姐妹 也就是这双胞胎 是这个实验产生的第一批 可以自我繁殖的后代 他们的头骨 是我一直苦苦收集 用以曝光他们最新的 那个长长证据链中的第一环 之后的时间 你需要去一个叫亚瑟泰伦的人那里了解 我只能告诉你这些了 相信我 这件事 我一点也不想再调查 我可不希望 有更多的半熟人过来追杀我 听说 亚瑟泰伦现在在黑根镇 好了 这下 这件烫手的山芽 扔给你了 接下来 你想了解多少内情 就自己决定吧 最后这位贵族白白手 摇摇晃晃的又神奇一般 恢复成了醉酒的状态 繁殖实验 这可是头一次听说 我决定继续追踪这件事 今后去到黑根镇的时候 一定要打探一下亚瑟泰伦 这位接下来的县人所在的地方 瑞娜连提姐妹的事搞一段落 我们来到旅馆歇息一晚 第二天我打点好行装 尤其是把戒指认真地擦干净 出门来到贝茨的关底 不过那位保卫人员又开始不耐烦地盘问我 去见贝茨先生的原因 我如实地告知他们 我有一个戒指要给他 但这位侍却一直地出言不逊 表示 贝茨先生这样的大工业家 没时间见我们这些小人物 我是以暴躁的马格纳斯和维吉尔冷静 礼貌地问对方 不知 我们如何证明自己的价值呢 守卫冷笑一下 表示 要让我们去东边的工厂那边问负责人 如果能帮工厂处理掉一些破坏分子的话 或许能通融一下 没办法 我们只能去工厂区询问负责人 这边的引擎工厂 每天晚上都会有一些反科技分子前来搞破坏 我们的任务只是在这边守夜 教训几个小毛贼的事也要我们亲自做 确实令人颇为不快 进到工厂内部 这里就是整个塔伦特大工业生产时代的开端 一路上听工人们谈起 贝茨先生好像干掉了竞争对手以后就一家独大 垄断了塔伦特 甚至整个大陆上蒸汽机的油 这工厂里也有三台蒸汽机正在运转中 这都是村镇级的蒸汽机 也就是说 一个平均人口的村镇只需要一个 就能让全部的居民跑步进入科技时代 我们偷偷藏匿在阴眼中 防止这些所谓破坏分子看到警戒等级提升之后 望风而逃 八夜时分 果然出现了三名邪恶的人类强盗 鬼鬼祟祟地溜进来 我们三下五出二就将他们全部制服 这些人类完全不是我们的对手 毕竟我们全员都提前上了护盾树和火之速度 高超的敏捷和防御力 让对手连我们一根毫毛都没能碰到 之后在工厂中休息到天亮 再次回到之前那位脑儿人的守卫那里 当他得知我们毫无法无损地就解决了那帮强盗以后 瞬间脸上堆起了笑容 明白了 感谢您帮助我们保卫人类的科技成果 请稍等我帮您通报一下 我们略等了一会儿 就看到他朝我们招手 示意我们进门 终于我们来到了这间豪宅的内部 这里就是奥秘大陆最成功的工业家 吉尔伯特·贝茨的宅邸 此时我们来到的是他的办公室 进门后 守卫指示我们上楼 沿着这花纹细腻典雅的地毯前行一会儿 之后左转进入了吉尔伯特·贝茨的办公室之中 由于飞艇上的侏儒一直在说 找到那个男孩 导致我一直以为贝茨先生可能最多是位人类的中青年 没想到此刻眼前的他已经是一位茂迪老者 不过他面色沉稳 身材精瘦 身着笔挺的西装 丝毫没有感受到他有衰老的迹象 七十多的年纪 但精深的像一位二十多的小伙子 我赶紧向他行李说 尊敬的吉尔伯特·贝茨阁下 我是玫瑰宝的安度尹 很荣幸能见到你 贝茨用威严而又显得和蔼的声音 缓缓地说 我是吉尔伯特·贝茨 谢谢你帮我搞定了工厂里的麻烦 听说你想跟我谈谈 贝茨先生 我想跟你谈谈这个戒指 贝茨惊呼 我的上帝啊 你怎么得到这枚戒指的 我如实交代说 是一个诸如死前敲给我的 贝茨却充满疑问 一个诸如 你确定不是一个矮人吗 我不是为何他会有此疑问 表示我从未见过那么矮小且无虚的矮人 贝茨让我告诉他这诸如的长相 我说他有一道伤疤横跨他的左眼 贝茨再次惊讶地说 他是史丹纳碎使者 他是一名矮人 他把胡须剃掉 伪装成了诸如 请你务必告诉我 他死前还说了什么 我思索了一下说 他说他逃出来是为了警告我们邪恶将临 贝茨也想不出这句话的意思 他问我 史丹纳 到底是从哪里逃出来的 当我表示我也并不清楚之后 贝茨默默地念叨说 我走了以后 一定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 我问出了自己最大的疑问 为什么他说你是个孩子呢 贝茨说 我相信你 我会将一切都告诉你 他把我叫做孩子 一定是因为当我背叛他的时候 我还是个十几岁的男孩 我不禁好奇地问道 你是一个人类 又如何背叛一个矮人呢 贝茨叹了一口气 继续说 那是个让我蒙羞的故事 而令人讽刺的 是我最大的错误 给我带来了巨大的财富 旅行者 你真的愿意听吗 我认真地说 贝茨先生 我再听 贝茨继续说 当我年轻时 我着迷于矮人的一切 我找到最近的矮人部族 也就是黑山士族 也试图向他们展示我对矮人科技的掌握程度 然而 这些矮人都毫不客气地对我哈哈大笑 但有件事对他们来说也是新鲜事 那就是一个可笑的人类 却有着与生俱来的科学天赋 这些矮人欣然接受了我 让我和他们一同生活 贝茨的眼角闪过一丝亮光 在那些年里 史丹娜是第一个真正把我当作朋友的矮人 她向我展示了他们的蒸汽引擎 她知道 我是少有的能欣赏她复杂美丽设计的人类 但这些不知变通的矮人 却宁愿让这精巧的设计放进角落里生锈 他们拒绝使用这些减轻物理劳动量的设备 依然依靠肌肉和锤子 这简直是暴殿天物啊 我当时为了真正成为矮人世界的一分子 而主动的出谋划策 很快我就设计出了一个方案 让蒸汽机为矮人矿坑里的泵提供动力 但当我向他们解释我的方案的时候 他们却再一次开始嘲笑我 而我心里所想的一切就是要向他们证明我是对的 为了让史丹娜看到 为了让矮人们看到我是对的 因此我向一个处于困境中的小型的人类公司提出计划 他们允许了我在她的矿井实验我的蒸汽崩 事实是我的蒸汽崩的确能减少几乎百分之百的物理劳动量啊 那个小镇的矿石像喷泉一样从地下涌出来 此时贝茨的情绪逐渐开始崩溃 我小声地询问她 那后来呢? 贝茨整理了一下心情 说 当我回到矮人那里试图炫耀我成果并期望获得他们的欢迎的时候 他们已经消失了 我翻遍了熟悉的家但到处都找不到人影 在那以后我的发明虽然一件又一件的喷勃而出 但心里却越来越空虚 我坚持不懈地寻找他们但是一无所获 意外的是 我的寻找招来了一群长袍子 长袍子?那是什么人? 他们在某个午夜出现在我的面前 警告我不要说出去不要再试图寻找矮人 我那时仅仅是个孩子恐惧瞬间抓住了我 随着我的财富和能力日渐增加 我部分摆脱了年轻时的恐惧 并开始动手雇人实施寻找史丹娜和她不足的大计划 但没有人带回任何有价值的信息 有的人甚至没有回来 他们告诉我无数可怕的陷阱与生物从黑暗中袭击他们 当这些失败的留言传出去 我也越来越难找到真正的勇士去面对这个挑战了 到底是谁杀死了史丹娜? 而这一切和我以及黑山士族之间的纠葛到底有什么关系? 想来有些线索应该留在黑山矿坑 安不应,你看上去是个足智多谋的年轻人 不知你有没有兴趣去黑山矿坑搜索有关他们所在之处的线索呢? 贝茨的话告一段落 我仔细梳理了一下他的话 他所说的事颠覆了我的认知 我原以为蒸汽机是人类的一件偶然的发明 但从未想过这整个科技时代 原来都是由面前的这个男孩从矮人的手里拿到的蒸汽机作为启发所开启的 而这个可爱的男孩贝茨 对科技力量发达的矮人有极强的归属感 尤其对史丹娜更是有一种依赖 当他证明了自己在矮人科技的基础上所设计的蒸汽泵确实有改天换地的力量之后 他骄傲地想要衣锦还乡的时候却发现他所在的部族所有的矮人都消失了 这令他感到极为的焦虑和恐慌 他试图寻找矮人却被一群叫做长袍子的人威胁 让他放弃寻找 这件事从头至尾都充满了离奇和悬疑 把我的好奇心彻底地点燃 把胡须剔掉伪装成为侏儒的矮人 让我对诗人发出警报 面前的这为人类盗取火种的男孩 黑暗中阻挠着被词寻找矮人的长袍子 不断地追杀飞艇上幸存者的摩洛吉之手 以及神秘的全员消失的矮人不足 这一件件的事实逐渐地互相的隐隐连接了起来 而我接下来的路 必然将与这黑山士族的下落有关 这黑山士族的人仿佛贝茨的父亲一般 而贝茨就像一个急于向父亲证明自己的孩子 这一切又都让我想到了自己 想到了自己的父亲 帮助面前这位老者 如同一种自我救赎一般 闭上眼睛思索 我听到了尘封呼啸着掠过塔伦特 而更仔细地倾听 我仿佛听到了父亲威严而慈爱的声音 你的技巧越来越熟练了 安度尹 贝茨先生在我们的地图上标注了黑山士族的所在地 并且表示会派前马车队供我们驱使 如此一来 我们在奥秘大陆上赶路就更加游刃有余了 从老人的官邸离开 接下来我考虑了一下在塔伦特还有什么遗留的事情 对了 托那家族的银矿 可怜的沙拉还在邓霍姆等我们的好消息呢 同时听说黑山矿坑是一个极为凶险的地方 此事也不急在一时 我考虑先在各处游历积累一些魔法的使用技巧 并将自己的身体也修炼得足够强大之后再去黑山矿坑探查 来到石头环路25号房间的门口 我看了一眼标牌上面写着斯坦顿进口公司 门口破旧的板车似乎表明了这家公司最近应该不怎么走运 进门见到了斯坦顿 一位棕色头发,穿着白色西装的中年人 商人嘛,往往和气生财 因而见了我们就满脸堆笑地说 我是进口商斯坦顿,请问您有何贵干呢? 我进来前早已想好 这铜奶银矿的地气是明明白白地转让给这家斯坦顿公司的 我们直接拿回来肯定是理亏的 不如展示一些正人君子的口舌功夫 看能否智取 上回假扮塔伦的官员似乎有奇效 这次也打算试试 我硬憋出一个十分威严的声音问他 你是不是贝西托那银矿的持有者 斯坦顿被我的声音吓了一跳 说,是的,请问有什么事吗? 我回答道,我是工业理事会的官员 这次来通知一下,你们的银矿不合规 你们的交易有胁迫的成分 想来除了工业理事会的人 也确实不会有其他人对这闹鬼银矿感兴趣了吧 因而他说,可那是我花了一大笔钱从他那买的矿井啊 我继续说,这矿井不是他的 你们的手续还有很多问题 我这次就是来取回契约进行调查的 斯坦拿看起来十分的气恼 这是那家伙撒谎,不是我的问题 随后他冷静下来,到一堆文书里翻掌半天给我一张纸 说,我可是守法公民,不想卷进这烂摊子 反正这闹鬼银矿算烂在我手里了,还脏了我们公司生育 给,拿去吧 我从未想过,塔伦特官员这招居然如此管用 看来工业理事会在城内的微信确实达到了顶点 不过,关于工业理事会的微信这件事也突然让我感到一丝不安 根据我们在《塔伦特人》上看到的各种报道 塔伦特王室似乎已经消失很久了 因而才会让工业理事会代理执政 那么这塔伦特王室到底去了哪呢? 看着旁边已经熟睡的马格纳斯 感觉人还是难得糊涂比较好 想那么多又有何用? 如今的我似乎卷入了太多阴谋 当下唯一一根从井底逃出的绳索 就是贝茨先生提供的黑山士卒的信息了 只能说一步一步慢慢来吧 走到距离广场比较近的地方 我瞥见工人区的角落中有塔伦特的帕纳利教会的标志 想起来之前瓦金的字条中曾经建议我们去帕纳利教会看看 因此临走之前我还是打算拜访一下 教会的陈设非常的简洁 我们来到牧师前询问一些关于教会的事 我虽然在卡拉顿待过一段时间 但并不是教徒 也并没有去过卡拉顿的帕纳利教会总部 所以牧师说的一切我还都饶有兴致的听着 马格纳斯则一脸无聊的在一旁擦拭斧子 维吉尔略有不快 他的表情仿佛在说 我说的你不信 这小小教训牧师说的你别信了 无视他们二人 我继续从牧师这里听到了不少关于邪恶化身 也就是阿罗纳克斯的传说 当然还有关于拯救众生的纳斯鲁丁的一些说法 所谓传奇时代是在距今1500到2000年前的时代 在那个时代大法师们还没有去图拉 魔法的运用也更加广泛 那是龙、骑士以及贵族领主的事态 当时纳斯鲁丁是精灵议会的议长 被认为是所有种族的领路人 直到阿罗纳克斯和他的邪恶追随者崛起 纳斯鲁丁一起进行了斗争 并且打败了阿罗纳克斯 维吉尔一直在点头 但我在处于半信半疑的状态 我开始猜测 史丹娜所提到的邪恶将临 莫非指的是这阿罗纳克斯吗 因为这一切似乎都对得上 包括我作为纳斯鲁丁的转世 甚至都能在古世纪中找到对应的记录 我是告诉我们 想了解更多的话 可以去卡拉顿帕纳利教会的第一神庙看看 从塔伦特的帕纳利教会离开 我们乘马车前往邓霍姆 首先我们将银矿的契约给了莎拉 她检查了一下这份契约以后 开始痛哭流涕地向我们表示感谢 真是太谢谢你们了 我不知怎么感谢你们才好 等等 我这儿还有点东西给你 我不知道它对你们有没有价值 请无论如何带上它吧 最后莎拉给了我们一把十分精致的银剑 我在手中掂量了一下 拿起在空中挥舞出一个剑花 感到十分的趁手 我剑术的精准度和杀伤力 从此又会上射一个台阶 这次也可谓不虚此行了 我们再次来到了乌山镇 先是嘲讽了一番这位托纳家族的不孝子 然后赶到矿坑观察 贝西托纳的灵魂已经消失了 而他原来所在地上留下了一颗闪亮的纯矿石 马格纳斯看到以后粤语试 我们建了铁匠打铁的场所 这强壮的矮人一阵挥汗如雨之后 冶炼出了一把轻巧好用的平衡剑出来给维吉尔使用 换掉了他那把与巨树作战时就差点断成两节的木棍 这把融合了高质量矿石和当代冶炼技巧的宝剑 也让我们的战斗力增加了不少 一路上整个队伍的成长令人着迷 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如果我没有办法静下心来在塔文特求学读书 就让我一路上经受最艰苦的魔力吧 之后我们打算前往黑根游历 路上再次遇到了两个摩洛基之手的人阻挡 这种事早已见怪不怪了 以我们现在的战斗力解决他们不在话下 我照例拿了他们的六角星项链 这东西我已经有办答了 在背包之中互相碰撞叮叮作响 我执着地收集着这看似无用之物 不知未来会不会有什么作用 我们来到坎布里亚平原东方河流三角洲的尽头 沿海的小城黑根镇 一路上我们看到了各种丰收的景象 粮食显然并没有欠收 黑根镇不仅是农业发达的地方 还是一个航海之都 也是许多勇士最后选择安度余生的地方 这里之前一直归坎布里亚管辖 但自从河流北岸的土地一个一个选择效忠塔伦特之后 黑根镇作为大河南方的要冲 如今也开始了犹豫不决起来 不过可以确定的是 黑根镇一开始就没考虑过抵制科技 这里铁路电灯应有尽有 国王和骑士们也很快被推翻 政体变成了代议制和选举制 这里的基础设施虽然不像塔伦特那般完善 但也能让人感受到在未来发展的潜力 已经不是英雄守旧的邓霍姆所能相提并论的了 也怪不得这里的市长会想脱离坎布里亚 在黑根闲逛了一圈购物整备以后 我们注意到了一间屋子 上面写着亚瑟·泰伦的名字 这名字怎么这么熟悉呢 略加思索回想起来 这不正是塔伦特那位说发现了头骨背后阴谋的贵族 要让我们找到现任的名字吗 我敲了半天门却无人回应 从门缝望去里面看起来破败不堪 不像还有人居住的样子 而周围的窗户也都破了 我们从窗户跳进去搜索 在地上看到了一个纸条 上面写着一行字 乌鸦有危险 落款是泰伦 看来这是泰伦留下的暗号 但他也并没有写自己到底去了哪儿 到这里 关于连体姐妹头骨的线索也断掉了 还是继续在城中打探其他的消息吧 在酒馆里我们遇到了一位一直在喝闷酒的老者 此人形貌虽老 但身形十分的见朔 我上前打招呼问 你看起来很失落 这位老者倒是十分的健谈 他提到自己名叫但丁 是一位出生在邓霍姆 但被放出到边陀的犯人 实际上自己则是遭人污蔑的 不过这一切悲惨遭遇 并不会改变自己深爱着邓霍姆的事实 如今黑根的市长背叛坎布里亚 准备归顺塔伦特的事情 仍然深深地刺痛了他的内心 我提到自己正是邓霍姆的国王派来黑根镇收税的使者 淡定笑道 放弃吧 市长已经准备脱离坎布里亚了 开股没有回头见 但我还是对自己的辩论能力充满信心的 我提到不去试一试怎么知道呢 我一定能让市长回心转意 听到我的说辞 这位老者放下酒杯 盯着我的眼睛说 你真有把握让黑根回归坎布里亚吗 如果你有这个本事 请原谅我 我愿意跟随你一同实现这一大业 我要让邓霍姆的那帮老家伙们知道 谁才是真正的爱国者 戴上弹钉 我们直接来到市长官邸 这是一处由之前掌管黑根的贵族官邸所改建出来的 其辉煌的气势与民选政府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进门首先欢迎我们的是两个半世人魔保镖 这种塔伦特人特有的习惯果然也随着科技一同传到了黑根 我们在保镖凝视的目光下来到了市长身边 我依然用贵族的礼节向他行礼 不过这位市长却不耐分地摆手 贵族那套就算了 我们黑根是开明正体 讲究平等 小伙子 你有什么事 我中气十足地回话说 市长先生 我是为收集黑根镇赢交给邓霍姆的税款而来的 市长演出一转 说黑根现在属于联合王国 我只向塔伦特交税 随后他讥讽道 我不喜欢普利特 也不喜欢你 先生 坎布里亚从来只会让我们自生自灭 而我们现在处在塔伦特的保护之下过得很好 我想了一下 塔伦特的工业理事会一毛不拔 又怎么会过来保护黑根镇呢 于是询问说 你们现在的安全也是塔伦特派兵保护的吗 市长明显犹豫了一下 当然他们有自己的规矩 已经在他们能力范围内对我们实施了保护 这下我更有底气了 在塔伦特时我就听说工业理事会的管理原则就是不干涉和自制 这黑根也并没有得到什么所谓的保护 我客气地询问说 市长先生 那么能不能告诉我一些他们没能处理的麻烦呢? 您别误会 我不是要让您付税金 只是想为黑根的人民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罢了 市长的话匣子突然打开 他说 这么说嘛 还是有的 最近有一伙毛贼从办公室偷走了一把黑根镇祭祀仪式用的匕首 而塔伦特那边说 哎,算了 总之 如果你能帮我找回来 我会感激不尽 我一口答应下来 临走时还不忘嘲讽道 这就是塔伦特给贵镇的防卫吗? 维吉尔十分配合地偷笑起来 但丁也是一脸比一地看着这位在他看来是叛国者的市长 市长长红了脸说 我可没求着你们 想干就干 不敢拉倒 离开市长官里 我们静止往之前看到过的北方的盗贼营地走去 路上位于一位看起来气欲宣昂的老兵潘坦 听他讲了当年坎布里亚塔伦特战争时发生在黑根附近的一场战斗 我了解了坎布里亚并非战斗力不足 即便是大炮步枪加持的塔伦特 龙骑士团依然有一战之力 尤其是近身之后 骑士团砍杀这些火枪手可谓不费吹灰之力 只不过龙骑士要从六岁开始接受严格的训练 到二十多岁才初步合格 而一个普通的农民武装成一个火枪手只需要三天 最后的结果不言而喻了 继续向北 我们来到了那个盗贼营地 盗贼的首领是一个名叫德阿克塔恩的精灵 我历来与这些破坏秩序的家伙势不两立 想让他们直接交出匕首 不料这精灵居然还好意思要我们三百金币 真相只在大炮的射程之内 正义也只在我宝剑所向之处 这次的战斗 由于我们装备了远远领先于他们的武器和防具 加持有无谓的战士淡定的协助 因而十分轻松地就解决掉了这几个猫贼 在他们的形状中我们翻出了市长所需的匕首 随后回到了市长的面前 市长一改之前的傲慢 对我们表达了黑根镇人民的感激之情 我趁机对他说 瞧瞧,离开了坎布里亚 你们甚至不能保护人民远离这些小小盗贼的侵犯 我不清楚你们还在坚持什么 市长沉思不语 我继续劝说 不如把塔伦特那份赴税交给坎布里亚 你们至少还能获得这个昔日大国国王普利特仪式真正的恩惠 而不用面对塔伦特那帮一毛不拔的资本家 市长思索了一会儿,最终还是同意了 他提出 好吧,这是我们赴税的契约,拿去吧 安德尔,你的祖旨多谋令我印象深刻 我佩服的是你,而不是那个坎布里亚的国王 从宅邸出来,我们便马不停蹄地向邓霍姆赶去给国王交差 黑根再次回归了坎布里亚 我们向国王推荐说 但丁在收回税款的过程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不如让他回到邓霍姆吧 但丁单膝跪地向国王行礼 他被小人污蔑,从而背负了莫须有的罪名而遭到放逐 冤赴他乡多年,依然不改对祖国的一腔热忱 普利特仪式国王欣然接受了 黑根镇脱离风波,至此告一段落 黑根的回归当然是件值得庆幸的事 但以现在的局势恐怕也只是暂时的 如果邓霍姆再这样破败下去 那未来坎布里亚的领土完整问题实在不如乐观啊 我们把一切安排妥当之后 终于决定踏上前往黑山士族遗迹的旅程了 黑山士族的矿井位于石墙山脉附近 从塔伦特向西北沿着大河不断的前进 就能来到石墙山脉了 如今工业革命已过60年 野外充满了各种矿井和人类居住和探险的遗迹 因而一路上倒也不算艰难 很容易就来到了黑山矿坑的入口 听贝斯说过 曾经有不少冒险者受委托来到这里探查 但所有人都无功而返 这里倒也不算十分荒凉 还留下了许多之前冒险者用过的矿灯之类的工具 但不管怎样小心驶的万年船一头钻进了这黑洞洞的矿井之中 我刚想询问马格纳斯 矮人会不会在矿坑中布置一些机关暗道之类 但转眼一想 他作为一名市井矮人对这种场景恐怕并不熟悉 这阴森的矿坑中充满了各种怪物 狼群和小野人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 还有许多被灌出了魔法的岩石魔像阻挡着我们的去路 对付这些岩石魔像维吉尔倒是有不少经验 他劝解我换掉手上的剑 拿出一把生锈的斧子对付他们 不然这宝贵的银剑砍在石头上很快就会坏掉 打败魔像又有一群石斧的老鼠从黑暗中钻了出来 我立即换回银剑念出火之速度魔法迅速出窍 一剑一个把它们穿成了烤串 而同伴们也惊讶地赞美我的技巧 不断在这矿坑中摸索 一旦体力不支的时候我们便会原地休息 或者直接退出山洞 逐层推进的过程中 我们的战斗技巧也得到了大量的加强 但如同贝茨所说 整个山洞中我们没有见到任何一个矮人 他们好像就是凭空地从这个世界中消失了一样 最终我们来到了一处熔炉的房间 这里地上躺着几个精灵和半石人魔的尸体 他们虽然全副武装 但一定是被一些极为可怕的生物袭击了 因为每个人的死法都非常惨 他们的颅骨几乎被捶得粉碎 皮肤也遭到了全面的灼伤 我提醒维吉尔和马格纳斯拿好武器 开启了魔法护盾 带着三人逐渐靠近面前的熔炉 我知道有东西埋伏在这儿 果不其然一个巨大的岩浆烧怪从熔炉之中钻出来 我在之前的魔法学习中了解过 它是魔像的变种,不过全身流淌着岩浆 杀伤力比一般的岩石魔像大得多 还好,这岩浆怪并没有什么智力 它唯一能做的就是挥舞岩石质地的双臂 缓慢地扑向最近的生物 我们三个人通过敏捷地伸手与它周旋 每当它扑向我们其中的一个时 其他人则尝试用强度最高的武器斩断它身上岩石之间的连接 而在魔法护盾的帮助下,它的伤害也变得不那么致命了 我们三人配合无间,逐渐地将熔炉怪的四肢从它的身上剥离开来 终于,这怪物倒在地上动弹不得 我用盾牌试探了许久 看它的身体逐渐被这洞窟之中的水汽冷却了下来,总算放了心 之后我把目光集中在了这几个精灵身上 它们脖子上同样有六角星项链 这些人肯定也是摩洛基之首派来的 其中一个人身上还有字条,上面写着 到黑山部落废弃的矿坑中寻找目标 再像乌山镇那样出错的话,你会受到最严厉的处罚 而落款是两个字母GL 看来,这些摩洛基之首的人 要么是和黑山矿井中矮人失踪的谜团有关 要么就是来这埋伏我的 而没想到他们反而被洞窟中的熔炎怪给收拾了 真是恶有恶报 我们从身后的台阶进去,来到了黑山矿井的居住去 这里每一个房间都还保持着原来井井有条的模样 有野炼室、起菊室、还有种植着各种奇花异草的栽培室 如果我们真的找到了这些矮人线索的话 这里甚至可以直接回来居住 想来这肯定也是贝慈的某种执着吧 这里是那个男孩的家 自己的好朋友和照顾自己的矮人父辈们的离奇消失 让他无法接受 如今的矮人洞窟中居住了许多小野人 他们有些对我们有敌意,而有些则畏惧地望着我们 我只会处理那些会上来找死的野人,而不会滥杀无辜 如今的科技大生产时代,树林也被成片砍伐 他们能找到一处庇护所已然不易了,又何必将他们赶尽杀绝呢 继续前进,我们来到了最深处 也就是黑山士族的议事厅 而这也就是整个矿坑最后的死胡同 一路下来,我们确实没有见到任何一个矮人 在矮人房间之中翻找,也没有找到有价值的信息 看来这就是之前所有冒险者们的极限了 难道我们也要无功而返了吗 不过维吉尔注意到,议事厅的背后似乎有个不起眼的暗门 我看了一下,确实如此,而且这暗门似乎也已经被大量的人发现了 因为上面的锁已经被撬开了 但既然还有希望,我们就不能放弃 于是我们通过暗门,进入了一个挖掘的十分粗糙的地道 这显然不是矮人们成体系挖掘的结果 倒好像是一个临时中的仓促决定 我们刚刚进去没多久,就看到了几具尸体 这提醒了我们前方的危险 我打开照明,更进一步探查以后终于明白了这里的玄机 这是一个密布着各种极为凶险的陷阱通道 之前的冒险者要么没发现这个暗门 要么进入暗门后死于各种各样的陷阱 有的被尖刺扎穿了身体 有的被炸药炸成碎片 有的身中剧毒,痛苦死去 而我觉得这黑山士族的秘密 一定就在这充满陷阱的通道,它的最深处 我们三人小心翼翼地边前进边拆除陷阱 我的魔法对保护身体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 维吉尔敏锐的观察帮我们躲避了大量致死的机关 而马格纳斯厚重的斧子和盔甲则 他们替我们抵挡了许多无从拆除但杀伤力较低的陷阱伤害 实在支撑不住的时候,我们也不会勉强 直接出门休息一会儿再继续 我们三人只是在其中探索就已经无比的艰难 因而我确实无法想象 当初建造着密道的人到底怀着怎样的信念 而这密道又通向何方 这种敬佩与好奇之心交织着支撑我们继续的探索 功夫不负有心人 在我们缜密的陷阱排除策略下 终于来到了这密道的最深处 这是一个房间,打开房门 我惊喜地发现这其中居然站着一个矮人 而且他还活着 终于我们距离真相更进了一步 这矮人此时身体虚弱,奄奄一息 但似乎还能说话 我们三人兴奋地围上去询问 但这矮人却对着我们披头盖脸就是一顿痛骂 我哪里都不去 我配轮实部落的裁决,精灵的走狗 不过他仔细地对着火光看了一下我们的相貌 发现我们并非他所认为的那些人 因而态度逐渐地缓和 就这样吧 随他去了 我只是对我和我的族人感到惭愧罢了 我急忙询问他 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请告诉我 矮人默默地说 这里发生的事情叫做背叛 我自己的背叛,轮实不落的背叛,一切的背叛 陷入无可自拔的绝望 史丹娜和那个孩子 我们都背负着耻辱 从这些只言片语中 我依然推测不出他的准确意思 只好把问题进一步地简化 我想知道你是谁 矮人依旧处于极度的悲伤和愤怒之中 他说 我是黑山部落的古德蒙碾石 我是个懦夫 我是个叛徒 但是 我做了我必须做的事 那么 你的部落在什么地方? 古德蒙抬起头来说 他们走了 他们 去了一个令人绝望的地方 一个充满了死亡和怨恨的岛屿 一个邪恶的审判之地 我知道 对于这样一位可能几十年没有见过其他人 修建了一个极长的充满陷阱的通道 把自己封闭起来的矮人 想要让他敞开心扉 耐心是必须的 我温柔地说 能不能说得更详细一些呢? 他垂下了双眼 指着旁边一个巨大的柱子说 年轻人 你自己去看吧 我在真相支柱上 刻下了一切 我的思维 早已被我的陷阱 还有那些等着我犯错 倒下的敌人那里耗尽了 他们就在这里 我知道的 他们隐藏在一眼之中 而我和我的陷阱 将保卫家园的最后一片领土 致死方休 我这才注意到黑暗之中的那个石柱 古蒙德称其为真相支柱 马格纳斯把火把贴进柱子 我们仔细地阅读了上面的文字 我把这些记录下来 并不是因为自豪 而是我想让人们知道 我,古蒙德也时 对轮石部落的裁决说了不 黑山部落因为向人类传授技术 被认为是对矮人们犯了罪 而被驱逐到了绝望之岛 这种做法不是所谓的复仇 而是十足的侮辱 我把对罗格尔及其部落的行为 留给石头来评判 他们被极端的疯狂蒙蔽了双眼 从而被精灵所控制 曾经最骄傲的部落被强迫地放逐到地界的精灵们所划定的区域之中 战士们茫然地站在那儿不知所措 年师的内心在痛苦地挣扎 但他知道必须有人活下来 必须有人记录下这最黑暗的岁月 看了这些文字 我大概的理解了当时所发生的事 史丹娜和贝茨所做的一切被认为是一种犯罪 而当时统治全体矮人的部落 也就是轮氏部落做出了决定 要将全体的黑山士族放逐到一个叫绝望之岛的地方 而古蒙德注意到 这次放逐的决定或许并不是罗格尔本人 也就是轮氏部落的首领所做出的 而很有可能是因为罗格尔受到了精灵的蛊惑 我告诉古蒙德 我已经看过真相之助了 谢谢你能将一切记录下来 你守护了自己的家园 古蒙德缓缓地说 轮氏部落是部落之首领 他们对矮人的所有事物有权做出最终的裁决 罗格尔是轮氏部落领袖 他驱逐黑山部落的决定一定是被精灵用魔法所迷惑了 随后他提到 请离开吧 我的陷阱需要我所有的注意力 你既然了解了想要的知识 就不要再来打扰我了 我向这位疯狂而忠心耿耿的矮人行礼 随后与同伴们一同退出了他的房间 离开了黑山矿坑 这下我觉得一切都开始明了 黑山士族其实是被矮人自己的王 也就是轮氏部落的罗格尔放逐了 目的地是绝望之岛 这次放逐的决定做得十分蹊跷 古蒙德也就是黑山士族唯一拒绝这一决定的矮人 认为罗格尔被精灵蛊惑 因而一个人修建了这充满陷阱的通道 刻下了真相之柱等待着自己士族的回归 而我们的目的地也十分明确了 那便是绝望之岛 回到塔伦特 我们找贝茨商议了一下目前的情况 贝茨听说了矮人去向以后大吃一惊 原来是他的出逃害了所有人 这位对工人和竞争对手狠心 在工业理事会叱咤风云的大资本家居然开始放声大哭起来 我到底做了什么 这一切都是我的错 之后他平静下来 知道矮人因为自己犯的错误被放逐以后 他想请求我们能否去绝望之岛看看这些矮人到底怎么了 他提到在塔伦特东方的阿什伯里码头找爱德华提起船长就可以前往绝望之岛了 而其他的船夫恐怕是不愿意去那个地方的 那是流放囚犯的地方 如果有船到了那儿可能会被犯人围攻 只有提起船长才有可能接下这份工作 阿什伯里在塔伦特的境内因而是可以坐火车的 但好不容易有游离整个大陆的机会 我还是决定通过马车前往 尤其我们现在的实力已非当年可比了 说不定路上会有什么有趣的发现或者遭遇 再者,我觉得自己在传送魔法方面的修炼已经逐渐的炉火纯青 或许距离最终大魔法的残物也已经不远 到时候我们就可以在整个大陆上随意传送了 从被词官里出来,我知道还有一个人要去造访一下 那便是德西塞尔男爵 我们在黑根站发现了泰伦的据点,但他已经不在了 只留下一个乌鸦有危险的纸条 不知这位男爵是否有其他的线索呢? 他听说泰伦消失也大吃一惊 表明泰伦其实也并没有来得及在纸条上留下新地点的暗号 因此具体情况他并不知晓 可能也只能委托我们在今后的游历之中多加注意才行 马车向东施出了塔伦特 这是一次漫长的旅程 我们要穿过荒凉的莫比罕平原才能前往那个东方的港口都市 路上我们倒也没闲着 野生动物的威胁比以往更多 同时还能见到不少的兽人强盗 相比于塔伦特南方的平原 这边因为气候的原因,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开发 对一般人来说,前往阿什伯里还是要选择舒适快速而且安全的火车 但这些历练只是我个人对精进自己实力的偏好而已 路上我们偶然遇到了一个古代神庙的遗迹 这自然是一次绝佳的锻炼机会 与其他常见的遗迹不同 这里的地城中充满了骇骨 而一路上与我们战斗的 也都是一些骷髅和鬼魂形貌的怪物 还好,这其中并没有过于棘手的对手 我们小心举顿防御骷髅弓箭手的偷袭 用强大的防御魔法、咒术和治疗法术 稳扎稳打来到深处 我们见到了一具与众不同的骷髅 与其他那些贱人就开始攻击的死灵军团不同 这具骷髅居然还有意识 并且开始与我们搭话 他看到我们以后开始询问 你是谁?这么久了,到底是谁来到了这里? 这声音像是从另一个世界传过来的一样 我对那些不直接向我扑过来的生物都会保持敬畏 我说,我是一位冒险者 来到神庙里寻找一些有用的东西 你还活着吗? 骷髅继续说 没错,我还活着 但这是因为我是亡灵大军的战士 我们被诅咒了,必须永世存活不得解脱 那些牧师,他们把我们带回人世 想让我们为摩洛基之手效命 听到了摩洛基之手的名号 我立即精神起来,连忙询问他 你知道摩洛基之手的事,能不能详细地告诉我 这骷髅缓缓地对我说 去大江源头的森林之中 一个叫龙池地牢的地城,找到龙血带给我 让我恢复肉体,我就告诉你 之后他便再也没有说话 没想到这次偶然的探险居然还能得到一些有用的信息 我们急忙驾车向北 来到了纵贯墨碧汉平原西部的这条江水的源头 在附近的村镇询问 一位冒险者告诉我说 传说,大陆上最后一头巨龙的龙血就埋藏在龙池地牢中 但这也只是个传说罢了 因为根本没人敢进入其中探查 我们寻着冒险者给我们标记的具体位置找过去 终于在一片茂密的树林中找到这片残垣断瓦中的地牢 令人吃惊的是,这地牢中的结构 与之前的古代神庙遗迹非常相似 无论是砖瓦的构造,还是铺满了枯骨的地面 似乎都表明了它们具有相似的跃远 这里的怪物也明显比其他地方更加凶猛 我们互相密切地配合,一路斩腰触摸并静悄悄地通过前行技巧 绕过了几个看起来十分棘手的大型怪物以后 终于得以在最深处见到了这流淌着龙血的神秘魔想 我拿出了一个在化学实验室中常用的玻璃瓶 小心翼翼地装了一小瓶龙血之后便赶紧溜之打击 至于这里隐藏的其他财宝带到我们实力更强劲的时候再来取吧 回到神庙的骷髅这里 我在它身上浇灌了龙血以后奇迹发生了 这骷髅身上居然从无到有地开始生长肉体 这些肉体互相连接并最终封闭 而它的脸也从枯骨质上浮现了出来 这是一个气势刚健的军人面孔 一对双眸中透露着掩饰不住的惊喜 我活过来了 这么多年来我几乎忘掉了快乐是什么样子 现在血液再次在我体内流淌 这感觉太棒了 之后它向我表示了感谢并做了自我介绍 我是托里安·科尔 德里安卡的灰色军团将领 听到德里安卡这个名字 我想起马格纳斯也曾经介绍说 这是传说中死亡秘会的名字 我询问说 你都经历了什么 科尔道 我不知道 我是一个战士 从坟墓里被复活 服务于德里安卡的亡灵军团 我曾经参与了一场大规模的战斗 但之后的事我能记起来的就很少了 我从他这里得知了许多有趣的知识 比如 德里安卡曾经是整个大陆上职名的死灵法师寇刚所创立的死亡社团 他们在暗地里研究着黑暗的巫术 同时还了解到 其实一直追杀我们的摩洛基之手也是德里安卡的一部分 他们本来就是效忠扣钢 并受购于死亡秘会的杀手组织 但突然有一天摩洛基之手背叛了组织 一场结设内部的战争开始了 组织内部建立了灰色军团以对抗摩洛基之手 这场战争的原因无人知晓 而这战争的规模是史无前例的 摩洛基之手的杀手们都是训练有素的战士或者魔法师 而灰色军团则是一群不死军团 战斗结束后两败俱伤 德里安卡的威名也从大陆上销声匿迹了 科尔提到他自己已经获得了肉身 今生也别无所求 而他今后的目标是让躺在各处的同伴们的枯骨也能获得自由 在他这里我更深刻的了解到了 关于死灵军团和摩洛基之手的事 看来这次神庙和龙齿地牢之旅同样的不需此行 虽然我邀请他同行 但这位死灵军团的将军还是没能加入我们 他毕竟还是代表着邪恶 与我们的相性不合 如果强行带上这位置邪之人 恐怕也对许多工作的进展没有好处吧 与他道别 我们继续踏上了前往阿什伯里的路 回到了我们目前最主要的工作上来 也就是去港口找到船长 并前往绝望之岛寻找被流放到那里的黑山士族的矮人们 阿什伯里的规模并不大 道路规整 建筑漂亮 海风和棕榈树夜间投下的阳光让人十分舒适 正在我们前往港口的路上 我注意到一个侏儒的市民 正在不断地踢打一条可怜的狗 我看不下去这些对生命无端的伤害 便喝令他住手,便询问他的动机 诸如的说法倒也十分令人同情 这狗跑进他家里,并偷走了食物 也让这可怜人失去了一天的口粮 我给了这诸如几个童子买了面包,打发他离开 并通过治疗魔法治疗这狗的伤口 意想不到的是,它逐渐精神起来后开始粘上了我们 狗是个有灵性的动物,它们也会对自己的主人无限忠诚 我觉得这凶猛而聪慧的动物一定能在未来的历险中派上用场 因而决定带他一起上路 我还给他起了个好听的名字,叫做米莎 米莎兴奋地绕着我们转来转去 维杰尔非常喜欢他,路上经常用法杖斗狗玩 马格纳斯虽然一脸不屑,但米莎扑过去舔他的脸的时候 这矮人一边会拿出手绢擦拭,一边还是会哈哈大笑起来 而在之后遇到的一些战斗中,我们惊喜地发现 米莎其实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战斗力 它的攻击迅捷而且致命 尤其是能出其不意地从暗处进行偷袭 这也算是一次意外的收获吧 在阿什伯里并没有太多可以做的事 我们静止来到了港口,通过各种打听询问 终于我们在一堆形态各异的巨大帆船中找到了爱德华提起船长的船 这位船长一看就是一位饱经风霜的老水手了 他身上结实的肌肉仿佛围杆上最粗的那条缆绳一般 我们上前大话说,是贝茨先生派我们来的 提起则开始吹嘘自己的船 是吗?我等你们很久了 我是爱德华提起刘颖号的船长老水手一条 这可是利刃脚这一带最快的,最惊得住风吹雨打的船了 我收到贝茨先生的话 听说得把你们带到那个鬼地方 无论是那儿的人还是海域可都不讨人喜欢 不过为了贝茨先生,咱还得去,不是吗? 我们一同登船,船长一声令下 骑茨,生翻 随着这艘飞快的刘颖号逐渐驶离阿什伯里 漂泊在无边无际的大海上时,我也逐渐进入梦境 这些天的劳累奔波至少在船上略微休息一下吧 期间一直平安无事,绝望岛就在阿什伯里东方不远 不到三天之后,我们就能逐渐看到绝望岛出现在地平线上 但确实如提起所说 这座岛屿周围的海域有一股极为强大的漩涡和强风 甚至能将船撕成碎片 但船长通过高超的技巧和判断 在一片激流险滩中选择了最佳的道路 并最终成功靠岸 绝望岛是一个十分荒凉的岛屿 作为一个海岛,其主要地形居然是黄土和沙尘 因而也被视为不祥之地,并最终成为了一个流放犯人的地方 马格纳斯一下船就开始晕,吐得一塌糊涂 在海边大家稍事休息一阵 我们沿着道路前进,来到了岛上犯人们居住的营地 绝望岛营地之前 询问门卫,问这里有没有矮人部落被放逐过来的传说 门卫表示,矮人嘛确实有 也就是绝望岛营地的首领,名叫图瓦德 但好像没有见过大量的矮人 如果有什么事的话,可以直接询问那位矮人首领 来到图瓦德的门卫,一个魁梧的半石魔这里询问 这位名叫奥格丁的守卫表明 我们必须参加决斗场的比赛 才能得到进入其中的许可 但我还是用自己的魅力以及修养 让这名守卫信任了我,从而无需参加比赛即可进入 进门前,我还与奥格丁攀躺了一下 作为一个半石人魔,奥格丁的心思却出奇敏感,智商也很高 他提到,他对于自己的来历感到十分怀疑 一个人类和一个石人魔的结合是非常稀奇的事 多数情况下都是其中一方使用暴力的结果 但自己这个种群的人数又非常巨大 如果石人魔犯下了如此多的情报案件 为什么新闻传媒没有铺天盖地的报道呢? 我对于这位半石人魔居然有如此缜密的思维表示了惊叹 当然,我自己对这件事也暂时没有答案 奥格丁作为一个半石人魔 被送到这里的原因居然只是因为他太过于聪明 并且向他的所有者,也就是一位叫做查普林的侏儒,问出了如上的这些问题 看来,这些侏儒们并不欢迎自己的半石人魔保镖参悟出真正的智慧 同时也能感觉出,奥秘大陆上大量半石人魔来历这件事也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了 与他告别以后,我便静止走进了这间绝望岛最大的宅子中 来到那一街,我们见到了绝望岛的首领图瓦德 他是一个看起来其貌不扬的矮人,或许能告诉我们黑山始祖的所在 但当图瓦德听说了我们的来意后,却哈哈大笑起来 他说:"别说黑山部落了,整个绝望岛上就我一个矮人,相信我孩子 如果有其他矮人过来,我会高兴疯的 我问道:"难道你不是黑山部落的人吗?" 不是,我是轮氏部落的图瓦德双石 你为什么会觉得黑山始祖在绝望岛呢? 我提出是在古蒙德念石那里听说的 他是黑山始祖唯一的幸存者 我向他一五一十地讲解了关于轮氏部落将黑山部落流放的故事 图瓦德开始沉思 奇怪,念石是我听说的最勇敢的战士 他为什么变成了一个躲在陷阱里的胆小鬼? 他越听越觉得蹊跷 于是他建议我说:"我确实不明白这件事的前因后果 或许轮氏部落其他人应该知道些什么,你应该去找他们问问 我询问他:"那我应该如何前往轮氏部落呢?" 图瓦德说:"轮氏部落隐藏得很深,需要一个用卡索恩水晶制造的眼镜才能看到入口 虽然我有一个,但我是不会给你的 毕竟我还打算有朝一日回去呢!" 我列加思索以后,想到现在这位矮人的痛点 他被困在这流放犯人的岛上已经多年,一定很想回到奥秘大陆上 尤其是当我们听说他被流放在这儿 只是因为和人在酒馆里起了争执而已 并不是什么滔天大罪 于是我提议说:"我会把你的消息带回轮氏部落 并且我会说服他们接受你的回归!" 图瓦德直勾勾地盯着我:"什么?你能把我带回去?" 随后又吹下眼睛说:"别做梦了,没有人能从这儿离开!" 不过他还是抱着最后一丝希望,小心地问我:"你发誓会把我带离这该死的岛吗?" 我感到这位矮人天真的可爱,还是郑重其事地告诉他:"是的,我发誓会把你带出去!" 图瓦德听到我发誓之后,从背后的箱子里把那个卡索恩水晶的眼镜交给了我 并且标出了轮氏部落所在矿坑的位置 由此,我们下一步的目标也已经决定了 去这一切的源头,轮氏部落,还原当初放逐黑山氏族的那个真相 离开以前,我在营地中还询问了许多人看有没有什么合适的活儿可以做 毕竟离开了这里之后,或许很难回归了,我想要进一步挖掘一下,看这里还有什么隐藏的线索没有 从图瓦德的大宅子出来,我第一眼就在角落中看到了一位衣着十分华丽的女性 这和营地中大量其他的男性犯人格格不入 她虽然身材瘦弱,但脸上依然透出了一丝秀气 作为一名绅士,我不禁上前询问,你是,我是来岛上访问的冒险者,不知你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这女人看起来心情沉重,她神色慌张,悄悄地对我说,你能不能把我带出营地呢? 我松松坚说,发生了什么,你为什么想离开呢? 女人开始轻声地抽气起来,她说自己名叫辛西亚伯格斯,就出生在这里 那些设计了监狱的家伙从来没考虑过犯人的子女抚养问题 结果,她的母亲去世以后,自己便不停地被绝望岛营地中的其他男性犯人凌辱 被当作公众财产一样对待 而她听说绝望岛的东北部有一个永牧女子部落会接纳这些可怜的女人 我本以为她是这里的佣人,没想到她的遭遇居然如此悲惨 于是我打算帮助她,她递给我一个白色的头巾 说只要佩戴着头巾,就不会被女子游牧部落的人袭击 绝望岛并不大,我们沿着道路到东北的游牧女子部落询问这里的首领 然而这些女性盗贼表示要让辛西亚伯格斯自生自灭 而在我的舒服之下,他们才给了我一把手枪让我交给她 说如果她能凭自己的力量逃出来,就是老天要帮助她 否则她们的部落也并不需要这些连自身都难保的人 尽管这些女性盗贼十分无情,但我还是决定自行帮助辛西亚掏出来 回到营地,我从外面把营地东北的一个窗户所打开 研究好了守卫的巡逻路线 在恰当的时机告诉辛西亚说,快,跟我来 我的路线完美避开了所有的守卫,并且我帮她从东边的窗户跳了出来 之后马不停蹄地向东北赶去 终于,我帮助这饱受凌辱的女人逃离了魔窟 她并没有什么实际的报酬可以支付给我,但还是将她自己的白色头巾给了我 这充满淡淡清香的头巾也成为了我与她这段救赎旅程的一种特殊纪念 回想起来,不禁能嗅到一丝浪漫的气息 营地的西南角有一位酿酒的老人,名为了诺里安 他想委托我们将一瓶酒交给一名叫做马克西米利安的老头子 他就住在围墙外荒郊野外的一个房子中,而报酬是另外的一瓶酒 这种纯粹跑腿的工作我倒是也不讨厌 出门到马克西米利安的家,见到了这位头发苍白的老者 他虽然一身破衣烂衫,但脸上英气十足 以我的经验看,这位老者一定不简单 至少曾经是一位地位很高的贵族 我上前说:"你好,我从绝望岛营地把你的酒带来了 这老者见到酒以后大笑,说:"谢谢你,陌生人 他肯定是要回职的,你稍等,我给你写个纸条 我趁机询问他,我看您气宇不凡,能讲讲自己的经历吗?马克西米利安先生 他到处半杯酒抿了一口,脸上露出了幸福的笑容,似乎兴致也起来了 他平稳地对我说:"你说的对,孩子,过来,我来给你讲讲我的故事 毕竟,之后等我入图以后,或许再也没有人能知道这些了 告诉我,朋友,你知道一个叫做坎布里亚的王国吗? 他的首都叫邓霍姆,国王是普利特一士 我随口说:"我听说过,但所知有限,老者继续说 曾经坎布里亚是一个强大的王国 甚至矮人和精灵都会来到人类的王国朝贡 龙骑士团是一个令人敬畏的军队 但现在,那个国家只剩下了过去的荣光 老的传统让步于新的思路 这个国家与潮流脱节了 我询问老者,据说当时抵制科技的运动很激烈,对不对? 马克西米利安叹了口气,说:"是的, 那时的国王是聪明勇敢的王者陀伦 他很硬派,但却顽固 他很坚强,但却不知变通 他没有意识到坎布里亚进一步增强实力和锐意改革的必要性 他颁布了禁止科技的法令,组织法师议会去执行 之后,这个国家的衰落就只是时间问题了 当塔伦特最有争议的领土提出要求的时候 坎布里亚终于尝到了苦果 军队被屠戮殆尽 龙骑士团在敌人的枪炮之下全军静默 古老的荣光一去不凡了 这位老者喝了一口酒,贫富心情 我能看出他内心的胶着 他看向远方,继续说 托伦国王,他也阵亡了 他指挥了龙骑士团的最后一次冲锋 最后和其他骑士一样,他被火枪打死了 这时我似乎意识到了什么 我说,马克西米莲先生,可是这些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老者并没有理会,他继续说 托伦有两个儿子 长子相信革新的道路,而小儿子只相信权利 于是,老国王设立的法师议会暗暗地支持小儿子 议会控制了国王小儿子,并且捏造了证据指控长子有叛国的罪行 长子被连夜地拘押,并且被流放,致死不得回国呀 说到这里,其实我已经明白了 这位老者的眼睛,他的脸都和普利士一世的长相十分相似 面前这位老人其实正是邓霍姆的王长子本人 我迅速地单膝跪地,行李说 王长子,邓霍姆的人名在等你回去 看到我的慌乱,这老者倒是十分冷静 他说,你不必多言,朋友 你坐在这里静静地听我讲述我的过去 我已经深感欣慰了 对过去的事我已不如牵挂 岛上的生活虽然艰苦 但至少让我学会了独处,学会了接受命运的期许 我在坎布里亚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我的弟弟那时还年轻不懂事 身为国王国事操劳也不容易啊 之后他的思绪似乎被带向了遥远的西南方 你知道,我有时还会梦见自己的祖国 邓霍姆的石墙,起伏的山巒和西谷 龙骑士团出阵式的嘹亮军号 我时常醒来却不知身在何方呢 我请问他,王长子 有什么我能力所能及帮到您的吗 马克西米利安说 当年的龙骑士团首领叫瓦伦·佩尔达尔 他是我的好朋友 如果他活着,请悄悄地告诉他 我在这里 我想很高兴有他能陪在我的身边 但我知道的是,这位龙骑士团的首领已经死了 我告诉他,马克西米利安殿下 这位伟大的首领已经死世了 他的女儿莲娜还在世间 他略微有些震惊,随之誓然 说,也许坎布里亚王国里还有一颗燃烧的心呢 请找到莲娜,请务必告诉他我在这里 如果他愿意的话,或许能和我聊聊关于他父亲的事 年轻人,请不要在一个老头子这里浪费时间了 祝你未来的道路脾气太矮 我们怀着敬意退出了这位真正王长子的房间 回到绝望岛的营地 交了送酒的任务以后 我们发现目前的岛上已经无法获取其他信息了 因而决定离开绝望之道 返回船长这里,他见到我们上船 也并不多话 只是简单地安排水手们起毛生翻 船向阿什伯里驶回 疲惫再次开始袭击我的大脑 整理了一下这段时间发生的事 我们前去了黑山士族的矿坑 在里面见到了黑山士族唯一的幸存者 古蒙德和他客家的真相之助 按他的说法,矮人们被放逐到了绝望岛 但当我们来到绝望岛寻找 但实际上却完全不见踪迹 好在这次绝望岛之行并非一无所获 我们从这里的矮人首领图瓦德 拿到了进入轮石部落必备的眼镜 轮石部落是当时决定放逐黑山士族的矮人首领所在的部落 而现在,或许只有做出了这次放逐决定的轮石部落 才能告诉我们事情的真相了 米莎在我的身旁全驱着 维吉尔一声不吭地望着大海 马格纳斯则又一次磨礼他的斧子 但最令我动容的是爱德华船长 他面对大海时的那份从容令人羡慕 他的乐观也鼓舞了我继续前进 我沿着船长的视线注视着远方 突然间似乎顿悟了传诵学派大魔法群体传诵的奥义 尽管现在的局面令人沮丧 但无数挫折已在精进我的魔法和力量 而这些成长让我逐渐开始乐观起来 我相信今后一定能在轮石部落中找到关于黑山士族 关于贝茨 关于西风号上的矮人 以及关于我自己的真正的答案 让我们稍微回顾一下自从西风号坠落之后的 这段冒险旅程 那艘飞艇遭受了奇怪飞行器的袭击之后坠毁 我是唯一的生还者 一位剃了胡子的矮人在弥留之际告诉我去找一个男孩 并警告他说黑暗将临 随后我遇到了帕纳利教的维吉尔 他把我当作了纳斯鲁丁的转世 在后面的旅途中 我又被一个叫做摩洛基之手的杀手组织追杀 我们找到那个男孩吉尔伯特被辞职后 想进一步从那个矮人所在的黑山部落中了解真相 但从古蒙德碾石那里获知 黑山部落被轮世部落放逐到了绝望之岛 但我们前去绝望之岛上却并没有发现黑山部落的痕迹 一切事情的矛头又都指向了轮世部落 绝望之岛有传送魔法的结界 因而岛上和附近海域是无法使用传送魔法的 在阿什伯里上岸之后才能使用 轮世部落在灰色高岭南方的山脉 我闭上双眼集中精神 运用全部精神力师斩传送魔法的同时 突然被一阵更为强大的力量打断 这力量如同来自其他的未免 直接影响了我的精神 尽管望向四周时发现我们已经到了灰色高岭 但面前却站着一位陌生人 他身着红色长袍身材高大 当我望向他的脸时却发现都冒中的脸 如同黑洞一般深不可测 根本无法辨认 他用听起来非常阴险狡诈的声音对我说 你好旅行者 似乎你在寻找答案 或许现在就是我为你解答的时候 我第一反应是施展魔法攻击 但我的身体仿佛被束缚住 思想也无法集中 面前这个人拥有远高于我的实力 维吉尔小心提醒我说 这是幻象魔法 面前的家伙并非真人 一会儿我们应该就能动了 于是我也只好与他开始答话 你是谁 为什么把我们困在这里 这红袍客却反问我 你不是纳斯鲁丁的转世吗 你不认识你的老对手了 我反应过来问 你难道是阿罗纳克斯 红袍客大笑继续说 你还记得我怎么对付你可怜的精灵议会的吗 你还记得整个奥秘大陆是如何在我的力量之下站立的吗 当心这些又要再次发生了 无论胆小的纳斯鲁丁躲在你的骨头里还是在墓碑之下发烂 我的重生已经开始而你无力阻止 一切都将在我面前毁灭 记住我告诉你的 阿罗纳克斯已经回到了奥秘世界 随后这红袍客施展了吸取精力的魔法 让我们所有人都精疲力竭地倒在地上 之后这幻象便消失了 经历了这么多磨难 以及这次来自黑暗的警告 我反而更加坚定 阿罗纳克斯这事怕了 他知道自己那些可怜的把戚不过如此 如果他足够强大 捏死我如同捏死蚂蚁一样 那他早就这么做了 他向我传递信息,表明了他知道我才是这一切的关键 他要么还没有足够的力量真正返回 要么惧怕我探究出事情的真相而破坏他的计划 如果是他执意要将黑暗带回奥秘 那就让他接受圣光的正义审判 轮石部落的入口就在灰色高领的岩壁上 果然必须戴上卡索恩水晶眼镜才能接入 迎接我们的是个守卫,我告诉他事情紧急 必须见轮石部落矮人王 我将事情的前因后果向他表明 守卫答应帮我们通报 见到此时的矮人王兰道夫雷时 他是罗格尔的儿子 而其实罗格尔的大名,奥秘大陆上的人多少都听过 他是结束了矮人部落战争的英雄 也是曾经所有矮人的王 但不知为何他就退位了 我们向他解释来到此处的缘由是寻找黑山部族 并去告诉了他,我们去过了绝望之岛 并证明了古蒙德免时所言非虚 兰道夫听说这件事居然摆出了吃惊的表情 他说,见鬼,让他们见鬼去吧 我敏锐地捕捉到了他们这个词 赶紧询问,你是说那些精灵吗 兰道夫说,这是个古老而不光彩的协议 我的父亲,伟大而坚定的罗格尔雷什,所有矮人的王 他将矮人们从部落战争的漩涡中拯救了出来 但这件事也伤透了他的心 他和邪恶的矮人法师罗雷克在果格斯小禁决战 并烧死了一万名矮人同胞 这一切开始让他神经治起来 当他听说精灵要求放逐那些矮人并以战争威胁的时候 他想到了战争的残酷 为了防止战争,答应了精灵,签下了协议 但当他回到家,当他想到即将失去那些弟兄的时候 他开始垂胸顿足,失声痛哭 那是悔恨之泪 洞穴因他垂打石壁而颤抖 他撕裂身上的衣物 他任由自己的身体撞击在墙壁和地板上 鲜血见证了他的悲伤 我大概猜到了事情的前因后果 罗格尔想必是因为愧疚而退位了 我想知道这位罗格尔王现在何处 想向他详细询问关于精灵的事 那些精灵为什么要放逐黑山始祖 不过,兰道夫好像并不愿意透露罗格尔的去向 他只提到自己的父亲戴着心爱的斧子消失了 步入了古老的洞穴 而罗格尔也从未透露过精灵和他谈判的具体内容到底是什么 这时我开始引导兰道夫,你一定知道他在哪里,对不对 兰道夫仿佛被看穿一样,急切地辩解说 并没有,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这么想 我尖锐地指出,你是他的继承人 你应该早就去找过他,他的位置你很清楚,对不对 他看对我无从隐瞒,只能继续叹一口气,说 好吧,或许我们可以深入聊聊 父亲罗格尔之所以离开,还因为他觉得自己背叛了矮人的哲学 矮人的本质和道德转神,通常可以理解为石头与具象 我默默地把这些难以理解的词汇在心中多念了几遍 石头与具象,这恐怕是矮人独特的立身哲学 我虚心请教兰道夫他们的含义 矮人王看我似乎悟性还不错,继续对我说 所谓石头,指的是矮人的品格,他用恒久和坚定来定义 随后他继续用山岭、熔岩与河流形容石头 我大概理解了,所谓石头就是矮人秉性之中不易改变的东西 他们坚持的信仰 我继续问,那么具象呢? 石头是矮人被雕琢成的样子 而具象则是矮人后来所采决的 它解释了我们的目的和言行 正如石头也有许多种,花岗眼、叶眼、大理石和水晶 兰道夫看我似乎还能跟上他的思路 便进一步解释 具象决定了石头能改变成的事物 如同碎石能做成打火石 如同矮人能做成矮人王 具象来源于石头,石头依赖于具象 你能理解了吗? 虽说这矮人的哲学听起来有点让 但其实还是很清晰的 石头就是矮人本质,而具象应该就是矮人的职责,表达和外在 兰道夫叹了口气说 我的父亲离开我们 就是因为他觉得允许精灵对自己弟兄的放逐 背叛了石头 朋友,我很高兴能与你共享这些想法 希望你能理解 也许你是对的 我应该告诉你父亲的所在地 其实我每天都会见到他 他就住在掘机矿洞的深处 我这里有一个密道,直接通往他的局势 你自己去寻找答案吧 说完,他打开了往左旁的一个石门 这间石门中有台阶通往下层 我们向兰道夫表示了感谢 之后走下台阶,来到了掘机矿洞之中 果然没有行走多远 我们就遇到了这位真正的矮人王,罗格尔 他此时衣不蔽体 浑身的肌肉都像石头一般粗糙和坚硬地裸露在外 他正抱着自己的灾恶之腹垂头而坐 尽管蓬头垢面,却遮不住王者的霸气和威脸 见到我们进门,他将斧子立起来 厉声地询问我们道 是谁胆敢惊扰雷石的自我流放? 我们赶完结识说 请原谅我们,二人王 是兰道夫同意我们前来见您的 我们有黑山士卒的消息 他面容上的杀气逐渐的平和 斧子也放了下来 什么?你怎么知道这些?快说 我们一五一十地将至今我所知道的所有的事都告诉了他 对这位能将自己关起来自我流放的国王,我知道 尽管他做出了放逐黑山士卒的决定 但他依然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 罗格尔沉默许久之后开始自责 看来我的罪恶比我想象的还要大 无可饶恕 我应当接受比自我流放更严厉的惩罚 之后我们询问他当时决定放逐黑山士卒时的具体情况 他的目光似乎穿越了洞穴的墙壁 开始缓缓到来 那是一位精灵使节 他受到银女士的派遣而来 他们认为蒸汽机在人类的蔓延对世界的平衡造成了迫害 比影响了精灵的生存 他们的森林被高科技蒸汽动力伐木机砍伐殆尽 整个墨壁汉森林都变成了坟场 我询问矮人王 为什么科技在人类中传播的如此之快呢 卢格尔解释说 人类的生命过于的短暂 他们每一个行为都是因为恐惧 对死亡的恐惧 人类面对任何情况都会从他们必死的命运出发来看问题 这种恐惧阻碍了他们的判断 蒙蔽了他们的良知 人类会先行后思 最后才会用心灵去感受 被词面对矮人的蒸汽机 他的第一念是他能做什么 而矮人则会思考他的代价是什么 这就是人类 人类极少能品尝到他们亲手造成的恶果 原因很简单 因为人类的寿命太短了 卢格尔进一步说明了为何当时会与精灵达成交易 尹女士是精灵女王 比我还老 使节告诉我 尹女士对精灵的损失悲愤异常 我知道 她和森林连在一起能理解森林的痛苦 我听从了她使节的建议 因为使节说 如果黑山部落不被流放 精灵就会与我们开战 而知他们要用战争要挟时 我十分的震惊 但我也要为自己的人民负责 你知道 我见过矮人的尸山血海 也许是恐惧蒙蔽了我 我悔恨这一切 如果让我再选一次 即便要与整个奥秘大陆为敌 我也不会放逐亲爱的人民 我想起刚才从兰道夫那里听到的石头和具象的哲学 我想让他再度的振奋起来 也要认真地告诉他 洛格尔陛下 看来你的石头依然真实 洛格尔惊讶地看着我问 你为什么知道石头的本质 我告诉他 是从他聪慧的儿子那里获知的 矮人垂下眉毛说 这是需要终生的时间加以践行的理想和信念 你是不会懂的 我进一步说服他 从错误中学习经验 是对具象的一种重定义 它也是生命的一部分 洛格尔觉得我说得很对 但仍然犹疑不决 他说 可是我仍然应当承担英寿的惩罚 我背叛了自己的石头 而我则反驳说 失败的不是你的石头 而是你的具象 你要做的是修正自己的具象 而这必须让你重新承担起矮人王的职责 才能实现 洛格尔似乎想通了什么 他表示 谢谢你 陌生人 你让我感到羞耻 你的话语尖利 一针见血 我一直被羞愧蒙蔽了双眼 你说得对 我应该回去 我应该为人民补偿这一切 我会回去的 我还将使国王以雷石之名我发誓 于是 这位矮人王被我成功地说服 重回王位 这或许对矮人的未来有深远的影响 随后我开始询问 关于黑山士族下落的问题 罗格尔提出 是精灵的使劫前来进行交涉 以战争胁迫罗格尔将黑山士族流放 尹女士住在昆塔拉位于微光森林之中 那个使劫团是由一个叫做敏格拉德的精灵派遣过来的 罗格尔承认 现在冷清下来看 整件事都充斥着一种欺诈的气息 罗格尔并不知道敏格拉德是否是尹女士直接派遣的 我思考了一下 如今恐怕必须去找精灵女王尹女士才能找到接下来的线索了 按照罗格尔所说 尹女士决定对黑山士族进行流放 而又和一个叫敏格拉德的人派遣的精灵使劫有关 他们二者真的是同一势力吗 我询问罗格尔应该如何前往昆塔拉 他沉思了一会儿说 我们只知道昆塔拉在微光森林 具体的位置一直是保密的 静水镇就在森林的边缘 或许你可以在那里找到一些线索 随后他将静水镇的位置在地图上标注了出来 接下来与这位矮人王道别 我看了一下罗格尔提供的来自敏格拉德的字条 上面的确是用尹女士的名义对矮人进行威胁 传说中精灵女王尹女士是位同情达理的统治者 她真的会做出如此的下策 以战争威胁其他的种群吗 看来这位敏格拉德也是一个关键所在 离开矮人王的居所 我们来到轮石部落的居住区 稍加休息整顿 这里不愧是矮人的中心部落 地下的各种科技设施应有尽有 矮人们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各种劳动 热闹非凡 马格纳斯这位市井矮人 终于见识到了真正矮人们的日常生活 也觉得十分开心 这也坚定了他寻找到属于自己部落的信念 我们在几家商店交易了一些冶炼用品后 来到了一位矮人历史学家的店铺中 与这位名为埃里克的矮人攀谈起来 我得知他最近正在研究矮人的神话传说 并且还挖掘出了一个古老的矮人钉头锤子 而让所有人惊讶的是 这锤子的饼居然是空心的 里面藏着一张看起来十分古老的蓝图 它指示着某种钥匙的冶炼方法 而这钥匙或许指向失落的部族钢铁部族 埃里克委托我们去调查钥匙的冶炼方法 以及钢铁士族的位置 我自然答应下来 决定在旅途中如果找到线索的话 就帮他继续探寻矮人们失落的历史 在士兵宿舍 有另一位叫做瑞斯恩铁心的矮人战士与我们交谈 他想让我们给石匠部落的兄弟传个口信 他的兄弟去石匠部落已经15年了 到现在还没有阴线,不知那边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时我们也顺便答应了下来 铁心也在地图上把石匠部落的位置标注了出来 从轮氏部落出门 我们前去了微光森林边缘的小镇 净水镇 准备打探精灵之都昆塔拉的位置 净水镇是大陆北方一个于世隔绝的小镇 与微光森林的入口相接 一进来,我们就看到了镇子里的巨大雕像 净水镇巨人 这是传说中只出现在净水镇附近的奇怪生物 但似乎至今也没人见过 到这里除了打探昆塔拉的所在以外 维吉尔提醒我说 瓦金曾经提到可以找这里的旅店老板询问 他似乎还给我们留下了口信 老板翻了半天确实找到了一些东西 瓦金留下了一个小册子 我们翻开来看 在小册子的匪页上瓦金留下了一段话 那些一直试图杀掉你的人看来就是摩洛基之手的参与部下 这个组织很久以前一直充当着死亡军团 也就是德莲卡的刺客 我找到了一些有关他们来龙去脉的记录 看上去他们并不是那种坏人 说不定只是被人利用了 但现在形势危机 请绝对不要贸然前来找我 放心 我迟点会跟你接头的 而这小册子剩下的篇幅所描述的 是摩洛基之手失落的历史 其中提到了摩洛基之手的首席刺客崔里安 之所以要背叛死亡密会 好像是因为他找到了死灵法师寇刚的一封亲笔书信 其中的丧心病狂和对世界的憎恶 让这位首席刺客无比的厌恶 崔里安书卷中的其中一页还提到了 主人那不得见光的秘密就隐没于石头之中 这或许与扣刚的某个废弃的实验室有所关联 也就是说 崔里安摩洛基之手的头头 是发现了自己主子扣刚的邪恶从而被判的 那么这个组织为什么还要继续追杀我呢? 恐怕这件事依然有大量的疑点存在 维希尔脸色突然阴语下去 说最终我们还是命运的棋子 做着命运安排的角色 有时候这角色根本就不适合我们 但我们也只能尽力 我总觉得维希尔有事情瞒着我 但在我的追问之下 他只是说 我曾经出了些事情 因为我当时太笨了 也太懦弱了 我所肩负的担子 它们不会消失 它们时时出现来让我承担 出了混 迟早是要还的 我们继续在村子中打探消息 北方的小屋中 我们遇到了一个精灵贵族 名为莫斯 我们询问莫斯昆塔拉所在的位置 他似乎知道 但并不配合 只是打起雅弥来糊弄过去 我通过自己的智慧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我只是说遇到了极为严重的事 却一直避而不谈遇到了什么事情 终于激起了莫斯的兴趣 他发现我们居然是一个和他一样有打雅弥的恶趣味的人 决定帮助我们找到昆塔拉的位置 但他提出了要求 希望能把传说中净水镇的巨人带过来 要找到这净水镇巨人又含何容易 这几百年时间内都只有传说无人见过 莫斯建议我和西宾顿谈谈 他是净水镇巨人的专家 来到专家的家中询问 果然一提到净水镇巨人 他就会开心的跳起来 当即给了我一些耳料和一个笼子 说用他去后山就可以抓到净水镇巨人了 我看了看这笼子 仅仅普通的兔龙一般大小 又如何装得下一位巨人呢 但西宾顿却说 装不下就对了 那净水镇巨人本来就是一只蓝色的兔子 漫浮狐疑中 我们拿着笼子来到后山 果然在山洞深处见到了一个蓝色兔子 我们在米莎的帮助下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捉到了这兔子 但在返回西宾顿这里后 这神经质的学者却突然又说 那么就请你们将巨人送去塔伦特检验一下吧 我哭叫不得的询问 这兔子不就是净水镇巨人吗 为何还要检验 学者用不置可否的语气提出 任何学术假设都需要检验不是吗 请将他带给塔伦特动物学会的特里斯坦·芬威克博士 这位芬威克博士我倒是有所耳闻 还好现在跑腿的工作都可以用群体传送来解决 于是我们传送回了塔伦特 并在塔伦特大学找到了这位动物学会的博士 然而当我们告诉芬威克博士 让他验证手上拿着的蓝色兔子 是不是净水镇巨人的时候 这博士用看白痴的眼神看着我 我爱死你们的幽默了 一只蓝色的兔子 颜色涂得还不错 他用不容智慧的语气告诉我 净水镇巨人就是一个谣言 西奔顿那个香巴佬根本没有任何证据 帕奈尔博物馆里那个净水镇巨人毛皮则是冒牌货 临走之前我注意到这里陈列的一个巨大的箱子 似乎写着杜林之石 而这个名字我好像在轮氏部落的历史学家那里听说过 于是我默默地记下了这个铁箱子所在的地方 来到塔伦特著名的展览家和收藏家帕奈尔这里 看到广藏陈列的净水镇巨人的毛皮 我们与这位贵族商议能否将毛皮卖给我们 但他一出价就是两千 尽管心中有个邪恶的安杜因在怂恿我找威吉尔把他引开直接偷出来 但我还是压抑住心中的邪念 唠唠实实地交钱 把毛皮拿在手上把玩 仔细地分辨一下 这毛皮确实是牛皮所伪装的 在塔伦特 我们还顺便给贝茨先生汇报了一些目前的进展 传达了轮氏部落首领罗格尔对这次精灵世界团怂恿耀人放逐黑山部落的事产生了怀疑 因而我们准备去经理那边一探究竟 贝茨先生对我们的进展十分高兴 并且资助了我们四百金币作为平常的开销 接下来传送到净水镇找到莫斯,把毛皮给他 我说,这毛皮是从帕内尔博物馆偷来的 但只字未提着毛皮的真伪 于是莫斯西满一族地收下了净水镇巨人的毛皮以后 给我们标注了昆塔拉在微光森林中的位置 不过要前往微光森林内部,需要先穿过一处山间小径 虽然完成了我们最初的目标 但净水镇巨人这事总是显得有些没头没尾 质疑他是不是真的,或许只能留待后人去发现了 轮氏部落的铁心曾经委托我们调查他兄弟在石匠部落的下落 于是我们传送到了位于黑山士族南边的石匠部落 看入口我们就知道了,这部落好像已经废弃了 如同黑山士族一样,矮人们不见了踪影 不同的是,这次其中并非住着狼群和小野人 而是充斥着骷髅和僵尸 这不禁让我想起了古代神庙和龙池地牢的情况 莫非这其中也有死灵法师作祟? 继续深入,我和维吉尔用魔法驱赶死灵 马格纳斯回动斧子砍断骷髅们骨头的连接 勇敢的米莎则咬碎了一个个僵尸的头颅 在熔炉之间,我们联手除掉了一个不断召唤死灵的黑鞋法师 在旁边闪烁光芒的墙壁上,我们找到了一条暗道 静止走进去会发现一扇门 终于我们找到了在这石匠部落中的矮人的下落 谢天谢地,他们并没有像黑山士族一样完全从里面消失 不过他们是被反锁在屋内的 因此,与其说是被关进去,不如说是自己逃了进来 矮人们解释说,他们在古老的洞穴中找到了一个巫师的实验室 通过他的研究笔记,矮人们推演出了一套能够重现那个巫师所做的事情的方法 也就是用科学的原理去使用魔法的能量 他们居然自己摸索出了死灵法术,并制造出了僵尸和骷髅,还唤醒了大量的死灵 但这些东西并不受矮人们的管束 死灵法术失控以后,矮人只能逃进这间小屋之中,慢慢地忍痛挨饿并等死 为首的矮人就是厄兰德铁星了 他给我们一把通往地下储藏室的钥匙,并建议我们说 如果要去那个巫师实验室的话,一定要小心 我对此自然是毫无畏惧的 拿上钥匙,我们直接前往隐藏在最深处的地下储藏室 这里的尽头有一处破碎的砖墙 凿开墙壁,突然有一只蝙蝠从中飞出 我预感不妙迅速给全员加上了防护魔法和敏捷魔法 比举盾小心摸索前进,维吉尔迅速释放照明术照亮战场 我们瞬间倒吸一口凉气,一只巨大的身穿铁甲的锤魔挥舞着双手巨剑朝我们冲了过来 我赶紧安排马格纳斯举盾防御,之后摸了摸米莎的后颈 这条充满灵性的狗搜一下,从锤魔的胯下钻到了他的背后 并敏捷地踩着盔甲上的凸起,爬上了锤魔的左肩 我们挡住了锤魔第一下攻击以后,这魔物开始甩动身体,试图将米莎甩下来 而我则趁此机会,尝试用解除武装将锯剑从他手上除去,但却未见成效 之后米莎在锤魔的肩膀上摇摇欲坠时,我灵机一动,施展传送术,将米莎传至角落之中 只见锤魔的肩甲也随着米莎一起被传送 马格纳斯一斧子直接砍中锤魔的左肩,我则借此机会成功施展了解除武装 失去了巨剑,敌人难以支撑我们法术和物理的攻击很快就败下阵来 他的身体化作一团烟气,而中空的盔甲则散落一地 这场战斗不算特别艰难,我们互相施展治疗魔法以后,开始探索这个废弃的实验室 我们很快发现,这其实就是当年那个传说中的死灵法师精灵议会中少有人名为寇刚,生前研究死灵术的实验室 出题中能找到一本他的研究笔记 稍加阅读以后会发现,寇刚曾经也是一个充满良知的法师 在精灵议会中是纳斯鲁丁派 他为了证明自己作为人类不比精灵差,在研究之中误入歧途走上了死灵法术的道路 并准备以此为筹码,博得纳斯鲁丁的信任 笔记中记载,他在一次实验中成功复活了一些山师之类的动物 并实现了将灵魂从生物肉体中抽取出来 但随着他好奇心的增加,他的良知在不断被侵蚀 口刚终于准备用墓地里的人类尸体做实验了 随着他的理论被一句句的尸体的复活所验证 他笔记中的语气也开始转变,似乎从一位充满良知的人类法师 逐渐变成了偏执、自大、执着于死灵之术并崇尚力量的暴君型人物 最终,义惠发现了扣钢的所作所为 义惠认为这种研究非法而且邪恶 在阿罗纳克斯的主持之下,扣钢被放逐到了大虚空之中 而这本研究笔记就是他最后留下的记录 无论如何,这位扣钢法师以及他死后形成的德里安卡 还有德里安卡招募的摩洛基之手似乎都与我的命运有许多联系 但此刻我们还并不知晓 从矿坑离开,我们准备启程前往昆塔拉 从山脉南部的间隙不断前进,我们最终见到了微光森林的入口 一旦进入森林,魔法结界就消失了 于是我们直接通过传送来到了昆塔拉 这是一处建在半空中的都市,以巨大的树木为依托 精灵们建造了恢弘的林间都市 大量的建筑利用了树木之间的树枝交错连接自然形成 其中蕴含了多少鬼斧山工的雕琢 却又丝毫没有伤及三林本身 这是精灵特有的,对大自然的呵护 城市的入口,两名全副武装的守卫拦下了我们 他们看我们并非恶人,别放我们通过了 通过旋转楼梯来到了都市中央 精灵之都中弥漫着魔法的气息 林间的小妖精和引火虫 会不时从树缝之间偷看我们这些陌生人 每一棵大树有都仿佛在低语议论 在昆塔拉漫步的游客很容易陶醉于花和树叶的香气之中 而无法自拔,连米莎这时也安静了许多 在参天的树顶之上俯瞰大地,一片苍茫 我仿佛能遥想到纳斯鲁丁当年也是在此观察世间 并以他博大的爱呵护着云云众生 正是要紧,我们还是来到银女士所在的宫殿之前求见 而宫殿外的一名女性精灵瞬间的抓住了我的目光 她五官秀眉可爱,身材矫健洒爽 一头长发,一身黑衣,明亮的绿色眼眸中荡漾着涟漪 一瞬间就击中了我的心 她注意到我靠近宫殿,过来询问我说 你好,陌生人,我是精灵女王的女儿瑞文,需要我的帮助吗? 我这时心神有些错乱,赶紧整理了一下情绪说 抱歉,瑞文,我想找到您的母亲,也就是精灵女王尹女士谈话 瑞文的微笑仿佛将我融化 她说,面接母亲是一种荣誉,不是能轻易许可的 昆塔拉的日常事务目前由我负责 不过她随后又提到 正好,目前我们正面临一个和人类有关的问题 而你也正是一个人类,说不定可以帮我们解决一下 到时可以让隐女士临你前面 于是我洗耳恭听 瑞文继续说 有一群人类在附近扎营 我们想在尽量不伤害他们的前提下劝他们离开 你或许是最适合做这件事的 最后,瑞文将猎鹰圣地的位置标在地图上 我釜山行李正准备离开,却被瑞文叫住 她说,听好人类,猎鹰圣地是精灵们的一块神圣家园 是曾经的猎鹰女王的凋零之地 请不要让人类的血液污染了那里的空气和水源 告别瑞文,我们打开了地图 顺着河流逆流而上来到了猎鹰圣地 果然这是一处风景优美的场所 动物们和谐相处,植物五彩斑斓 颤颤的溪流静静地注入了寂静的湖面 颇感心旷神怡 前方一转,我们果然看到了一群人类在此安寅眨寨 他们从马车上卸下了各种与此处显得格格不入的钢铁和机械设备 似乎对这片森林有所图谋 我上前询问他们的领队威廉·班奇 您好先生,我能跟你聊聊吗? 班奇热情地朝我打招呼 您好先生,真没想到在这里还能碰到其他人 我是托林斯谷伐木公司的测量员,在这边探查资源存量 随后上报公司,这可是很规范的工作 正如之前我的敏锐直觉总是能帮助自己观察到人类的谎言 这次也不例外 于是我准备从此处着手,劝告他们离开 班奇先生,请原谅我,刚见面就必须板着脸说话 恐怕你们必须从这儿离开 我们已经从土地委员会获得了此处的合法开采权 班奇挡住自己的那些准备一言不合就冲上来打架的下手 脸上挤出了一次笑容说,陌生人,我看应该让你离开才对 这是我们公司购买的私人土地,白纸黑字写得明白 我进一步虚张声势 恐怕如果你知道我是代表谁的话,就不会用这种语气说话了 班奇好奇地问道 先生,你代表谁?难不成是我们的竞争对手 威克斯塔尔木料公司的家伙 我提高音量说,你猜对了一半 我来自塔伦特,代表吉尔布特贝茨先生 很明显,班奇吃了一惊 贝茨?那个男人为什么会对木材感兴趣 我们伐木机的引擎就是他提供的 这家伙难道想整个产业通吃了? 我顺着他的话说,没错,他早就看到了木材生意的上限和潜力了 还是说你在怀疑贝茨先生,你在怀疑他的投资眼光吗? 班奇明显开始慌张,脸上也开始出汗 他说,可是我们有法律文件表明我们公司的合法权利 我冷笑一声,继续缓慢而坚定地说 你真以为法律对贝茨先生来说是个问题吗? 班奇听到这句话,思考了一阵,如同斗败了的公鸡一样泄了气 那么贵公司打算怎么办? 我们确实不想跟贵公司为敌啊 我赶紧提出建议 请赶紧消失,班奇先生 这是我们当下的唯一要求 之后所有的恩怨一笔勾销 包括经埋土地的事,就当从来没有发生过 班奇指挥他的同伙开始装运货物 并逐次地驾驶马车离开 林总之他还不忘提醒我 能否多多地跟贝茨先生说点好话 未来说不定还会跳槽到贝茨的公司去 我一边答应着,一边心中狂喜 我完成了瑞文让我做的事 想到之后又能见到那位精灵女郎的微笑时 我便情不自禁地笑出声来 班奇看到我笑 以为我答应了要帮他做内推 于是也向我行礼 看着这些人类的车队逐渐地远离 并消失在森林小道的尽头 我们也传回昆塔了 再次找到瑞文 我们汇报了这次任务的完成情况 他果然十分欢喜 虽然只是嘴角上挑 但我知道他跳动的眉梢 在向我表达心底的喜悦 最后他询问我说 你要跟我母亲讨论什么,先告诉我吧 我把之前的事情一五一十地都对瑞文说了 瑞文沉思许久说 这是一个充满痛苦的阴暗故事 看来罪则在我们精灵这边 这里并没有人叫做敏格拉德 但我知道还有另一个可能 你只能从我母亲那里才能得到真相了 但是请谨慎一些 我母亲的灵魂在魔法之中流淌 所以她所看见的并非我们平常所见 她的回答或许会有些奇怪 但你只需要倾听 然后由我向你翻译就好了 我们进入门后 终于目睹了精灵女王尹女士的真身 女王身着一袭纯白的长袍 身体漂浮在空中 她见到我们进来便开口说话 欢迎你,旅行者 她的声音让我感受到一阵危言 而她的智慧则深不可测 听她说话如同在聆听整个微光森林的地狱 女王听说了我们的来意,笑了笑说 我知道你们的一切 你在寻找什么答案 旅行者 我赶紧询问黑山部落的矮人们的位置 女王紧闭双眼 她的思绪与魔法一起流淌 她提到 我看到盘旋的乌鸦 咆哮之后消退的风暴 我看到了闪电和阴霾 他们接纳了一个做着机械之梦的孩子 双手是锅链,心脏中的煤炭在熊熊地燃烧 我看到山上的火焰吐着火蛇烧光了小麦和池水 就连火焰之中也透着寒冷和黑马脑的色泽 我只能看到这里了 随后我询问 请问敏格拉德是谁 女王继续紧闭双眼说 我看到了一个男人 用手指雕刻了一把钥匙 盘旋的鸟群将他的眼睛啄出来 还有狼在暗中观察 撕裂的伤口被诅咒的石头圆环填补 脸目上的缺口之外是苍茫的黑暗 我还看到一个能观察的手掌 和一个被真理包裹的戴着面具的男人 失落的孩子们在躲藏 鸟群扑打着火焰一般的双翼 快去吧旅行者 在烟于水之地 我询问说 是让我们去找敏格拉德吗 女王告诉我们 溪水再度恢复沉寂 我已经看不到了 最后我感谢尹女士 感谢您的特征表象型神秘主义符号学 我们会尽量解读他们的含义 随后我退出了营帐 尹女士所见的一切到底有何含义 看到瑞文正微笑着迎接我们 我仿佛被磁石吸引着一样 静止地走向她 我也知道只有她能解读尹女士的预言 能指引我未来的方向 如果精灵并不是这一切的主使 如果摩洛基之手也不是坏人 如果德里安卡早已销声匿迹 那么这幕后的黑手到底又是谁呢 我到底是不是获胜者 一路追随到此处 我知道接下来的冒险 已经到了能够触碰到答案的时刻了 瑞文笑道 母亲都对你们说了些什么 我急切需要瑞文的解答 于是将尹女士的话认真地传达给她 瑞文开始解释 喜欢机械的孩子自然就是吉尔伯特贝茨了 烧尽的麦田和池水 火焰通常代表着魔法 而水则会限制魔法的发挥 而是结合说明了一种镜像一般的纠结 黑山部落或许在火焰的附近 同时又在一个镜子的另一面 瑞文思索了一下继续说 关于敏格拉德幻象中的无眼人和钥匙 我不是很清楚 但举起立朝的狼指的应该是卡拉凳 这是他们城市的标志 一个能够观察的手 则是摩洛基之手的符号 而关于迷失的孩子和男人 这其实是我感到最奇怪的部分 瑞文注意到我在认真地听 于是倒出了一个很可能成为我们接下来关键线索的提示 敏格拉德是一个黑暗的名字 它总让我想起我们的一只童族 也就是暗精灵 我问道暗精灵和精灵有什么关系 瑞文谈了一口去说 很久以前 有群精灵因为与我们的理念不同 把自己封闭了起来 他们相信精灵是至高无上的种族 理应统治地上的一切 他们觉得精灵更加的高贵而富有智慧 其他的种族则容易犯错 需要精灵的教导和监督才能正常的生存 而昆塔拉的精灵则相信自然发展的规律 不应该横架干涉 也不应有高傲的优越感 于是连部分群体的争端愈演愈烈 而之后暗精灵选择与我们分道扬镳 我想母亲的幻象中 失落的孩子指的就是暗精灵 我们也对暗精灵的居所一无所知 不过我这里还有另一个线索 这就涉及到那个预言中所提到的男人了 多年前一个男性的学者 来到微光森林研究暗精灵 我听说他被暗精灵抓获 之后又逃离了 我遇到他是自己还很年轻 只有160岁 瑞文说着脸上露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笑容 我心中一酸 一名人类男性 他是谁 与你有什么关系 瑞文察觉到了我的意义 稍微的有些错愕 不过还是继续解释说 他叫伦福德特维里格博士 所谓烟雨水之地很可能是说唐伦特 而我知道的是特维里格就来自那里 如果你的猜测没错的话 米克拉德应该跟暗精灵有关 而唯一可能知道他们所在的 就是那个人类男性 虽然尹女士的意向有大部分 并未能得到清楚的解释 但我们知道的是之后的线索 可能要去暗精灵所在地才能进一步获知 而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 是找到这位名为特维里格博士的人 到了要与瑞文告别的时候 他突然拉起我的手 眉目间一副依依不舍的样子 安徒因 你赢得了我的尊敬 很少有人像你这样 情愿自己扛起重担 我已经满脸唱得通红 但仍然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说 你的尊敬令让我觉得这一切都值了 瑞文靠近过来 我情不自禁地嗅了一下 瑞文的身上仿佛有几十种 来自微光森林的花香 他轻轻地对我说 找到暗精灵以后到我这来 随后他与我们所有人道别 我现在的一切念头就是 希望下次见到这位美丽的精灵公主之前 我还活着 事展传送术回到塔伦特 在这样一个档案馆里十分完备的城市 寻找一个人可谓轻而易举 我们来到城市的档案馆 询问伦福特·特维里格的名字 档案馆的姑娘熟练地翻找档案 并成功找到了此人的信息 特维里格是一名人类男性 早在1804年就已经去世了 而报纸中也有关于他去世的报道 记者写道 他是《陈昂·暗精灵的恐怖》一书的作者 而他的死因一直是个谜 看来那本名为《陈昂·暗精灵的恐怖》的书 很可能是关键 我们一步到塔伦特图书馆 询问图书馆里面有没有这本书的消息 结果图书馆里面在按照书名排列的书架上寻找了半天一无所获 正在我们垂头丧气之际 他告诉我们说 这本书并不在馆藏之中 但有一本名字看起来有一点类似的书 叫做《陈昂·暗的诅咒》 我们赶紧将这本书借过来翻阅 原来这书虽然不是暗精灵的恐怖 却跟这本书密切相关 《陈昂·暗的诅咒》这本书的作者是肯德里克·威尔士 作者开宗名义地表明了这本书 是写围绕在那本《暗精灵的恐怖》周围的重重迷雾的 传说中 他为李格18岁就开始了自己前往微光森林的传奇之旅 传说中他发现了《暗精灵的首都》 一个名叫陈昂的迷之都市 虽然至今无人能够证实 但人们不得不承认的 是这之后发生的各种事情过于蹊跷 自从《暗精灵的恐怖发现》以后 凡是印刷过这本书的工厂都被复制一句 印刷厂的诸如老板们在自己的家中被残忍地杀害 而书店甚至遭受了同样的命运 这部书仅仅售出了15本 很快因为期货可拘 被收藏家们青睐 然而这些收藏家们以后 也大多得了怪异的疾病暴毙身亡 或者是遇到了鬼魅的灵异事件而疯掉 最终人们发现 所有拿到这本书的人 都在五年之内死于非命 而这一现象则被人们称为陈昂的诅咒 这件事里最诡异的 是特维里格本人反倒活得更长久一些 他每天都会忏悔 他悔恨自己带来的诅咒 而最终 他也在这悲愤交加之中死去了 不过肯德里克维尔士表示 这世上其实还有最后一个孤本存在 他位于卡拉顿的收藏家菲利普米斯克的儿子维克多米斯克的家中 虽不清楚这本陈昂的诅咒的作者是如何知道这最后一本书的所在地的 但包括瑞文的说法在内已经有多个线索指向卡拉顿 看来是时候回到卡拉顿 回到我出生的那个国家了 卡拉顿位于石墙山脉的南端 在与坎布里亚连年的战争中 他凭借着石墙山脉的关爱硬是守住了半壁江山 尤其在科技发展起来以后 甚至还在窥刺坎布里亚的领土 我造访首都的次数不多 但总体上也算对此地颇有了解 传送来到这里 这里虽然没有塔伦特那般繁华 但也早已实现了全面的争取计划 是一座十分现代的都市 在暴同这里买下一份报纸 想了解一下卡拉顿最近发生了什么 才发现原来塔伦特人报也已经深入了卡拉顿 而且是这里最畅销的报纸 加持最近传言的卡拉顿意欲加入联合王国的传言 看来这也是塔伦特意识形态宣传的一部分 本日的塔伦特人头版所描述的是卡拉顿的怀特丘奇杀手事件 似乎卡拉顿最近出现了一个连环杀手案急待解决 警方最近正焦头烂额 继续在城中打探 果然这位维克多米斯克是一位几乎无人不知的收藏家 因而也很容易就找到了他们位于城西的豪宅 通报和自我介绍以后我们进门拜访 但刚一进来我就感受到气氛不太对劲 家中庄严肃穆的陈舍 忙碌的仆人和正在抽气的女主人都仿佛直接告诉了我 维克多或许已经不再认识了 这家的女主人是一位身穿蓝色长裙 头戴丝边礼帽的年轻女士 她美丽的蓝色眼睛透出了淡淡的忧伤 你好 我是莉莉安米斯克 也就是刚刚过世的维克多米斯克的妻子 请问您有什么事吗 果然这最后一本书的所有者也已经不再认识了 我赶忙问维克多死了什么时候的事 这位寡妇叹了口气 四天前漫漫才安葬了她 她溺水身亡了 而且最近的几个月她变得忐忑不安 这次溺水或许也是焦虑不安的缘故 一定是那本该死的书 我继续询问关于书的事 莉莉安继续说 她一直担心自己成为这本书的下一个牺牲品 现在好了 当时的预言成真了 你们如果认识她 就去卡拉顿公墓纪念一下她吧 我询问说 那那本书又在何处呢 莉莉安抬头看了我一眼 她湿润的眼睛中透着满满的不解 你要找那本书 它会给你们带来厄运的 其实具体放在哪里我们也并不清楚 我只记得她有一天神经质地对我说 她把书放在了只有她自己和老父亲才知道的地方 但鬼知道在哪里 我感到这件事十分的怪异 为什么陈昂的诅咒作者肯德里克·维尔士 会知道维可多和她的父亲持有那本书呢 况且那本书在维可多这里已经很久了 她和她的父亲会突然相继暴毙 也一定与肯德里克·维尔士有关 我不相信有什么诅咒 这一定是有人暗中谋害这些人 从而防止暗精灵和陈昂的秘密泄露出去 而那些人应该跟贝茨所提的长袍子是一伙人 如果我的猜测没错的话 这家中恐怕有内鬼 她把消息告诉了肯德里克·维尔士 成为了这作家的写作材料 并最终从那位口风不良的无良作者那里走漏了风声 我询问莉莉安 你有没有将这本书的秘密告诉他人 莉莉安突然开始愤怒 你说什么 我当然不会说出去 后来她冷静了一下提到 不过我们有两个忠心耿耿的仆人 如果真的有人说出去 或许就是他们其中的一个 安突一先生 你的话语激起了我的好奇心 我想委托你调查一下 到底是谁泄露了维克多持有那本书的秘密 对于善良女士的要求我从不拒绝 何况是一位俊俏年轻的贵妇泪眼朦胧之时的请求 主要出入维克多先生卧房的扑从有两名 一位女性半兽人和一位男性人类 那名半兽人城府不深 根本看不出有什么心眼 反倒是那名为维斯利·卡林顿的人类扑从 回答支支吾吾,仿佛有事情瞒着我 在屋子里我们找到了卡林顿的护照 上面写着他家的地址 卡拉顿龙回头路25号 我默默地记下 之后的参观中 我发现这位收藏家的家里 似乎有一部我十分感兴趣的书 《杜林真相之书》 这好像和轮世部落的史学家提到的钢铁部族的所在有关 我称李里安不备 也将这本书偷偷地藏在背包之中 读书人的事就别多计较了 将来再还回来便是 走出了维克多的家门 我整理了一下目前的思路 接下来我们可能需要先去公墓看一下维克多的墓穴 有什么诡异之处 对这处公墓我还算比较熟悉 在我很小的时候 父亲曾经带我来拜祭过一位英雄人物 而他的名字同样叫做安杜伊 据说我之所以叫这个名字也是为了纪念他 但再次来到此处已经物是人非 我不愿回想当年的事 活在当下 为自己赢的未来才是最重要的 此时维吉尔看起来心情十分沉重 他对我说 抱歉我一会儿就回来 随后他一个人默默走开 我知道他的老家就在卡拉顿 或许有一定要来悼念一下的亲人 因而也并未多问 在墓地我们找到了维克多的坟墓 在这里的工人处借到一把铲子 我们偷偷趁守卫不在的时候 挖开了维克多的坟墓 这其中隐藏着一部伪造了装针的书籍 拿出来以后躲到无人处偷偷翻看一眼 可惜这本书并非我想象的暗精灵的恐怖 它只是讲述了纳斯鲁丁和阿罗纳克斯的故事而已 其中完全没有我们感兴趣的内容 但这本书的匪页上 维克多写下了购买于玫瑰宝礼品店的字样 看来我的家乡玫瑰宝可能是下一个重要的线索来源 随后我喊上维吉尔这么离开 维吉尔一直在一个叫做劳伦斯的人的墓碑前面哀悼 我询问他这是谁和你有什么关系 维吉尔只是把头偏向一边心情沉重 他说没什么 这是我多年前认识的人 我只是觉得应该回来看看他 我们一起长大 而他死于一次可怕的意外 我注意到他的声音在颤抖 于是便不再追问 拍了拍他的肩膀说 咱们走吧 接下来我们准备在卡拉顿处理一些事情以后 前往玫瑰宝的礼品店 询问维克多这些日子的踪迹 在卡拉顿西北的郊区 我们看到了一座废弃的工厂 其中的设施看来都已经损坏严重 而工厂主则在其中颜面叹息 我们询问他发生了什么 这位名叫西罗尼姆斯·马克西姆的工厂主告诉我 我是机枪和比空气重的飞行器 也就是飞机的发明者 然而该死的食人魔 偷走了我的飞行器原型 烧毁了我的工厂 现在国王的顾问说我是个骗子 说我演了这场戏只是为了骗投资 没有证据的话 我在这儿的生活就完了 我询问他需要什么样的证据 他表示只要能证明比空气重的飞行器能在天上飞就可以了 我突然想起背包里还有当时西风号坠毁时的一位记者的照相机 我赶忙拿出来 在马克西姆的帮助下 利用这间工厂的化学实际将照片洗了出来 果然这位记者敏锐地捕捉到了食人魔在飞机上飞行的照片 我慷慨地将这些照片连通照相机一起送给了马克西姆 马克西姆对我表示感谢 说如果需要组装机枪的话 只要过来找他就好了 不过以我目前的魔法属性 使用科技物品是非常困难的 于是我只是简单地希望他未来的研究工作能一帆风顺 便离开了这家飞行器工厂 随后我们去寻找了寡妇利迪安的男仆卡林顿的居所 悄悄地摸进门以后 果然我们在屋内发现了一个叫做埃尔默伯巴顿的人给他留下的字条 上面写着 随性是我们约定的报酬 看来这位男仆的确与其他人有肮脏的金钱交易 为了寻找到这位伯巴顿先生 我们准备之后去塔伦特弹馆询问弹馆里员 从而找到他的下落 不过接下来还是首先接受在卡拉顿的各种事物要求 在卡拉顿大街小巷游荡的过程中 我们还有一个惊人的发现 那就是我们找到了亚瑟泰伦先生 只不过他目前似乎正处于追杀之下 不断地询问我们是不是替侏儒办事的人 在我们的再三劝告下他才安定下来 我告诉他 亚瑟泰伦先生 德西塞尔男爵让我们来找你 询问关于连体姐妹头骨的事情 他突然很兴奋 头骨?你带着头骨过来了吗? 我被他的兴奋劲吓了一跳 把头骨递给他看 他继续说 是的 这下全都对上了朋友 你立了大功啊 我一脸迷惑地问他 什么 这头骨到底有何含义 你们又在谋划些什么 为什么似乎一直都在躲避追杀呢? 亚瑟泰伦慌张地说 我发现了一个阴谋 这发现足以让塔伦特政府垮台 但我需要你的帮助朋友 亚瑟泰伦四处张望了一下 点了一根烟对我说 朋友 你有没有想过 塔伦特的半食人魔都是哪来的? 一百年前 半食人魔极其罕见 通常是强奸掳掠造成的 但人类女性一般来说 根本没有足够的能力生产半食人魔这种大体型的婴儿 而这世界上的半食人魔数量早已不能用强奸来解释了 塔伦特的手开始颤抖 他努力地拿住烟 欢欢地说 是那些侏儒物? 塔伦特工业理智会的那包邪恶的侏儒物? 你没注意到 他们每个人都有一两个半食人魔做跟班吗? 他们绑架女人 他们强迫女人与食人魔交配 繁殖半食人魔并当作自己的保镖 语言已经不足以形容我的震惊 虽说之前也有过一丝预感 觉得这些半食人魔的来历并不正常 但没有想过会有如此残酷的背景 但我还是冷静下来向泰伦求证 那怎么证明你的说法呢? 泰伦说 我已经跟踪调查很长时间了 你现在手上的头骨是证据链上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这连体双胞胎就是食人魔和精灵交配 而诞生的不完全结果 我在被人追踪的状态下生存了很久 精神和身体都十分的虚弱了 朋友 我可能需要你来帮我收集证据了 他们的罪行实在是丧尽天良啊 我也愤恨地表示 真该死 那群家伙真是罪恶滔天 我明白了泰伦 我会帮助你的 不知你对进一步的调查有什么线索没有 泰伦说 通过我的调查 我发现最可能被用作繁殖计划的 是一个靠近求死岛的小岛 我称它为半食人魔岛 你要找到进入他们实验室的途径 带回一些证据 让我们将他们的行径公之于众 随后泰伦将半食人魔岛的位置标露出来 这也就是我们接下来的目的地了 其他的事情我现在一概不想管 只想赶紧传送到这座岛上 但这里似乎有结界一半 我的传送数失效了 于是我们来到黑根镇码头找船长 坐船来到了半食人魔岛上 这座岛的隐蔽性非常好 船长寻找了许久才找到一丝线索 随着水流的变化最终来到了这座岛上 整座岛屿十分的荒凉 似乎已经多年无人涉足了 我在岛上找到了一处巨大的工厂 介入其中扑面而来的是一股 猎人难以忍受的腥味 我摸了一下墙壁 惊呆了 这墙上有大量的血迹 而血液已经凝结成了将近一寸的厚厚的血污 马格纳斯突然脚下被绊了一下 骂骂咧咧的站起来 对着那个绊了他的东西定睛一看 差点吓晕过去 这是地上一块死去的胎儿 他身体巨大 似乎是一个半吃人魔 头发披散开来 皮肉还没有完全腐烂 眼睛圆睁 盯得我心里发毛 环顾四周 巨大的钢铁机械 没有清理干净的尸体碎块 已经腐烂的枯骨 被血液染透的刑具 如果说这不是地狱 请原谅我 我将无法想象地狱是什么样子 很明显这被鲜血尽头的工厂内发生过无数的惨剧 我们捂着鼻子仔细地搜索 终于在最深处的一个保险箱中 找到了一个名为半食人魔研究所日记的实验记录 上面写着 据统计男性人类与女性半食人魔的杂交几乎无法孕育后代 而女性与人类杂交却有可能 但雌性几乎都会在分娩之后死去 本研究就是要提高分娩的成功率 我们在下层社会寻找实验品 让他们在实验室与食人魔交配 但这些下层女性实在是身体太差 无法正常怀孕 生产时也经常无法存活 因而我们从特殊途径找到了一些更健康的实验品 并采取剖腹的方式减少孕妇的死亡率 终于实验成功了 每个女人几乎都能在死前撑得过三次分娩 成功产下了三个半食人魔婴儿 我此时愤怒地发抖 我再也受不了其中的压抑 疯狂地从工厂中跑出来仰天长笑 而这空旷的岛屿之上 没有一丝的回忆 我们观察到了半食人魔岛上还有许多巨大的笼子 那恐怕就是他们关押这些人类女性的地方 里面有大量的枯骨和尚未完全腐烂的尸体 我拿着实验记录 赶紧跟船长打招呼返回黑根 并第一时间用群体传送来到了卡拉顿 准备回去找亚瑟泰伦将我们的证据链合并起来 并一举揭穿塔伦特工业理事会诸儒们的阴谋 回到泰伦的房间 我们发现他已经不在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位诸儒 我赶紧询问诸儒 你是谁?泰伦呢? 诸儒面露一丝奸诈 他表示 我也不清楚 还打算在这儿跟他交换情报呢? 你最近搞到了什么情报吗? 诸儒看我十分的激进便跟我说 相信我,朋友 我可以先跟你分享我自己的线索 从大约55年前开始 诸儒们从投资技术之中获得了大量的资本 随着他们财富和地位的提升 古老的偏见开始出现 诸儒被当作贪婪的盗贼而危机四伏 这对诸儒的盗窃暴力的威吓比一比皆是 诸儒们雇佣过人类保镖 但人类不仅无能还会背叛 于是诸儒们开始尝试培养精灵和兽人的混血儿 但最终还是失败了 诸儒们下一个选择是半兽人 但半兽人实在是太过于罕见 没有保镖的诸儒会被反续保镖的群体们攻击 于是这些诸儒们寻求国王的帮助 但国王只在意少数的银行家 为了结束对诸儒的暴力一位精英诸儒 我们就叫他X先生吧 决定采取行动 有一天他带了一个妓女回家 并把妓女锁在了地下室 而她同时还在那儿关着一个纯种的食人魔 你能想象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不出所料 妓女死于分娩 但X先生却得到了一个保镖的好瞄图 后来她开始逐渐地扩大规模 展开了在塔伦特的诱管案件 她们甚至在那个岛上建立了一种实验室 结果所有的女人都死于分娩 她们的计划可并不顺利 越来越多的妓女失踪 也让目光集中到了她们的身上 后来连国王都发现了这个阴谋 但当时的诸儒已经富家天下 足以买凶杀死国王 掳走王后和他们年幼的孩子 同时还传播谣言说 是王后杀死了她的丈夫 我突然想到了 上面记载了诸儒们 找到了一些更健康的女性 用来进行育种实验 难道说 面前的诸儒似乎猜透了我的心思 说 没错,你猜得对 塔伦特的王后就是第一个接受剖腹产 并且在死前生下了三个半生人魔婴儿的女人 工业理事会接管塔伦特的政治以后不久 妓女的失踪案在减少 而那些政敌们的妻子和女儿的失踪案 却开始增加了 不过 这只持续了一小段时间 诸儒们已经繁殖了足够的女性半生人魔 再也不需要人类这些种畜了 他们散布半真半假的消息 还会让泰伦这样不可靠的人 传出一些真实情报 把事情搅混 不论你觉得它是不是真假 你都不要急于否定一切 我们要从公正的角度去下判断 我愤怒地扯着诸儒的衣领说 混蛋,真荒唐 你们干的这些好事 要么是真的,要么是假的 还有什么好判断 我会向这个世界展现证据 我会让你们的恶行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诸儒大笑说 你有什么 你也只是去了一个废弃的仓库 看到的东西只是一本上周写好 便故意留给你的日记罢了 相信我,那都是你想象出来的 也许你掌握着真实的情报 但真实不等于真相 其实你什么都不知道 我相信新闻界会喜欢你的故事的 祝你一天愉快,先生 随后我对这诸儒怒不可遏 这种天下窒息的帮凶不配活在世上 我观察了一下他的善恶值 发现居然是善良战影,简直匪夷所思 尽管如此,我还是毫不留情地将这诸儒杀死了 我的良心并没有因此感到任何的不安 我相信自己看到的一切 我赶紧传回塔伦特 准备找前一位线人德西·塞尔男爵 向他告知这一切 然而当我来到他和我约好的秘密碰头地点 却再也没有见到过他的踪影 我知道,他一定是被灭口了 我气不过,来到塔伦特人的报社 这里的主编赖特先生热情地接待了我 当我告诉他自己发现了工业理智慧 在非法培育半生魔的巨大阴谋时 莱特先生突然脸色一沉 赶紧问我,此话当真 我将连体姐妹的头骨拍在他的桌面上 他突然露出了惶恐的脸色 黄忙对我说 孩子,你不能把他放在这里 我告诉你一个合适的人选 卡拉顿的塔伦特人分部主编山姆朗威尔会帮助你的 他在圣徒大道7号 快,不要和任何人提起这件事 我听信了主编的话 传送到卡拉顿,找到了这位山姆主编 我让他看了十人魔岛上的日记 山姆突然起动晚分 他表示,天呐 能爆出这种料我就生名确起了,先生 快把他给我,我会将他全部发表 这将是个世纪大丑闻 我听到山姆的话,心中颇感欣慰 根据我的经验,他好像并没有骗我 我将日志交给他以后离开了报社 此时恰好一缕阳光从阴云之间射出 还好,我能为这些惨死的女人讨回公道 这一路奔波真是累坏了 我们去旅馆休息了一晚 准备第二天买刚出炉的报纸 希望能看到头版头条对十人魔岛上惊天阴谋的报道 然而第二天的报纸却对此只字未提 我预感到一丝不妙,赶紧来到报社 果然,最坏的情况发生了 山姆·朗威尔不见了 代替他的是一位叫做詹姆斯·莱格特的人 我问他山姆的所在,他却说从未见过此人 我抓住他的肩膀摇晃说 他叫山姆,他在这里工作 他说他是一位记者 但詹姆斯却一脸疑惑地对我说 不对啊,我们这里从来没有一个叫山姆的记者 你是不是记错了 我心中充满了疑问和委屈 但在我的不断追问之下 詹姆斯却一直坚持说从未听过此人 我将石人魔导的故事对他也一无一时地说了 但他却只是耸肩笑笑 说,这真是我听过最有趣的故事,先生 如果你没有什么别的事的话,我要回去工作了 如今我手上没了证据 也无意跟他继续理论下去了 我传回塔伦特,找到了塔伦特人报纸的赖特问 你这混蛋,山姆到底是谁 你让我去找他,但他却是个骗子 不过赖特却一脸无辜地告诉我 先生,你是谁?我从来没让你去找过什么山姆 你是不是有些神志不清了?我气愤地抓住他说 你让我把日志给他,现在你告诉我你不认识他 赖特怂怂间说,你一定是出现幻觉了 我没见过你,也不知道什么山姆,对不起 我不知道酷刑对这些家伙有没有作用 但即便有作用,如果我没有证据的情况下 也会被别人无为驱打成招 于是我决定再次前去半石人魔岛 将那里的证据一件一件的全数带回来 我就不信了,这邪恶还能将我击垮 我船回去离岛屿最近的黑根镇 找船长再次扬帆出海,向半石人魔岛前进 来到岛上以后,我们迅速地来到工厂 然而眼前的一切,让我浑身脱力地瘫坐在地上 这里的所有东西,刑具,铁床 大量的枯骨和尸块,恐怖的死鹰 一寸厚的血迹,全都消失了 整个工厂空空如也,没有留下任何繁殖实验的痕迹 我不禁开始自我怀疑起来 难道这真的是幻觉吗? 还是说我什么也做不了,什么也无法改变 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记忆 我感到无形的巨大压力从天而降 压得我无法呼吸,我仰天长笑 但却没有一丝的回音 恐怕这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接受的命运吧 我们垂头丧气地坐船回到了黑根镇 在这里的旅馆,我在床上躺了两三天才逐渐地缓过神来 不得不说,现在的我对所有的侏儒都充满恨意 但仔细一想,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偏见 他们遭受欺凌和歧视的时候,又会向何方索取正义呢? 最终,我决定将头骨给录像学者 在他深邃的眼神中,我感受到他知道我对真相的知晓 但他并没有报警,而是爽快地赴给了我们报仇 并让我们安全地离开,他的微笑之中透着自信 这些侏儒们知道,即便我知晓一切 但依然什么也做不了 这件事就这么稀里糊涂地结束了 我想我们也必须抖擞精神 毕竟接下来还有太多的事情要做了 回到卡拉顿,在这里的另一件大事 就是一直以来报纸上报道的连续谋杀案了 我们来到卡拉顿警察局询问关于谋杀案的进展 警长看到我们,感到又是一波前来孤民钓鱼的冒险者 只是随便打发了一下我们说 你们想要调查,就自己去案发现场看看吧 随后给了我们几个案发现场的地址 我们来到这些现场调查 其中,蘑菇旅店后面的案发现场这里 我们通过特殊的照明方法发现了一个关键证据 这里的地板上有绿色的血液图写的一个名字 拉娜梅拉奇 回去问警长这拉娜梅拉奇是谁 警长催了一口说 该死,听起来是那个恶魔的名字 你们可以去找熟悉鬼神学的问问 这魔鬼可能就在卡拉顿的下水道里 但我们没人知道该怎么处理它 说起鬼神学家 我想起当初在塔伦特大学遇到的那位教授 这位鬼神学家听说了拉娜梅拉奇的名字倒也并不吃惊 他告诉我们 拉娜梅拉奇是为数不多能占据活物的恶魔 如果你想了解详情的话可以看看这本书 最后他递给我一本名为魔鬼拉娜梅拉奇的书 我们在书中了解到了一个有趣的小故事 传说中很久以前塔伦特的国王突然疯了 他年轻的魔法师怀疑是恶魔占据了他 因而决定前去驱逐魔鬼 但魔法师根本控制不了恶魔 最终导致恶魔失控,杀死了上百条人命 最终魔法师疯了 他尝试将魔鬼封进了自己的身体 很明显这并不明智 他作为一个精灵使得恶魔变得更加长寿 而这就是作恶多端的拉娜梅拉奇 传说中他逃进了卡拉顿的地下从未见天日 而随着技术的发展 几个月前卡拉顿扩展下水道的时候 不小心将这恶魔放了出来 这恶魔在卡拉顿作恶多端 不过他杀的人都是有所选择的 从事某种特定职业的人 我询问鬼神学家 那我应该如何杀死他呢 鬼神学家明确地告诉我 要杀死他必须使用薛西斯之剑刺进他的心脏 如果用其他的方式杀他 他会从禁锢之中逃出 今后将再也无法杀死他 就像之前这位魔法师的遭遇一样 而薛西斯之剑就在石墙山脉的火之深渊 他是火之恶魔在地下世界的深处锻造出来的 我们拜托教授将位置标注下来 传送过去准备拿到薛西斯之剑 我们本以为这又是一次地城冒险的经历 但来到火之深渊以后 却发现早有一群冒险者在这等着 为首的冒险者朝我打招呼 你好 我是杰瑞的火焰城堡的高贵战士 这些都是我的伙伴 苏格南局派我们来这里找一把剑 随后我们能拿一笔不小的报酬 不知兄弟你有何贵干啊 说着他开始在篝火上温他的酒壶 我不能眼见着他们把我的剑抢走 于是我用苦大仇神的语气对他们说 我来此有一个比钱更加高贵的目的 我们要来阻止世界的毁灭 杰瑞的大惊失色 什么世界毁灭 为什么 我看他并没有任何怀疑的意思 别准备继续编下去 你不知道 在卡拉顿有一个无比凶恶的恶魔 他的力量最终将耗尽整个世界 除非我拿到那把学习色之剑才能将它制服 杰瑞更惊讶了 他说天哪我的老伙计 以伟大的波尔之神的名义 你说的这怪物到底是什么 我继续吓唬他说 这恶魔仅仅看你一眼就会消耗你全部的生命力 每次杀人之后它都会变得更加的强大 杰瑞的沉思了一会儿说 什么还有这种事 这也太可怕了 我进一步说 你不知道的是 这恶魔的首要目标可是孩子 他最喜欢吸取小孩的生命了 杰瑞的大惊十色 他用无比坚定的语气对我们说 我知道了兄弟 你们的追求比我们的一两个童子大得多 随后这位强大的战士倒了一杯酒递给我说 你们在这儿等着 带我们进去斩妖除魔 帮你把宝剑拿出来 随后我们就看到这几位冒险者闯进了火之深渊的洞窟之中 隐隐约约能听到洞窟中的喊沙声 刀剑交集的乒乓声 而各种骷髅被碾碎的声音和火焰魔法的呼啸之声 也让我们提心吊胆起来 不一会儿功夫 我们听到盔甲乱撞的声音 只见一个彪形大汉带着身经百战的冒险者伙伴 拿着传说中的学习寺宝剑从洞窟之中走出 顶巾一看正是杰尔瑞的 他将宝剑制给我说 拿去吧兄弟 剑就在这里 祝你一路顺风 我摸了摸手上的这杯酒竟然尚存余温 我将他一饮而尽 对这位勇士行礼之后带着剑 传送回到了卡拉顿之中 在卡拉顿的地下水道搜寻 我们终于找到了这卡拉顿之鬼 拉娜梅拉奇 其中虽然也攀踞着一些其他有敌意的生物 但并不难对付 我们一路来到了最深处 找到了一位衣着光鲜的贵族 想来他就是那本书中记载的魔法师文森特了 他竭力地将魔物控制在自己的身体之内 跪在地上请求我们将他杀掉 我拿出薛西斯之剑 一剑刺穿了他的胸膛 这位精灵贵族面露笑意刀在地上 而随着一阵清风 拉娜梅拉奇也终于从这世界之中消失了 回到卡拉顿警方这里领取了一些奖励 这些奖励倒是小事 能帮助这里的人民除掉危害一方的恶魔 想来或许对卡拉顿有更加深远的影响 卡拉顿的事情处理得差不多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继续研究那本书 也就是《暗精灵的恐怖的下落》 只有找到这本书 我们才能找到陈昂 才能找到敏格拉德的位置 我想到目前有两条线索 一是陈昂的诅咒的书中写到 《暗精灵恐怖的最后一个拥有者维格多米斯克》 他坟墓中的书籍指向了玫瑰宝的礼品店 或许在那里能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而另一个线索则来自维格多的男仆 他似乎受人指使将维格多保留了这本《暗精灵的恐怖的事》 透露给了一个叫做埃尔默伯巴顿的人 此人的地址可以在塔伦特大案馆查询 我选择先从第二个线索入手 来到塔伦特大案馆找到此人的信息 管理员告诉我 这位埃尔默伯巴顿住在阿什伯里的特雷里斯鲁14号 从大案馆离开之前 我询问他说 你能不能帮我找一下劳伦斯·布鲁蒙德的信息 维吉尔听到以后低下了头 我告诉他 朋友,我想帮你 维吉尔只是咬了咬嘴唇 并没有说话 管理员表示 他好像并不是塔伦特的居民 也查不到居住地 不过这里有一份关于他的新闻报道 似乎他已经死了 我打开这份报纸 报纸上写道 这位死者是为政治的市民 被多人残酷地殴打致死 亲人也只有他的兄弟还在世 有传言说 施洋葱酒店的卡拉顿犯罪联盟 与此事有关 我大概明白了 维吉尔的兄弟劳伦斯被人殴打致死 而维吉尔被瓦金搭救 皈依了帕纳利教 不过看着简模不严的维吉尔 我知道 这件事还有很多的疑团 而且维吉尔似乎并不愿意我插手其中 无论如何 我先把这事记在了心里 来到埃尔摩伯巴顿居住的城市阿什伯里 找到特雷里斯鲁14号 但这里的居民居然是肯德里克 也就是《陈昂的诅咒》这本书的作者 他是一个侏儒 身穿白色西装 看起来是个体面人 但我大概猜测到了一些东西 这位作者莫非化名埃尔摩伯巴顿 从维克多家中攫取信息 从而成为自己写书的材料 我们先假装一无所知 学问肯德里克 关于他这本《陈昂的诅咒》的信息 一提到他的书 这诸儒就兴奋了起来 说 你读过我那本书 说着 他便如数加珍地 开始聊他书诸的各种见谛 我反正是没什么兴趣 于是便打断他说 我想知道 你是怎么知道维克多家有《暗精灵的恐怖》这本书的 诸儒的脸瞬间变得毫无表情 我可不会告诉你 你想毁掉我的声誉吗 尝试了半天 我们确实也没办法从他这里获得更多消息 于是只好暂时离开 我觉得维克多死后 肯德里克恐怕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于是我们潜伏在这位作家附近的旅馆观察 想看到之后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 果然 第二天夜晚就出现了情况 我们在旅馆远远地看到他的家中 有一丝火光飘过 但待我们赶到时 只看到肯德里克倒在了血泊之中受了重伤 似乎已经支持不久了 直到我们走近 他开始呼救 对我们说 我被攻击了 但此时我也并不会手软 询问他 你要告诉我埃尔默伯巴顿是谁 诸如闭上眼睛说 算了朋友 我感到我的生命在离开我的身体 我承认 我就是埃尔默伯巴顿 我从维斯里 也就是那个维克多的南普那儿买到了情报 才写成了陈昂的诅咒 不过 看来那些人 把我也当成了书籍的拥有者 这个诅咒 我们没人能够逃脱 告诉他的衣装 我很抱歉 随后 诸如失血过多而死 我警觉的望向四周怒吼一声 用传送术将藏在屋檐上的一个精灵刺客抓到了地板上 我历声询问他到底受谁指使 没想到他竟无论如何都一言不发 之后还召唤了火元素 向我们发动了攻击 没办法 也只能迅速将他结果 不过这里我们几乎可以确信 那些长袍子 其实就是暗精灵族 他们威胁了辈子不要继续调查黑山士族 他们出面杀死了所有看过暗精灵的恐怖 并知晓他们所在地的人 他们似乎还雇佣了摩洛基之手 我相信这一切都在掩盖和埋藏他们的罪行 随后我向卡拉顿 那位妖娆的寡妇莉莉安·米斯克 汇报她丈夫的死因 只是因为他们家的男仆将那本书的事情 透露给了埃尔摩伯巴顿 让那个三流作家以此为素材写了一本书 才招来了暗精灵的追杀 得知真相以后 莉莉安抬起湿润的眼眶看向我 我突然感受到她眼神中有一丝柔情蜜意 莉莉安说道 我真的不知该如何感谢你才好 先生 不知我们能否单独谈谈 我示意同伴们在外面等我 随后我拉起莉莉安的手问 你是 有什么我能为您效劳的吗 莉莉安左手搂着我的腰间 右手从我的胸口开始向下摸索 她说 先生 也许 你能帮我做些事情 让我摆脱这一切的痛苦 我的脑子飞快地转着 这只是暂时的 不 难道我要照顾她一辈子 不 我还有瑞文 但瑞文似乎不喜欢我 我想起瑞文提到的那个男性人类 伦福特特威里格时 嘴角俏皮的笑容 心中一阵的酸楚 接下来我的思维开始模糊 我只记得 莉莉安突然开始与我激烈地拥吻 不知过了多久 我悠悠地醒来 听到窗外米莎的叫声 又把我拉回了现实的世界 莉莉安穿上衣服将我送出门外 威杰尔并未追问 马格纳斯正在研究她的图纸 而米莎则歪着头盯着我 仿佛看透了一切 我心想 一位悲惨的寡妇 能从失去丈夫的仇云惨物之中解脱出来 这或许也是一种善性 对不对 大家说对不对 总之 阿什伯里的线索告一段落 我们只剩下了唯一一个线索 那便是玫瑰宝了 玫瑰宝是我的家乡 而仔细回想起来 我似乎曾经听到过米斯克家族在玫瑰宝活动的痕迹 手上的证据表明 维克多米斯克曾在玫瑰宝礼品店逗留 于是我传送回玫瑰宝 准备在这里打听一下米斯克家族的消息 很快 我们就发现了菲利普米斯克 也就是维克多父亲的下落 他已经死了 就埋在公墓之中 我们准备好铲子来到墓地 果然找到了菲利普的墓 用铲子掘开坟墓 在其中我们终于发现了一直以来寻找的目标 暗精灵的恐怖 我迫不及待地打开这本书 书本的匪页就隐藏了陈昂的位置 这本书全篇所讲述的 则是伦福特特维里格博士在陈昂 也就是暗精灵的老家的一场非凡的冒险 打开书的正文看到第一段 我心中就有段哭笑不得的酸色 书上写道 仅将此文陷于我的挚爱 瑞文 我知道 200多岁的瑞文在160岁的时候与这个男性相恋 这个男人如今已经入土 而20多岁的我却在心中酸涩 虽然这事件听起来十分荒唐 但我却无法隐藏这番感受 伦福特在书中描述了他是如何决定成为考古学家 如何进入微光森林探险 如何来到昆塔拉与瑞文相恋 如何决定前去寻找陈昂等等冒险故事 伦福特先生是在一个暴风雨之夜误入了暗精灵的领地 在他的描述下 陈昂是一处极为凶险,充满暗影和鬼怪之地 尽管被暗精灵抓获 但突然间敌人的进攻射下的箭鱼却让伦福特意外获救 结尾处他表示自己或许猜到了救命恩人的身份 并向他们表示了感激 但从这次开始他也再也没有踏入过微光森林半步 终于我们找到了暗精灵的秘密陈昂的所在地 而我相信敏格拉德就是暗精灵的一员 他们假冒真正的精灵 假穿尹女士的旨意 向矮人罗格尔下达了放逐黑山士族的命令 而这一命令一定有其深层愿意 他们在掩盖什么?陈昂就在微光森林的身处 也是我们接下来的目标 为了贝茨 为了黑山士族 为了人类 为了我自己 为了我可爱的伙伴 也为了瑞文 让这一切赶紧结束吧 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单刀直入暗精灵的老巢了 我观察了一下整个队伍都是善良阵营 遇到暗精灵免不了要有一阵交锋 而如此一来过于凶险 二来也很难打听到计划的真相 想到暗精灵雇用了摩洛基之手做他们的帮凶 于是我掏出了路上积攒半打的摩洛基之手项链 给队伍里每个人都佩戴上 连米莎也不例外 如此伪装应当多少有些作用 暴露之后再开打也好过直接翻脸 陈昂同样有传送接见 于是我们先传送到昆塔拉 随后一路向北 穿过微光森林中最险恶的沼泽 后来我们的走遇和特维里格相似 越来越多的暗精灵巡逻部队开始出现 只要遇到盘问 我们就说是摩洛基之手向敏格拉德阁下汇报工作的 便基本不会再有人追问 这招还算好使 经过漫长跋涉 我们终于逐渐在树林地势起伏变化之间 看到了陈昂这座城市的全貌 这是一处与昆塔拉结构相似 但整体显得更加粗犷豪放的都市 纠结在一起的藤蔓遮天蔽日 加之修筑于北方沼泽的瘴气之间 因而与昆塔拉相比色彩显得更加灰暗 来到卫兵这里通报 他们也并未察觉我们有何异样 加之我们爆出了敏格拉德阁下的名字 于是也并未阻拦 城市同样构筑在参天大树的顶端 盘根错节的老树在阴森骷髅旗指之上投下了阴影 随着树影摇动仿佛在朝我们做鬼脸 这就是暗精灵的家乡 我在其中感受到了压抑痛苦和绝望 这群精灵背井离乡 只为了一个邪恶的种族主义追求 尽管有些可怜他们却并不同情 在一处骷髅旗指之下 我们见到了一个用长袍把自己全身裹起来的女性精灵 我准备上前询问敏格拉德居所的所在地 不过这位女性可并不礼貌 她傲慢地看着我们说 可怜的生物本来没打算理你 看你这么真诚 那就说两分钟好了 当你自己走运 我窥视了一下长袍中的脸颊 斗篷遮不住面容的眉叶 这位暗精灵尽管语气十分的不讨喜 但能看出他也只是口舌上想占便宜罢了 心底对我们并不讨厌 我礼貌地询问 请问您贵姓 她表示自己名叫赞二无灵 是一个暗精灵战斗牧师 随后她开始盘问我们的来历 我非常诚实地自保了家门 表明了自己的身份 而她对此极为吃惊 说道 你真是令人印象深刻 我已经很久没见过如此真诚之人了 安杜尹 我在寻找一个答案 而不知为何 我觉得你对我很重要 或许只有一个外来者 才能让我感知到一切 我猜测说 你是在思考 暗精灵和昆塔拉姐妹的区别吗 赞二无灵双眸一弯 难得地透露出了一丝高兴的情绪 我相信你已经知道 阿罗纳克斯这样的暗精灵 想让奥秘世界再次由精灵统治 而他们仍要继续这条路 我仿佛意识到了什么 赶忙问他 你为什么要说他们 你不也是暗精灵的一员吗 难道你的理念与他们有所不同 面前这位精灵垂下双眼 将万千的无奈挟在眉心 他悠悠地说 安堆 我是个暗精灵 但他已经成了我的负担 我看到了幻象 他展示的画面 是暗精灵做了一件恶事 导致整个世界都变得更糟了 我劝导赞二无灵说 你应该做的是相信自己 而不是被种族的命运所束缚 他的情绪突然开始高涨 安堆 你说的没错 我需要把握自己的命运 而不是和一群盲众待在这里 我能看到你的方向 但我看不到自己的抉择 我趁机表示 那就加入我吧 安精灵 如果你的种族已经成了束缚你的牢笼 不如与一位陌生人一起重新开始 我相信你会看得更清楚 赞二无灵思索了许久 语气突然恢复了强硬 我可以加入你 但我会以寻找自己的答案为敌友我 而不是帮助你 你以后恐怕要经常祈祷 我的加入不会招致你最终的毁灭 这位精通攻击魔法的安精灵加入 将让对我如虎添翼 这定将又是一场双赢的结局 安精灵的营地中还有一些委托可以完成 但我们目前已经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 直接根据赞二无灵的指示 来到了敏格拉德的营帐 通报说 由摩洛基之手成员求见 终于 我们见到了这位名为敏格拉德的女性精灵 他是目前暗精灵的实际统治者 暗精灵的统治体系非常扁平 从敏格拉德的装束来看 他也不过是族群里一位比较精英的盗贼 负责管理陈昂的各种事物 他也并没有察觉我们的异样 即便我们的队伍种族包含人类、矮人、精灵甚至还有一条狗 毕竟摩洛基之手本身也是一个涵盖面极广的组织 敏格拉德不耐烦地说 摩洛基之手的下级成员直接来找我 有何事物 快说 我准备继续框片一下 于是就闪烁其次地说 我是来汇报非空体幸存者下落的 抱歉 我们没能杀死西风号的幸存者 不过 我觉得你似乎对幸存者的情报有所隐瞒 希望能详细告知为何要对西风号以及乘客赶尽杀绝 证据性精灵冷笑一声说 这只说明你们摩洛基之手的无能而已 我没有任何义务告诉你 我则据理力争 我们摩洛基之手也有原则要坚持 而正义不是全能解决的 如果你对我们有所隐瞒 恐怕我们也不会拼尽全力 敏格拉德一证 随即恢复了冷静说 好吧 那么你认为我有什么瞒着你 我赶紧借机询问 我们想知道黑山部族和幸存者的关系是什么 我们必须了解猎物的心理才能猜测他的行为 精灵女人说 唯一能告诉你们的就是逃跑的矮人给幸存者传递了什么消息 所以我们才要杀了他 具体细节并不清楚 但我们推断 这和矮人被放逐去大虚空有一定的关系 史丹娜也就是逃出来的矮人 是黑山氏族最好的科学家 吃起了他 让我们的工作进度大受影响 这段话对他来说似乎无关痛痒 但对我们来说如同惊天霹雳 黑山部族被放逐进了大虚空之中 而史丹娜不知用什么方法逃了出来 还好我的这些战精并未展露在表情之上 对方也没有察觉 我进一步说 你们的阴谋力利用贝茨可真是天才的一步棋 敏格拉德对公伟毫无抵抗力 他大笑道 多年来我们都在寻找一个放逐矮人的借口 而那个年轻的白痴恰好在那里偷走了他们的科技 阿洛纳克斯本人都没想过事情居然会如此顺利 他命令矮人们建设高科技的传送门 以削弱结界 好回到这个位面 而居然有矮人不识抬举自己先逃了出来 这可让我们的领袖大为光火 我心想原来这一切都是个阴谋 表面上矮人们被流放到了绝望岛 而实际上是在暗精灵的策划下 黑山士族被流放进了大虚空 帮助阿洛纳克斯建造传送门以求回归奥米大陆 而贝茨的行为却被他们利用了 作为了流放矮人的口实 我进一步询问 为什么史丹娜能回来 但阿洛纳克斯却不行 精灵说 传送门的列系得足够大 才能允许魔法倾向高的人回归 我以为这是个常识朋友 我想史丹娜一定让幸存者和贝茨取得了联系 如果贝茨雇佣法师对传送门的建设造成麻烦 我可不会放过你们这些没用的刺客 我感到已经从他这里套到了足够多的话 于是我说 尊贵的敏格拉德女士 我想我们已经获得了足够的信息 接下来一定会想办法除掉幸存者 帮助暗精灵实现阿洛纳克斯回归的大业 随后赶紧从营帐之中退出 不过刚出门我们就意识到事情不妙 前面有一个威猛的人类男性正在向营帐走来 而他身上则也佩戴着摩洛基之手的标志 他是正牌的雇佣兵 而如果他进到营帐里和暗精灵通气 我们可就完了 于是我赶紧与他打话 你好 我的兄弟 你也是去找暗精灵报信的吗 这人灰色的瞳孔 仿佛蓝天中觅食的老鹰 他盯着我看了一会儿就冷笑起来 别争了 我认识你 说吧 他把手搭在腰间的短剑上 随时准备出手 我建议不问 你认识我 他哈哈大笑起来 你带着摩洛基之手的护身符 却不认识自己的主人 那么你只能是他了 那个杀了我无数的弟兄 每次有都把护身符抢走的人 谎言已经毫无意义了 我已经找了你很久了 他介绍说自己是基登莱尔 此时摩洛基之手组织的老大 我知道隐瞒已无用处 便开始直面这位对手 你就是基登莱尔 德里安卡的弃足 大陆上肮脏雇佣军团的首领 我想问你 为什么摩洛基之手 会想要杀掉我这样一个无名之人 基登莱尔对于弃足肮脏等形容并不生气 只是轻描淡写地说 收人钱财替人消灾 这是天经地义的事 你没做错任何事 契约最初的目标是 史丹纳碎尸者 你只是和他聊了天被卷进来罢了 我随即问道 你知不知道为什么要杀害那个矮人呢 基登莱尔轻蔑一笑 我们只是杀手组织 从不过原因 我们不在意良心和道德 所以准备迎接自己的终局吧 但据我了解 摩洛基之手从前可并非如此 于是我正则道 可惜呀可惜 一代枭雄基登莱尔居然沦落至此 我敬佩的摩洛基之手 是当年那个知晓了扣钢邪恶 便义无反顾的背叛德莲卡的正义组织 你们当年可是有自己的原则的 如今只是沦为了几个童子的奴隶罢了 面前这位男性的脸色开始肉眼可见地发生变化 他低下声来问 你什么也不知道 不要多说了 于是我将瓦金留下的书籍内容告诉他 并进一步对比从前组织的正义和现在的不堪 以求引出这位盗贼哪怕一丁点的羞耻心 果然我的计策出见成效 基登莱尔这久经沙场的老盗贼居然也有羞愧不堪的一天 他表明 你可能是组织外唯一了解这些内幕的人 我曾经为扣钢这恶魔买命是我一生的耻辱 他用活人做实验杀了他们 再将他们唤醒 曾经的崔里安 现在的我都对当年的反叛毫不后悔 于是我明白了 他们依然有基本的正义和羞耻心 我对此循循善用 开始将暗精灵的邪恶阴谋也向他详细说明 只见他的眼睛越瞪越大 最后他选择相信了我的话 这么说 阿罗纳克斯要卷土重来了 暗精灵原来只是利用我们实现他们的计划 朋友,摩洛基之手绝不会再次沦为他人的邪恶招牙 对于刚才的不愉快 我深表歉意 我向你保证 摩洛基之手从此再也不会打扰你了 祝你好运 说吧,他转身离开 对此地也没有一丝留恋 我知道这个人说话的分量 这个有五百年历史的组织 从此将和我再无瓜葛 随后我们打算离开 我要向贝茨和瑞文报告这一惊人的消息 不过我们刚刚从陈昂走出 维吉尔便对我说 原谅我安多因先生 我得离开了 我有件事必须去做 一件很久以前就应该做的事 我对此刻已经早有准备 尽管我极力提出要去帮他 但他依然坚持要离开 我询问他的动向 他提出自己要去卡拉顿 解决一件多年前的恩怨 我说不动他 只能让他离开了 以后有机会我一定会到卡拉顿 去寻找维吉尔 如今我得知了关于黑山士族的惊天阴谋 准备第一时间赶紧告知瑞文 来到昆塔拉 守卫看到赞阿尔乌林之后皱了皱眉头 表示暗精灵不能进入昆塔拉 我也只好让他再次等候 这位一直坚韧的精灵牧师 如今竟显得有些楚楚可怜 先不管他 赶紧来到城市上街找到瑞文 此时的瑞文正双手环抱胸前 等候在尹女士的大殿之外 他仿佛知晓我的到来 依旧用最温暖的笑容迎接我 很高兴看到你安全归来 安杜颖 瑞文抓起我的双手 看着我的眼睛说 你受伤了吗 身上哪疼吗 我可以帮你治疗 我的意识一时之间开始弥散 但还是尝试集中精神向他汇报 我带来了暗精灵的消息 瑞文 瑞文说 这场冒险旅程真是惊心动魄 看来你找到了敏格拉德 我赶紧跟他说 是的 那个女人就在村庄中 我跟她聊了很久 瑞文突然面露怒涩 将抓着我的手放开 声音突然高 她说 那个女人 你跟她有什么好说的 看来你在她的营帐里待了很久 我赶紧解释 不 只是一些必要的话 瑞文 而我心中所想的 就是赶紧回来 只为了将所有的事赶紧告诉你 瑞文重新开始微笑 安杜颖 这是我听过最动听的话 告诉我她说了什么 之后我将这一路的见闻全都告诉她 包括黑山士族目前的下落在大虚空之中 以及这一切都是为了让阿罗纳克斯回归的计划等等 瑞文思索一臣说 阿罗纳克斯如果卷土重来 将是整个奥秘大陆的灾难 我想你已经知道 她是被我们精灵议会放逐到大虚空之中的 而原因就在于 她的种族优越理念与主流的众生平等理念产生了冲突 我觉得接下来可以走访一下对这些预言了解更深的帕纳利角 不过无论如何 你应该先和我母亲谈谈 于是我们再次进入营帐见到尹女士 尹女士见到我们 已久喜怒不省余色 只是简单告知说 目前我们已经走入正轨 我向尹女士表示了感谢 便询问接下来的目标 尹女士的回答简洁而有力 你的答案与纳斯鲁丁同在 当我要进一步询问时 尹女士开始变得沉寂 于是我们也只好退出营帐 于瑞文提到尹女士所说的答案与纳斯鲁丁同在 她沉吟良久不断思索 最终得出答案 接下来我们要去的地方是卡拉顿的帕纳利第一神庙 关于纳斯鲁丁和阿罗纳克斯的这些旧事 或许只有那里才能找到一些蛛丝马迹了 不过我所关心的是瑞文的用词 什么 你刚才说了我们 你的意思是 瑞文一脸严肃地看着我说 这是一场关系到整个奥秘世界生死存亡的大事 你觉得我除了跟着你以外还能去哪儿 我极力掩饰心中的欢喜 向她伸手说 欢迎来到安杜因拯救世界的队伍中 瑞文小姐 而她则以一个明媚的笑容作为对我的回应 瑞文进屋与母亲告别 而我帮瑞文整理了一下形状 想帮她携带一些弓箭以减轻她的负担 但瞥见她的背包之中有一张古旧的字条 我趁她不注意拿出来看了一眼 瞬间感到天旋地转 这正是伦福特特威里格与瑞文的告别信 这么多年来她居然一直留在身上 只见上面写着 尽管为了探索案精灵我必须离开 但我希望你能把我们相处的时光深藏在心中 我只希望有一天 我们能再次手牵手漫步在昆塔拉的树林里 我永远是你的 我愤怒之下想将这纸条撕毁 但理智还是战胜了我的感性 我偷偷将纸条放回去 并默默地咽下了苦果 随后与瑞文出门 遇到了门口的赞二无灵 瑞文眯着眼睛说 她也是你的伙伴吗 我不会与这个暗精灵女人一起的 要么她走 要么我走 不过此时我的说服技巧和魅力 已经让瑞文无法忽视 我对着瑞文的耳边说 我相信我的陪伴能让你忽略她的存在 她只是为我们工作的一名斩动牧师而已 瑞文耸耸肩说 好吧 只有看着你的时候 能让我忘记这些白类 接下来我要前往卡拉顿 我记得维吉尔还在那儿等着我 同时我知道他去了哪儿 之前在档案馆查询的时候提到 他的哥哥劳伦斯 死在了施洋葱酒馆犯罪团伙的枪下 恐怕他是前去报仇的 来到施洋葱酒馆的地下室 我嗅到了一阵血污 还没等我们反应过来 一群歹徒便冲了过来 这些歹徒可真是自不量力 瑞文一箭就射穿了冲在前面的歹徒喉咙 马格纳斯挥舞着斧子 挡下了半十人魔强盗的一击 而赞2无0则果断地使用魔法将敌人撕碎 战斗就在电光火石之间 不过我的目光只被维吉尔的尸体吸引住了 我赶忙前去查看 还好维吉尔只是刚刚死去没过多久 胸口的致命伤是枪击 我闭上双眼认真寻找伤口中的子弹 将它去除 随后开始施展治疗学派魔法的最强奥义 复活术 我在冥冥之中搜寻着维吉尔的灵魂 我知道它并未走远 果然这灵魂就徘徊在地下室 我轻声细语地 逐渐地将灵魂诱导进入了肉体中 便迅速地将肉体缝合 防止灵魂挣脱出去 随着灵魂与肉体的逐渐融合 维吉尔居然悠悠地行转 这虽然是我第一次施展牧师派系的大魔法 但仿佛有一股久远的力量在协助我 并最终凑成了复活魔法的成功 瑞文也夸我道 为什么你这么熟练 我也只能不置可否地摇了摇头 维吉尔终于醒来了 他知道自己已经从鬼门关走了一遭 于是他来感谢我说 谢谢你把我带回来 或许你已经知道了 就是这些人杀了我的兄弟劳伦斯 我来这里就是为了做个了结 我知道这和自杀无异 但我无法释怀,也不愿逃避 遇到瓦金,遇到你之前 我是个不折不扣的罪犯 那晚我在这里赌博,输光了所有的财产 而他们要威胁杀掉我的兄弟作为敌亚 我本来不以为意,以为只是他们惯常的威胁手段 但你无法想象 我看到劳伦斯死亡之时的恐怖与痛苦 他在我的眼前浑身血迹支离破碎地断了气 我诅咒一切,随后玩命狂奔,意识模糊 直到帕纳利教的瓦金长老将我救了起来 我询问维吉尔说 你为什么不让我来帮你 你知道我会帮你的 维吉尔苦笑一声说 原谅我,这是我的执念 甚至死亡也是我渴望的结局 死掉的除了我以外,还有我的懦弱和悔恨 不过谢谢你朋友 因为你,我感到余生还有意义 让我们一道去解决你的那些麻烦事吧 我虽然帮不上什么忙,但至少能帮你分担忧愁 解决了维吉尔在卡拉顿的风波 我决定再去见另一个我必须见的人 那便是罗格尔 罗格尔正在轮氏部落中为黑山氏族而心怀内疚 我也必须给他一个交代 告诉他黑山氏族的所在地 以及政治的罗格尔只是被暗精灵所蛊惑 事情仍有挽回的余力 来到轮氏部落的王座 我们拜见了矮人王罗格尔 他对我们心怀感激 正是我劝说他回到了矮人王的职责之中 也让他终于和过去的自己达成了和解 我把目前已知的情况都告诉了他 这位矮人王也意识到到了该出手挽救自己人民的时刻了 于是他也决定让兰道夫做摄政王 自己与我们肩并肩的战斗 虽然途中他与赞尔尔乌林产生了一次不快 毕竟此时所有人对暗精灵的恨意都正直巅峰 但在马格纳斯的劝说之下 尤其在赞尔尔乌林提出了矮人族也有罗雷克这样败脸的时候 罗格尔相信这件事不应怪罪到每一个暗精灵头上 自己被蒙蔽时,这暗精灵孩子还未出生 将罪恶扩大到整个民族每个人的头上 只能招致更加深重的灾难 集结好队伍以后,我决定先去找一下贝茨先生 这个男人对现在的情况同样有知情权 我们告诉了他一切的真相 暗精灵只是拿贝茨传播蒸汽机这件事作为借口而流放矮人罢了 即使他们另有目的,矮人被流放入大虚空中 只是为了给阿罗纳克斯修剪传送门 贝茨先生得知一切后如是重负 他心中的负罪感终于减轻了不少 但他目前已经没什么能帮助我们的了 这位资本家资助了我们一些金钱 并祝愿我们能找到以女士所说的 命运与纳斯鲁丁同在的意义 与贝茨先生告别以后 我们准备前往卡拉顿的帕纳利教会 卡拉顿的帕纳利教是整个奥秘大陆的总部 因而教堂也被称为第一教堂 在教中的眼里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刚刚捡回一条命的维吉尔来到此处就显得十分激动 不断对教堂中各种雕像顶礼膜拜 来到大厅中 我们见到了帕纳利教首席士僧亚历山大 不出意料的是 这位首席士僧同样将我称为货生者 也就是纳斯鲁丁的转世 看来我这个名号已经成了教中们默认的事实了 我极力解释说自己并非货生者 但这位睿智的士僧看透了一切 他沉稳地对我说 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你已经和阿罗纳克斯建立了某种联系 你现在的角色就是货生者的角色 你扮演的角色和你实际角色一致 因而你就是货生者 我竟无言以对 但我还是想尽力搞清楚几件事 于是我进一步询问了一些相关事实 也更加清晰地知晓了传奇时代阿罗纳克斯被放逐的一些细节 比如放逐地点居然就在玫瑰堡北部的伯德加巨石镇附近 而纳斯鲁丁则死于这场战争中所受的伤 传说中他受伤以后不断向南跋涉 来到了整个奥秘大陆的最南角之后死去 而卡拉顿也就在这里建立 在他这里我们还了解到另外几位被放逐的奥秘大陆的致恶 克里之灾是一位蛮族战士 集结了一支无恶不作的军队 扣钢是痴迷于死灵研究的人类 杀害人类并将他们作为自己的实验品 卡拉卡图是一个化身恶龙的人类 将城市移为平地 古格斯是一个利益大无穷且贪吃的野兽 他会杀掉并吃掉一切阻挡他的生物 在亚历山大这里了解到了足够信息以后 我询问他 听说卡拉顿的教会中埋葬着纳斯鲁丁的遗骨 我们能否前去查看一下纳斯鲁丁的坟墓呢? 亚历山大表示可以询问教众中具体负责管事的两位资深干事 于是我们来到后殿首先找到了负责宗教考古学研究的哈德里安 他是一个枯瘦的老侏儒 我们询问了他关于纳斯鲁丁坟墓的所在地 哈德里安说他的棺墓就在大殿的地下 但我们都没机会看到 哎,如果我能看一眼就好了 许多问题都能得到解决 比如纳斯鲁丁的骨骼结构 或者使用魔法是否会变异等等 我好奇地问你不是宗教考古学家吗?为什么不去看看呢? 这老头突然开始发狂地挥舞拳头 我难道不想吗?他们不让 他们说这是亵渎神灵 真可笑 我是如此地尊重和敬仰纳斯鲁丁 我告诉他自己愿意效劳 可以代替他前去查看纳斯鲁丁的尸骨 这位考古学家便一无一时地将如何进入墓穴 如何通过密码开启暗门等等尽数告知了我们 而他想要的回报很简单 只要帮他带一片遗骨灰来就可以了 我当然爽快地答应了他的请求 除了哈德里埃以外 我们还询问了另一位宗教学干事威尔海姆 他是教会的历史学家和文献鉴定学家 我们问了很多关于帕纳利教历史的问题 在他这里我们还了解到了关于圣徒曼诺克斯的事情 这教堂中除了纳斯鲁丁以外 就只有这位圣徒曼诺克斯的雕塑被允许置入其中了 根据威尔海姆的说法 这是一位不是出的圣人 没有任何的污点 而他也是唯一一个传说中被点化了的人 也就是他并没有死去 而是被纳斯鲁丁直接带到了另一个位面 但我听到这里总是有些怀疑 这种说法更像是掩盖了他的死亡 进一步询问 威尔海姆说 有位精灵目睹了他的点化 那名精灵的名字叫坎华 卡拉顿最健壮的魔法师亚历山大 也是曼诺克斯的直系后代 随后我们询问了关于纳斯鲁丁遗骨的问题 这位历史学家倒是已经发现了一些疑点 他也愿意共享给我们 他发现石棺上的雕纹设计过于井井有条了 似乎不像是精灵当年使用的器物 同时还指出 古事记上也有一些颇为违和的记录 但总之 下去找到纳斯鲁丁的石棺 应当就能水落石出了 于是我们按照考古学家指示的道路 打开了密码大门 来到了大殿下方的地下水道深处 在这里我们找到了传说中纳斯鲁丁的石棺 我们打开石棺看到了一幅骨架 但我一眼就看出一股右手有一根手指不见了 而棺盖上则有鲜血写下了一个奇怪的符号和一些文字 此时我们还不能解答 只能将其描摹在纸上 随后我将他的头颅带了出来 来到上层找到考古学家将颅骨给他 哈德里安开始端起来仔细地研究 我明显注意到了他的神情变化 从一开始的极度兴奋 到后来的充满疑惑 再到后来的充满愤怒 我不禁打断他说 有什么问题吗 这就是纳斯鲁丁石棺中遗骨的头骨了 哈德里安压抑住情绪问我 朋友 你还看到了什么 我告诉他 还有一个血色的符号 哈德里安说 这个符号很像古代的帕纳伦语 他虽然大概猜到了意思 但还是要求我们去询问维尔海姆 得到确切的答案 当我提到尸骨的手指时 哈德里安提出 看来事情正在朝最不可能的方向前进 曼诺克斯的手指是帕纳利教会的圣物之一 如果猜测没错的话 底下石棺里的人可不是纳斯鲁丁 而是圣徒曼诺克斯 如果石棺内壁有血字 那只说明一件事 曼诺克斯是被人活埋进棺材里的 哈德里安表示 但是这个发现实在过于震惊 一直以来教徒们因为亵渎神灵的禁忌 而从未接近过纳斯鲁丁的遗骨 现在看来 这个禁忌的颁布者 似乎也有一定的嫌疑 之后我们与历史学家维尔海姆交谈 他也表达了相似的想法 他解读了石棺上那个残缺圆环 第一个词的意思是镜像 第二个词的意思是真相 或许在棺材中死去的曼诺克斯 再向其他人传递一些重要的信息 同时他提到根据古世纪的记载 纳斯鲁丁走到了最南端死去 因而大家都猜测他的尸骨被埋藏在了卡拉顿 但实际上奥密大陆真正的最南角是求死岛 或许他的尸骨也在哪里 回到亚历山大这里与他对话 但这位师尊表面上还是要维护教会的尊严 如果没有真正的证据 恐怕也不会让他承认整个教会的基础存在问题 于是我们先暂且放弃 接下来我们的目标有两个 一是找到圣徒曼诺克斯真正的死因 二是由此推断出纳斯鲁丁真正的长眠之地 想起曾经在玫瑰堡的市政厅外面 我注意到一串奇怪的指示方向的符号 按照这些符号的指引 以及曼诺克斯死前所传达的信息镜面 也就是将这些指引全部调转方向 我们在玫瑰堡西北的一处隐藏极深的地方 找到了一处圆形的石门 按照棺材内部的符号排列上面的蚊子将其打开 我们居然找到了曼诺克斯生前的藏身之地 这是一处窘迫至极的居所 暗无天日不说 还四处都是发霉和潮湿带来的刺鼻气味 在这里翻找 我们找到了帕纳利教第一圣徒曼诺克斯生前的笔记本 曼诺克斯正是在教会中被砍花 釜底抽薪 这位新来的精灵教主散布一些异端学说 笔记上还记录了曼诺克斯遇到纳斯鲁显灵的故事 如果这是真的话 或许当时就已经出现了获胜者 又或者纳斯鲁丁还活在这个世上 而当曼诺克斯在辩论中告诉了坎华自己见到过纳斯鲁丁真身之后 又遭到了他们精灵同伙的追杀 只能藏身于此 而日记的最后一页记载了这名教徒 还是决定回到神殿执念一切 而结局我们也都清楚 这位圣徒被砍花等人活埋进了石棺内 而让一个人消失的最佳途径就是捧杀 只要砍花不断告诉别人他作为圣徒作画 并神化曼诺克斯 就绝无人会把嫌疑怀疑到他的头上 我们总算都明白了围绕在曼诺克斯周围的整个世界 于是带上曼诺克斯之剑回到了亚历山大身旁 将事情的来龙去脉向他告知 这位尊贵的侍僧一开始低头沉思不语 当他确认了剑的真实性以后总算相信了 他说道 看来你也就是获胜者 之所以来到这里 是因为我们被一个多年来的谎言所蒙骗了 天理朝朝 我一定会和最高祭司谈的 随后我同样把一切告诉了考古学家哈德里安 石棺中埋藏的不是纳斯鲁丁 确实是曼诺克斯 纳斯鲁丁很有可能埋藏在更考难的求死岛之上 考古学家感谢了我们对帕纳利教进行正本清援的贡献 于是决定将他收藏了许久的三件圣物交给我 其中包括卡拉卡图的眼睛 曼诺克斯的手指 还有一个非常奇妙的玻璃钥匙 其描述中提到了杜林真相之书 我好好收下了这些珍贵礼物 并向帕纳利教的所有成员们道别 接下来我们的目的地就是求死岛了 不过我准备在前往求死岛之前解决一件其他的事情 那便是目前唯一遗留的未解之谜 钢铁氏族的所在地 其实目前我们手上已经有了很多的线索 使用从矮人那里得到的蓝图 我们打造了一个钢铁钥匙 利用这个钥匙在塔伦特博物馆里找到古代铁箱 用钢铁钥匙打开 可以找到里面的三个零件和一份文件 这份文件只是了细雨之地的所在 打开地图,传送到细雨之地 在最深处我们找到了一个十分诡异的古代机械 每次操作摇杆都仿佛能从机械中听到一些声音 我们将三个零件都插入其中 转动摇杆终于逐渐听清了这段声音 这声音仿佛来自遥远的宇宙之中 仔细听从钢铁部落传来的消息 寻找杜林的真理之书 在书里夹着的钥匙就是你一直要找寻的 还记得我们在莉莉安那里偷来的 不,拿来的那本《杜林真理之书》吧 果然在此处派上了用程 打开其中,上面的文字逐渐展示出来 它展示了钢铁部落的神秘入口 但其中并没有录音提到的钥匙 而我知道,这钥匙正是帕纳利教中收藏的玻璃钥匙 在一串复杂的反射和折射之后 入口的门终于开了 进入其中,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画在地板上巨大的士族符号 马格纳斯看到以后惊呆了 这其中的符号居然和自己祖父留给自己铁手套上的符号一模一样 也就是说,这钢铁士族正是马格纳斯失落的部族 此时罗格尔发话了 你属于钢铁部族 我,轮氏部落的罗格尔·雷石,将与你的人民为友 愿钢铁部落再次恢复他古老的荣光 尽管马格纳斯仍然觉得难以置信 但很明显整个部落都已经消失了 马格纳斯也被矮人王任命为钢铁部落的首领 而这位新人首领决定效忠于矮人王罗格尔 我们不知道这个部落消失的原因 但我自己猜测,这部落的科技发展的实在过于强大 根据之前细语之地的发现 我有理由相信整个部落选择自己旅行到了其他的地方 或许他们的目标已经越过了石墙山脉 越过了灰色高岭 甚至越过了整个奥秘大陆 前往了星辰大海之中 随后我们在部落中进行了一些简单探索 战胜了钢铁部落守卫 并拿到了一些强力宝物之后 回到了轮氏部落历史学家埃里克这里 向他告知了这一切 这位矮人十分仰慕钢铁十足的科技水平 希望有朝一日能前去探访他的洞穴学习这些科技 我知道这些对科技物性极高的矮人 一定有一天能参透钢铁十足的科技 不知到那个时候 奥秘世界又会产生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 解决了马格纳斯失落不足的谜团 我们终于准备前往求死之岛了 在贝茨这里听说 丘斯岛是一个比绝望岛更加凶险的岛屿 也同样的有传送结界 恐怕只有曾经在我们去过绝望岛的那位资深水手提起船长才有这个胆识 能前去丘斯岛 来到黑根镇找到正在酒馆潇洒的提起船长 出人意料的是 这位船长居然在醉酒的时候来赌博 把自己的船输掉了 这里提起给了我们几个方案 一是通过赌博再把船赢回来 但这得需要惊人的运气和实力才行 二是老老实实的付钱把船买回来 我打听了一下船的购买价格 居然需要五万金币 我数了数兜里的全部家当对他摇了摇头 而随后提起船长提出了第三个选项 那便是去找老皮特借船 船长讲述了一段非凡的故事 也描述了自己得到刘颖浩的经过 他说 曾经我在一个叫杰克的船长手下当大副 而刘颖浩本来也属于那位船长 有一天,杰克喝醉酒以后大喊大叫 说自己是比奥秘大陆上最伟大的海盗 比耶卢比德克、布莱克萨姆、贝兰米都要强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 大家自然都哈哈大笑起来 酒馆中充满了快活的空气 但杰克越说越起劲 他居然开始说自己比金肉皮特还要更伟大 突然,整个酒馆寂静无声 大家赶紧把杰克船长推进卧室慢慢醒酒 并假装一切都没发生过 随后有一次 刘颖浩航行在一片死寂的月圆之夜 随着西风飘来了一艘破烂蓝绿的船 在一片疑云之下 我听到了一阵喊叫 后来大家在杰克的船舱中发现了他 他每只眼睛上都插着一把匕首 胸前则刻着胸眼的标志 大家知道这是金肉皮特的杀人标记 而四目远望,皮特的船早已消失得无有无踪 自此以后,我才成了刘颖浩的船长 皮特是我在大海上见到过的最冷血卑鄙杀人如麻的海盗 而如今他已经死了两百年 但幽灵船却仍在世间 多年来无人敢问津 如果去找他的王魂借船的话 应该不视为一个可行的方案 船长帮我们标注了皮特临死前停船的地点 我们向提起表示感谢 便决定采取这第三种方法 来找金肉皮特试试能不能借到船 这是一处位于塔伦特东南的海湾 船送到此,我们看到海边设置了一处小小的百度船 而这应当就是前往皮特停船之处的小船了 我的队伍目前早已无所畏惧 乘船直接朝南部的港湾驶去 在重重迷雾间,我们终于发现了传说中的幽灵船 而金肉皮特船长也正站在幽灵船的旁边 当然,他已经死去了两百年 只剩下了一具枯骨 但魂魄依然在他的身体之内 我朝着骷髅打招呼说 很荣幸见到您,皮特船长 我们来此是想商量一下能否见您的船遗用 但这骷髅却并非我们想象之中 至少保留着一些威严船长形象的皮特 而是直接开马 谁他们想偷老子宝贝,不想活了 老子马上让你体会啥叫生不如死 我赶紧解释说 我只是来找你谈谈借船的事,不是来偷东西的 骷髅依然不依不能 你在老子身边转来转去 不就为了老子的宝贝吗 老子的船比老婆还重要 我这饱受折磨的灵魂可没时间听你瞎扯 我灵机一动说道,饱受折磨 我看你活得还算开心,甚至感觉活得挺爽 这骷髅更急了 挺爽?你是不是傻? 我是有史以来最暴躁最卑鄙最残忍的海盗 在我生前做的一切都比不上我死后看到的场景更悲惨 我被诅咒了,诅咒我从死那天开始永远在海里漂泊 四处纠缠和杀害亵渎我名字的人 给纯洁的心灵注入恐惧,给孩子们带来噩梦 我做出聆听者的样子继续听下去 皮特叹了口气说 我杀了太多无辜的人,我亵渎了太多神圣之地 最重要的是我违背了海盗的血世 我死后看到了太多亡灵了 每时每刻都在感受他们的痛苦 我好奇地问道,皮特先生,有什么办法能打破这些诅咒吗? 皮特沉思了一会儿,凝视远方说 你会帮我解除诅咒?你能告诉我为什么? 我心想,还不是为了你那该死的船 但我还是心平气和地将一直以来发生的事如数地告知他 表示借船的确有极用 皮特突然平静下来,他说 我同样同情你的遭遇旅行者 当我的诅咒解除之前,你开不走我的船 与这艘船一同到时间尽头是我的命运 但或许有办法能打破这个诅咒 据说只要弥补生前的三件重大错误,这诅咒就会解除 之后我询问要做什么 皮特布置给我三件跑腿的任务 第一件任务是关于一个叫乔纳斯·威廉森的男人 皮特生前只是为了他鞋上的银扣就杀死了这个好人 而他的家族没了乔纳斯,生活得十分艰难 皮特希望我能将他的财宝挖出来 与那个银扣一起交给威廉森家族的后人 第二个任务,与一个上古神奇的寺庙有关 皮特曾经在沃里顿的教堂破坏了圣徒遗物 还在神圣的祭坛上撒尿 而这一切让那里的僧侣气得够呛 这诅咒也一定与他们有所联系,皮特想拜托我家那边的圣物复原 从而让那些虔诚的信徒对自己释怀 第三个任务最为困难,皮特要让我们帮他找到班戈里之灾祸 一把奥秘大陆上最为邪恶的武器 据说是用处女和儿童直接扔进炉子里天火锻造而成的 他曾经是矮人部落战争的罪魁祸首,矮人法师罗雷克的配件 除了最邪恶的人,别人仅仅是看他一眼就会死掉 本来皮特建立了一个七人海盗小队前去寻找 立下血世要分享这宝贝 但在黑沼泽中找到他以后,皮特却如同被附身了一般 用那把诅咒之人将伙伴们一个不留地杀死了 第二天醒来,皮特知道自己闯了大祸 于是丢掉了班戈里灾祸迅速逃离 而违背血世的惩罚将永远伴他终身 我们启程前去解决这些任务 第一个任务只是纯粹的跑腿 我们只是带着皮特的财宝来到乔纳斯·威廉森的家 把财宝给了他的遗族,给完成了 第二个任务略微复杂一些 我们拜访了这些僧侣,帮他们从采石场取回材料并复原了祭坛 第三个任务着实花费了我们好大精力 来到班戈里深渊,果然刚进去就看到了一群海盗的尸骨 让我们知道皮特所言非虚 深渊中的怪物确实也十分强大 但我们的队伍早已今非昔比 我们有强壮的战士罗格尔和马格纳斯 可靠的米莎,聪慧坚毅的法师维吉尔和赞阿尔无林 敏捷的攻守瑞文,再加上我的治疗和状态魔法的辅助 一路上虽然群魔乱舞,但被我们斩杀殆尽 来到身处的熔炉处,果然见到了班戈里灾火 我把他拿在手中,瞬间感受到全身仿佛置身于另一个次元中 无数的声音在我耳边低语,让我开始逐渐疯狂 还好,此时瑞文的一声怒吼,犹如穿云之剑从这虚空之外传到我的耳边将我唤醒,快扔掉它 我连忙将班戈里灾火扔了出去,正好扔进熔炉之中 这把剑将永远不复存在,而皮特也即将获得自由 回到船长身边,他感受到自己身上的血肘消失了 于是心满意足,也按照承诺将船给了我们 终于,我们拿到了整个奥秘大陆最传奇的幽灵船 下一个目的地便是大陆最南方的求死岛 这座岛位于半石人魔岛的东面 由于到处布满急流险滩,因而无人万金 还好我们的帆船性能极好,即便在这样的环境下也如履平地 最终成功载着大家来到求死岛之上 求死岛上确实无比蛮荒 不过也能看出,从前同样有一批不怕死的冒险者前来探索 因而多少留下了一些路径和帐篷 我心中只有一个方向,南方 因为无论是曼诺克斯的流言,还是亚历山达提到的传说 纳斯洛丁都被埋葬在了整个大陆的最南方 经过了漫长的跋涉,终于我们到了一处路桥之处 而它连接了一处与大岛若急若离的小岛 我仔细观察,发觉小岛之上仿佛有人烟 我们通过路桥,沿着越来越明显的道路前进 我们来到了一处有人居住的木屋 敲门以后一位身着蓝色长袍的老年精灵给我们开了门 不知为何,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 这感觉甚至让我差点脱口而出 他眉眼只是简单的勾勒,而似乎又充满了智慧 他的身子只是简单的站立,但无处不透着一股威风淋漓的气势 这位老者倒是不客气,他开门见山地对我们说 我来这儿可不是为了欣赏风景,只是为了避开你们这些俗人 快走开 我礼貌地询问,先生,我来此是来找一座坟墓 不知你是否知道纳斯鲁丁最后的安息之地 老者不屑地笑道 你们是来找那个伟大的纳斯鲁丁的 他有什么伟大的 要我说,他就是白痴一个 维吉尔气不过,朝老者喊道 你这家伙,你知道你提的这个名字有多么神圣吗? 他拯救了我们所有人,也包括你 老者继续轻蔑地说 神圣,你是说那个又老又没用的精灵吗? 他完全无可救药了 像他这种人格低劣的家伙 不值得你们为他白费唇舌 维吉尔还想继续争辩 而瑞文则挡在他的面前说 面对我们的新朋友还是尊敬一些比较好 老者的语气这才缓和下来 他说,这姑娘们还差不多 我当年曾认识一位与你长得很像的女孩 她的名字叫银之子 瑞文灿烂地笑了起来 他说,是的,那便是家母了 他也曾经提起过阁下,说你是她见过最伟大的精灵 老者大笑,向你的母亲送去我的问候吧 她是个可爱的孩子,而她也同样有位可爱的女儿 向你问好,瑞文公主 瑞文则沉静地说道 我会将您的问候带到的,她会很高兴知晓你在此处隐居纳斯鲁丁 听到这里,所有人都震住了 我相信瑞文,而我同时也相信自己的眼光 面前这位一看就法力极为深厚的老年精灵 其实正是纳斯鲁丁本人 他并没有死,只是隐居在此 姨女士的教诲游在我耳边回响 你的答案与纳斯鲁丁同在 我知道在这里,我将揭开这团迷案最后一块面纱 嵌入最后一片拼图 接下来,我们将与纳斯鲁丁深入探讨 了解阿罗纳克斯的动向 询问出大虚空的秘密 并亲手将一切终结 即便可能要前去大虚空这等凶险之处 我们的队伍仍然团结一致 如同钢铁一般的洪流无可阻挡 纳斯鲁丁面对我们惊讶的表情似乎并不在意 他只是底下头喃喃细语道 是我把世界交给了阿罗纳克斯 是我让他有了夺取世界的野心 对他的行为我负有全部责任 我十分疑惑地问他 他做的事为何要你来承担 纳斯鲁丁长他一生 他是我的儿子 在场的所有人都发出一阵惊呼 你说什么 老年精灵望着远方继续平静地说道 是的 阿罗纳克斯那个最邪恶的精灵是我的儿子 我没能阻止他误入歧途是我的问题 我一直用保护次要种族的说法 也导致他产生了这种偏见 其实保护和歧视也只在一念之间罢了 为所有民众谋福利是我的信仰 而我们找到了万能的方法放逐 终极力量产生了终极的职责和终极堕落 比如我的儿子 他就要利用这些手段 对一切他以为的威胁随意杀罚 在我们的询问下 纳斯鲁丁说出了一个隐藏了许久的秘密 也就是阿罗纳克斯被放逐的真正原因 曾经大陆的东方有一个高科技都市名为文迪格罗斯 而在魔法种族看来 他们的行为对自然界是毁灭性的 于是阿罗纳克斯开始警告这座城市的居民 出于自保,文迪格罗斯开始建造能摧毁最强大法师的装置 阿罗纳克斯听说以后决定先下手为强 他召集了一群最强大的法师横扫了那座城市 将整座城市变成了一片废墟 纳斯鲁丁继续说道 当议会谴责他的行为时 他感到自己被背叛了 他并没有为自己的傲慢而忏悔 他以为我一定会替他辩护脱罪 结果就是我反而投了最关键的一票 放逐了自己的儿子 而他开始反抗的咒语则标志着 传奇时代和精灵议会的结束 并且标志着我生存意志的毁灭 那是波德加平原上的一个残酷黎明 我们的军队在黑色尖塔的阴影之中 经历了奥秘史上最可怕的战斗 太阳落山时 我们只剩四个人 得以亲眼目睹我们给阿罗纳克斯带来的毁灭 在被我们摧毁的军队尸山之中 我找到了他 而也就是在那里 我亲手将儿子送进了大虚空之中 最终 我们联合起来的强大意志将阿罗纳克斯制服 我起眼看着儿子掉入了恐怖的虚空 而在这次冲突中释放的力量和愤怒将我们剩余的能量撕碎了 失去了能量 我们通过一个石阵将裂缝封印起来 而博德加石阵作为纪念碑一样的存在 标志着我儿子毁灭性的傲慢 以及我自己无法被原谅的失败 当我醒来 我已经在求死岛的海滩上了 我恢复了能量 将自己封入了再生壳 利用魔法冬眠生活了一千年 后来我到大陆游离 本以为我能再次融入社会生活中 但直到我和曼诺克斯聊过以后还是下决心回来隐居 我们得知这些消息确实十分震惊 当务之急是阿罗纳克斯已经蠢蠢欲动 准备利用矮人建造的传送门回到这个世界 于是我询问纳斯鲁丁 接下来我们该如何是好呢 老精灵也是头一次听说阿罗纳克斯卷头重来的消息 他略加思索叹了口气说 看来我醒着这么多年只是为了这一天吧 阿罗纳克斯到底是为什么 你为什么不懂自己选择的道路是错误的呢 经理议会已经消失 但是他如果回来将所向披靡 我只能想到一个办法 恐怕你要去文迪格罗斯 寻找那个传说中专门对付强大法式的高科技工具 虽然地面毁掉了 但我相信那个设施就隐藏在地下的迷宫之中 我询问他那么这地点具体在哪里呢 纳斯鲁丁也只是摇摇头说 我不知道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事 我也没办法标注准确的地点 你可以到那个连接了废土和大陆的桥附近探索一下 随后他面不改色地说出了一句让我们十分紧张的话 我得在这儿保存体力 随后还要把你们送到大虚空里去呢 我大惊失色地问你想让我们永远也回不来吗 纳斯鲁丁只是简单地说 我们不能等到他打破封印修好传送门之后了 矮人们能逃出来相信你们也能 随后他继续说 你正是阻止这次大灾变最关键的人物 当你们取回文迪格罗斯装置 就在博德加石镇找我就好了 勇敢的旅行者们 祝你们一切顺利 在我们整个谈话过程中 维吉尔陷入了近乎癫狂的状态 他一直以来信任的帕纳利教的根基被打破了 我不是活生者 而纳斯鲁丁还活着 而这两千年间教会拜的神其实从来都不存在 一切似乎毫无意义 纳斯鲁丁则微笑地安慰他说 维吉尔 如果有什么是人一生中必须学会的 那就是质疑一切的精神 我相信你最终会找到自己的答案 维吉尔则只是苦笑说 谢谢你 纳斯鲁丁 我会看着这件事直到他最后的终结 接下来这位法师就陷入了长时间的精神恢复状态中 似乎是要准备随后将我们放逐进入大虚空所需的能量 我们便不再打扰他 按照他的指示直接通过传送来到了通往文迪格洛斯荒原的大桥附近 在桥边我们遇到了一位半生人村民 在他的帮助下我们知晓了法师之城图拉的位置 图拉的大名我们已经并不陌生 曾对奥秘大陆影响极深的法师团体 如今在技术发展的今天躲在了遥远的图拉城中继续研究他们的魔法 多年前坎布里亚之所以没能走上科技道路 也跟图拉法师的干涉有关 但自从塔伦特崛起 法师们好像就没有了政治诉求 只是在遥远的图拉城中演习法术 不闻窗外之事 一路上能见到的风景就是炎热的沙漠和戈壁 因而我也并未迟疑直接群体传送来到了城外 城市并没有入口 我们询问精灵守卫如何进城 这长袍克打量了我一下说 是你啊 乔里安已经告诉我等你前来 你可以进去了 这乔里安是何许人也 居然知晓我们的动向 随后我们从城外的两个柱子之间走过 神奇地直接迈入了图拉城之中 这是一处在沙漠中平地而起的城市 只在城市的最中央有一口清澈的水井 周围围绕着一圈棕榈树 四处望去 整个城市中充满了各式各样的信徒和天使模样的雕像 地上也布满了各种法阵一样的符号 我仔细观察了一下这些巨大的符号 似乎每一个都对应着16大法师学院派系中的一种魔法 在城中打听乔里安的所在 才知道他就是图拉城的大预言师在城中的宫殿里 在图拉大殿中 我们见识到了各个学派的大师及法师 在这里我与治疗和传颂学派的大师潘谈圣欢 交流着魔法流动的艺术 而在维吉尔的催促之下 我才意识到来此的目的是要询问文迪格洛斯装置的所在 但这些法师似乎也都并不知情 纷纷建议我去找乔里安询问 与水系大师聊天时 他提到图拉作为纯粹魔法的避难所 需要维护哲学一般的纯净 而他的一个学员似乎出了一些问题 几个月前他派遣自己的一名学生去寻找一块对水系魔法有益的宝石 而那位学生经历了千辛万苦终于将宝石找了回来 但却因为离开了太久 他的理念已经发生了变化 甚至还穿着科技的增强装甲 而法师并不希望这位学生的理念污染图拉的世界 因而希望我们能帮他出面 说服学生将宝石交出来并和平地离开 我们按照指示来到图拉城外找到了那位学生 只见他确实穿着一身增值装甲 正气鼓鼓地跟那些不允许他进入的精灵守卫理论 只听他高声喊叫道 你们知道我都经历了什么 我披荆斩棘与怪兽战斗就为了找到那个该死的宝石 现在你们却不让我进去了 这是我家 我要继续我的魔法研究 我赶忙上去安抚他 并提出疑问 你是不是变得倾向科技了 图拉城很在意魔法的纯洁性 恐怕他们不会那么轻易让你进去了 这老兄更气愤了 为了在外面混下去 我不得不这么做 我转念一想 从另一个角度安慰他说 兄弟 你听我说 图拉城不去也罢 这地方对有你这样经历的人来说实在太小 太局促 太保守了 你值得拥有更广阔的空间去施展拳脚 不要留恋图拉 把宝石给我去寻找属于自己的自由吧 对方似乎还是有些放不下对图拉的眷恋和归属 但想到我的手法似乎也有些道理 于是便将宝石给我说 谢谢你朋友 你也让我明白了 总有一天游子是要离开家的 而我自己的成长已经偏离了艾克斯大师的教导 把宝石给我的老师 告诉他 我与图拉从此再无瓜葛 说吧 他便转身离开 身上的盔甲钉钉坐响的撞击 很难相信几百天前他还是图拉城中的长袍客 奥密大陆的风云变换 每个人的内心也都经历了这场巨大变革 只希望接下来我们能阻止阿罗纳克斯的回归 留给这世界的人们独立选择人生道路的机会 回到图拉大殿之中 来到进入内殿的通道处 这里有位销售的人类法师告诉我们 他就是乔里安 图拉城的大预言师 他告诉我们去看看壁画 我们遵照指示去中间看了一下壁画 这幅画上展示了分成四个魔法大戏的16个学员派魔法的排列 我敏感地观察到了 这恐怕是某种谜题 于是我赶紧地将它描摹在记事本中 终于我们得以来到图拉法师神殿的最深处 在面前的祭台上站着的是西蒙托尔 全图拉法师的领袖 这里有许多用于观察的水晶球和传送门 展示着奥秘大陆许多地方的景象 我看了一眼西蒙托尔的眼神 就立即知晓了他作为一个法师的力量 是我无法估计的 我想如果有这样的守护者在世间 恐怕我们也并不需要害怕什么阿罗纳克斯了 只可惜图拉只是满足于做一个观察者 而非大陆的守护者 他们倒也乐于见到有人愿意守护这片大陆 因而有意无意地再引导我们到图拉 并愿意告诉我们 如果想找到文迪格罗斯废墟的所在地 就去询问裴洛燕 他是唯一知道这个答案的人 我询问裴洛燕是谁 他指出裴洛燕是一位伟大的先知、诗人、画家 也是图拉的建立者 他曾经拥有巨大的财富 但灵魂却向往流浪 他在旅途中遇到的人类往往贪婪而傲慢 这让他的灵魂陷入了痛苦 他流浪到这里的荒野时突然顿悟 开创了自己的魔法哲学 并在身边聚起了许多有同样思想的弟子 建立了这个不可思议的魔法之城 这是一座所有纯洁之心追寻魔法之路上 都将仰望的灯塔 我心想,图拉一直以一种地上观察者自居 这些隐居的法师的确拥有毁天灭地的法力 但也有服侍众生的傲慢 他们并未尝试过让魔法的能量在普通人的身体内流淌 而是将魔法进一步地精英化和小众化 把维持世界秩序的角色拱手让给了科技 自己则躲进了法师的避难所中 清新研究魔法的本质 我不知这种选择的对错 也敬佩这位裴洛燕前辈 我知道自己作为外人 也没有立场去批判图拉法师尊从内心所做出的选择 但我总是会闪过那么一丝的念头去想象 魔法与平民的交融会是一种怎样的景象呢 西蒙继续说 每到午夜他会出现在裴洛燕之池 但从未有人能与他交谈 与他交谈的方法要你自己去寻找 根据我与各位大法师的交谈 我早已明白 图拉法师往往并不愿意直接告诉我们答案 而是提供试炼并观察我们能否通过 我猜测这次的试炼应当与门外的壁画 以及全城到处都是的法系符号有关 出门来到图拉城中 我们按照壁画上的指示顺序 采开城市中的符号 每次采开四个 就会在城中的仓库中打开一扇门 门中会找到一本诗集 这正是先知裴洛燕所写的流浪者之歌 书中的内容本身也是一个谜题 它代表着开启四大法系的顺序 我们收集了四本流浪者之歌 参悟出了在裴洛燕之池开启法阵的顺序之后 按照顺序开启之 终于在水面上方看到了裴洛燕的灵魂 这位伟大先知的灵魂已经知晓了我们的来意 他开门见山地对我们说 离行者,我来告诉你这个悲伤和死亡之地的位置 随后他在地图上标记出了我们接下来的目的地 他告诉我们说 在温迪哥罗斯的遗迹上要小心前进 那里现在是一片邪恶之地 是被痛苦和愤怒纠缠的扭曲之地 随后我问出了自己的一个疑问 先知请你告诉我 我到底在扮演一个怎样的角色 裴洛燕沉默了一会儿说 你是命运之神的玩偶 而你又在玩弄命运 最终你会看到什么将取决于你自己的决定 我迫切地询问他 那么你看到我的终局了吗 裴洛燕笑道 我看到了 但你确定你想知道吗 我思索了很久告诉他 你说的对 我不想知道 裴洛燕随后与我们告别说 再见了旅行者 我将再次沉睡 死亡还在等候着我 离开图拉城 我们来到了几乎位于整个大陆最东端的文迪哥罗斯废墟 不出所料 我们所见到的是一座埋藏于沙利之下的城市 只有建筑的尖顶和一些雕像碌碌在外 建筑大多钢筋铁骨 有锚钉结构连接 这意味着十分先进的冶炼技术 钻进废墟以后 经过一番探索 我们发现了大量的科技图纸 即便是队伍中的两名矮人 也惊叹于文迪哥罗斯文明的高度发达 在一级的中心 我们遇到了一群机械守卫 我适与同伴们退后 先偷偷利用降雨术腐蚀这些钢铁的零件 让轴承的润滑失效 之后再来解决它们就变得异常容易了 在箱子中终于见到了文迪哥罗斯设施 这是一个球状的机械装置 只要对着目标按下按钮就可以使用了 纳斯鲁丁的建议是等到阿罗纳克斯进入再生壳时发动装置 这能让最强大的法师也永远进入死亡 传送到玫瑰宝 我们一路往北前往博德加石阵 眼见天色一晚 我们便在一处矿工营地之旁扎下帐篷 我们都知道 现如今马上就要前去大虚空之中 到底能不能回来并没有底气 但维吉尔死去一次以后早已看开 洛格尔把能阻止阿罗纳克斯的阴谋 并接回黑山士族这件事 视为生命中最大的救赎 马格纳斯作为洛格尔忠诚的战士和钢铁士族之王 此时的意志也早已无比坚定 赞二无林愿意为了寻找真正的自我而到任何地方 米莎愿永远随我左右 而我唯一难以捉摸的瑞文 我亲爱的瑞文 不知此时在想些什么 在营帐中我翻来覆去的无法入睡 夜深时瑞文钻进了我的帐篷 将手指放在嘴边示意我不要生长 瑞文说 我知道时机已到 我很紧张 我以前从未面对过关于感情的一切 而如今我开始害怕 我害怕失去你 安德威 我正要说话却被他按住 不久以前 我还在为我的人民千百次的以命相搏 但面对你时我开始犹豫了 你从未告诉我 伦福特后来怎样了 但我知道他死了 而面对你的时候我知道 我总有一天也会面临你的离去 说到这里 瑞文开始抽携 相比于这日后的痛苦 我宁愿面对阿罗纳克斯的军团一千次 瑞文拉起我的手说 尽管我的内心在让我逃避 但我不能 只要有树木耸立和轻风吹拂的地方 我都永远是你的 随后我们开始疯狂地接吻 肢体交叉 一夜过后我们整理行装继续向北 我思考瑞文与我的关系 昨天发生的是我所梦寐以求的 但对瑞文来说或许是另一种煎熬 这是跨越精灵和人类种族的爱恋所必须承受的痛苦 百年以后我终将死去 而在他漫长的生命旅途中 与我相遇的百年如转瞬即逝的火花 短暂却灿烂 我觉得自己逐渐接受了伦福特的存在 也更深刻地理解了瑞文的内心 这天清晨在博德加实证处 我们见到了纳斯鲁丁 他在实证中央闭目养身等候我们多时了 我向他表露了一定要阻止阿罗纳克斯的决心 而纳斯鲁丁则宁神将我们的队伍传送进了大虚空之中 目前没有活人知道大虚空中的模样 我们被传送过来以后第一感觉是这里似乎没有很强的抑郁感 只是这里的生物长着令人毛骨悚然的面孔 显得颇为陌生 一路通过许多传送阵 解决各种虚空习以和知足 通过一个长长的楼梯 我们来到了一处诡异的神殿之中 经过观察 我发现这里应当是一处监狱 而门口有两名全副武装的狱卒拦住了我们 询问我们要做什么 我满腹狐疑的与他们交谈 期间不断的试探 发现他们好像完全不知道暗精灵的阴谋 于是我告诉他们说 我是来找阿洛纳克斯的 你知道他在哪儿吗 刚才还对我一直颇具戒心的守卫 突然似乎想起了什么 他对我说 是的 我就在这儿等你 阿洛纳克斯就在里面 你可以进去和他见面了 我瞬间充满警觉 这大魔头阿洛纳克斯这就要见我们了吗 不知他是有恃无恐还是别有图谋 无论如何 我们都不可放松警惕 见门后 我们见到了这位传说中的大魔头 这位精灵一头黑发 身着蓝色长袍 正跟纳斯鲁丁所描述的模样相似 不过他垂着头 脸色似乎一身疲惫 周身包裹在绿色的光芒中 这光芒不像是他强大法力的代表 倒像牢笼一般将他锁在其中 导致他动弹不得 我们完全没想到这大魔头居然如此狼狈 倒是一时之间失语 我询问他 你是阿洛纳克斯 精灵一副完事不恭的语气说 你猜的对朋友 为什么要到这个被遗忘的地方来看我 这声音完全不像我们第一次见面时的感觉 但我作为一个画术方面的专家 甚至不能被敌人的话术绕进去 于是我不客气地说 客套话就免了 阿洛纳克斯 我们是来阻止你的 精灵笑道 有意思 你想阻止我做什么 你也看到了 说着 他指了指自己动弹不得的身体 你看到了 我最近日程安排的挺满 不知你说的哪件事啊 我义正言辞地说 我是不会让你逃出大虚空 重返奥秘大陆的 精灵开始大笑 笑得全身上下的衣服褶皱都在乱颤 我们互相看了一眼 赶紧喝着他说 你笑什么 你要为自己所做的事负责 阿洛纳克斯说道 你误解了我的意思 我确实会为自己所做的事情负责 我确实做了一些无可挽回的事 我的父亲把我这个年少轻狂的白痴 推到了一个拥有巨大权力的位置上 放人不管 结果注成大错 赞250此时发话了 阿洛纳克斯 尽管你在博德加时镇被打败 但暗精灵依然崇拜着你 要我说 你的罪孽确实无比深重 你把暗精灵带进了种族主义的深渊之中 我从小就被教育说 精灵要凌驾于其他的智慧种族之上 才导致我和我的亲友们生活在一个无比黑暗邪恶的世界之中 都是因为你 我无时无刻不在诅咒自己身体内流淌的血液 阿洛纳克斯叹息道 孩子 我知道自己错了 如果时间能倒退 我会毫不犹豫地抹杀自己的过去 我会抹杀自己做过的一切 不过我要告诉你的是 塑造你的并不是血脉 而是你热血汇勇的真心 赞250平静了许多 但他依然坚持说道 我来这儿就是为了杀你阿洛纳克斯 恐怕只有你的死亡才能弥补你的罪孽 但阿洛纳克斯则显得更加实际 他提到 孩子 我保证等这儿的事完成 你会有报处的机会 但无论如何 我得先从这魔法牢笼之中出来 否则你们也碰不到我一根寒毛 我此时心中已经充满了无尽的疑惑 赶紧询问他 你现在的转变实在太大了 我还记得没多久之前 你释放出的幻想还在折磨我 说要毁灭奥秘大陆的一切 阿洛纳克斯则一口否认 朋友,我从来没做过这种事 你真以为我能穿越这魔法牢笼和大虚空去折磨你吗 这不是我的保护壳 这是我的监狱啊,朋友 我已经在这儿被囚禁了两千年了 听到此处我们所有人不禁都开始惊叹 什么,你在这里被囚禁了两千年 你是被谁关起来的 阿洛纳克斯收敛笑容 严肃地说 我比任何人都不擅长撒谎 实际上我被驱逐以后不久就被禁锢起来 而那个囚禁我的人相信你有所耳闻正是扣钢了 来此之后我发现他的变化 黑暗魔法让他从身体上和精神上都堕落了 我们还激战了一场 不过你看到了,我并不是他的对手 终于我们开始关注真正的敌人 这一切原来都是那个死灵法师扣钢所谓 这么说,怂恿暗精灵放逐矮人并建造传锁门的人是扣钢而不是你 阿洛纳克斯苦笑道 是的,恐怕他也是假扮了我的身份去指挥那些精灵 如果暗精灵知道自己被一个人类玩的团团转的话 真不知会闹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出来 然而阿妩林听到此处也默默地低下头 阿洛纳克斯继续补充说 至于扣钢到底有什么企图,其实我也并不清楚 他或许有自己的事业和信仰 但和你的看法一样,我愤恨于他欺骗我的族群 并流放了那些毫不相干的矮人 如果能遇到他,我会毫不犹豫地将他杀死 确认了阿洛纳克斯的决心以后 我也将之前发生的一切尽数地告诉了他 这位暗精灵则真诚地希望能加入队伍 并一同解决扣钢之恶徒 但此时要紧的是先解除阿洛纳克斯身上的枷锁 我们在附近观察,感到这魔法的源头似乎是守卫走廊中的虚空幽灵蛇 来到走廊上消灭守卫和虚空幽灵蛇之后 返回与阿洛纳克斯对话,会发现他身上的枷锁已经解除 因而他也加入了我们的队伍 并准备与我一同找到并消灭死灵法师扣钢 有阿洛纳克斯指路之后的目标也更明确了 我们穿过他身后的传送门来到大虚空最中心的地区 并直接朝着目之所及的大虚空中心城堡前进 有趣的是,路上我们还遇到了四大极恶中的另外三名 卡拉卡图是化身成为蛟龙的人类 我在帕那里教会拿到过他的眼睛 于是用把眼睛给他作为诱饵,说服他加入了我们 克里之哉本就对扣钢充满怒火而无处发现 我顺着他的意思说,我们就是来讨伐扣钢的 这位鲁莽的人类首领自然也加入了我们的队伍 而果格斯则显得没什么智商,这凶狠的怪兽只是感到无比的饥饿 我们一路上杀了无数的虚空蜥蜴 割下他们的腿做诱饵,就能让果格斯乖乖的上钢 于是,整个队伍变得愈发的奇怪起来 但在我的管理下,众人都被同一个目标所绑定 那就是为了还奥秘大陆一个蔚蓝清净的世界,消灭扣钢 终于在漫长的跋舍后,我们来到了中央神殿 尽管这其中铺满了致命的虚空守卫 但如今我们的队伍战斗力早已不可同日而语 卡拉卡图和果格斯这两个无比健壮强大的怪兽吸引了所有的仇恨 克里之在以其迅速的刀法砍瓜切菜一般解决敌人 加持我们原本队伍磨练许久的状态法术和输出 再强大的敌人在我们面前也只能烟消云散 在一处大厅的中央,我们看到了一个与整座神殿极为格格不入的装置 似乎是一扇门的形状 我知道,这正是矮人们建立的传送门了 而我即将见到传说中的黑山士族了 事实正如我所料,在传送门的隔壁房间 我们找到了黑山士族的居住地 眼前的景象让所有人震惊 即便天下制恶的克里之灾也不仅摇了摇头 这是一处如同集中营一般的场所 大量的床已经失去了自己的主人 因为他们的尸体就躺在床下 这不仅使我想到了半食人魔岛上的场景 只不过这里的规模更为巨大 很明显,矮人们在这里被集体的折磨,集体的屠杀 击败了前方守卫的垂魔后 我们终于找到了幸存的矮人 他们正蜷缩在居住地瑟瑟发抖 见到我们前来,他们眼中充满着恐惧而非解脱的闪情 我询问其中一位神志还算清楚的矮人 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位矮人看到我,无神的眼睛中突然闪出一丝亮光 有人,有人来了,朋友 我是格兰亚银锤,告诉我 史丹娜,见到你们了吗? 我极力压制住心中的悲伤,平静地告诉她 史丹娜已经死了 她死于一场可怕的飞艇空难 但我在那场空难中活了下来 你放心,她的遗志由我继承了下来 矮人开始叹息 要是当初我们控制住那孩子的想法就好了 不过这也都无关紧要 即便当时我们没做出格的事 口纲也总有借口把我们流放过来 罗格尔一脸严肃地说 这都是我的责任 我没能看破精灵的诡计 而实际上就连精灵也被利用了 格兰亚银锤进一步解释说 我们刚到这里就遭受了残忍的虐待 随着修传送门工作的进行 史丹娜提出了逃出去警告世人的计划 她伪装成诸如饿得疾后病倒 把胡子都刮了 她一直以为这都是自己的错 因而她坚决要弥补这些错误 结果在她逃离之后 寇刚开始对我们部落的人严行拷打 强迫我们供出史丹娜的计划 然而我们所有人咬起牙关 我们通过偷工减料的方式 让传送门瘫痪了好几个月 结果她发现了我们的企图 杀掉了我们一半的族人 黑山部落曾经极为强大 现在被折磨的只剩下了我们寥寥数人 但这一切都不能让我们屈服 我坚定地对他们说 矮人们,我理解你们经历的苦难 请放心,等我杀了那个罪魁祸首 一定会让你们获得自由 从矮人这里离开 依照他们的指示和阿罗纳克斯的印象继续前进 通过了最后一道传送门之后 终于我们来到了真正的敌人 整件事的幕后黑手扣钢的面前 这是一处王座一般的地方 看来扣钢早给自己定了位 战胜阿罗纳克斯后 他就是统治大虚空的王者了 而接下来似乎他还想当整个奥秘大陆的王者 不过扣钢却先行开口了 而这声音果然和我当时在轮氏部落听到的一模一样 没想到你还是来了 我想阿罗纳克斯已经告诉了你一切 这位死灵法师让我感到熟悉而陌生 华丽的红色长袍都冒之中依然是一片深邃的黑暗 他周围的空气都是冷峻的 似乎有无数的死灵正围绕在他的身旁 扣钢你的时日不多了 我听到你周深的死灵低语 这将是你的晚歌 扣钢突然开始狂笑 这笑声震人心魄 纠缠着吹死者的哭喊声 我们纷纷用精神力抵抗才勉强维持住了体力 他说你很强大 但你依然应当聆听我的话语 在奥秘大陆懵懂的我得以通过黑暗魔法 窥视逐渐显露的真理 而我同样想让所有人知道我所看到的东西 你作为一名人类应当更清楚人类的招生慕死 我作为你们奥秘大陆最强大的人类法师 却依然逃不过生命的诅咒 即便有再强大的力量又如何呢 昙花一现的生命毫无意义 而在这所谓的监狱之中 却没有界限和尽头 我挣脱了死亡枷锁的束缚 我其实颇为的讶异 本以为寇刚会二话不说与我们开战 状态魔法都加好了 结果他似乎真心实意地想和我们谈谈 我整理了一下思路对他说 寇刚,你既然满足于再次永生 为何又要惊扰奥秘大陆的世人 寇刚轻蔑一笑说 你以为我回去是基于权力与支配吗 天真 我不像阿罗纳克斯一样渴望权力 我甚至早已不愿意与你们这些生者为物 如果我告诉你我看到的东西 或许你就能理解了 我在无尽的灵魂的荒原之中游荡 与那些仍眷恋生者的死灵擦肩而过 死灵隐藏在名为死亡的斗篷之下哭泣 对自己的终局一无所知 如暗影一般 在死亡的照射之下 互相穿过各自的身体 在我的旅途中 我见过太多灵魂在痛苦之中腐烂 被生命与灵世的碎片刺穿 被名为悔恨的生者记忆所纠缠 我看到他们话题为牢 却将要是置入虚空 我仍在不断的旅行 最终我看到了一个灵魂 那真正安息之地 蓝绿不堪的灵魂 终于能堕入灰色镜面一般的大海中沉寂下来 我伏下身去感知他们 而我却几乎再也没能起身 你知道我看到了什么 我在无数寂静的苦虐的取窍之外 看到了真正的平静 启示与真理 我终于意识到 在这里 生命是令人厌恶的 是自然规律中诞生的可怕而扭曲的概念 生命是痛苦恐惧嫉妒的母亲 这些扭曲的孩子能在生命之下生存 只是因为我们无时无刻不再喂养和不育他们 实际上 生命不过是无边的死亡之海上的一丝涟漪罢了 它并非一切的原因 它只是一种表象 这表象的波澜 将灵魂送入天空 让他们于寂静的死亡之海隔离 这到底是何种事物的表象 我不知道 我也不在乎 你是否曾经与王者交谈 是否将他们从寂静的羞泣之中 无情地扯出 你知道他们的感受吗 痛苦 心来比挣扎的痛苦 将他们置于一个 本已经逃离的混沌世界之中的痛苦 必须生存的痛苦 而今后 将再也没有痛苦 再也没有混沌 我看到了你的灵魂 旅行者 他在尖叫 他破碎而且疲惫 你感受到他的牵绊了吗 你听到他的哀嚎了吗 我有能力 能将一切的波澜平息 而那就是我现在要做的 我陷入沉思 寇刚的确见到了很多 我未曾见到的生命 而维吉尔也简直告诉我 寇刚所说的死亡之海 他也曾经见到过 甚至对那片巨大的死亡之海中的安宁 有过向往和眷恋 不过维吉尔进一步说 但我仍然愿意站在你这一边 安努因先生 生命中难免痛苦失落和悲伤 但同样有成长快乐和欣慰 二者是相辅相成的 我知道 寇刚要做的 是让整个奥秘大陆上的生者的灵魂 回归死亡之海 而这是因为他作为死灵法师 确实感受到了死亡带来的平静 并厌恶生存的混沌 为了平息一切生者的痛苦而做出的决定 我作为一个活得还算不错的生者 还有一场恋爱要谈的生者 恐怕很难跟他产生共鸣 但在鬼门关走了一遭的维吉尔 则对此深有感触 我不知能不能尝试说服寇刚 但目前来看 如果不能说服他 就只能来应得了 寇刚的理论很清楚 生命是意外 死亡才是永恒 我暂且顺着他的话说一下就好了 寇刚 你的说法很有意思 提议也很诱人 阿罗纳克斯火了 安杜因 你难道想跟这魔头同流合污 你知道他的目标是要消灭一切的生者 他要让一切回归死亡 我悄悄对他说 别急 我会证明他是错的 我继续对寇刚说 我们来谈谈你提到的生命的本质吧 我觉得你犯了以偏概全和主观异断的错误 我的看法基于我自己的经历 我不觉得生命是意外而死亡是永恒 正如你根据自己的经历 得到了和我相反的结论 寇刚反驳说 天真 我看到了两个未免 而你只看到了一个 我的看法应当比你更加的全面 王者被拉回生命时的痛苦 只有真正的死灵法师才能感受得到 不过我承认 我在此思考了两千年 而你的到来 确实能带来一些崭新的思路 我看他的想法略有松动 于是继续说 你虽然看到了两个未免 但你是个死灵法师 你被生者抛弃了 因而你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观察 是会产生偏颇的 导致你只能看到生的可恶和死的可爱 却未曾想过事实或许相反 同时灵魂也具有不同的特性 而你只观察到了一部分 寇刚明显有些迟疑 他表示 我承认或许我的看法有一定的偏颇之处 但你要指责这些被复活的死者亡灵吗 我继续说 这些亡灵有的能平静的安息 而有的执着于生命 你所召唤出来的都是执着于生命的亡灵 他们无法获得与真正生者平等的生存状态 因而才会展露痛苦 何况我曾见识过许多并不痛苦的亡灵 寇刚则反驳说 我也知道 有些亡灵接受了这些扭曲的本质 但不能证明这种本质是合理的 我一直在观察和思考的是生和死 哪边才是真正自然的状态 哪边能真正的消除痛苦 我继续劝说道 一切都取决于我们看待事物的双眼罢了 生和死的状态在不同的人眼中拥有不同的意义 好比人的生命短生如灿烂的闪电划过天空 矮人的寿命长如同山间的清泉一般与大自然相用 但从每一个具体的灵魂来看 生和死都有各自的意义 生时拥有改造世界的能动性 而死后则被动地接受世界的平静与安详 因此人生时未必会因为混沌而痛苦 死后也未必会因为安静而平和 我又生时无悔 死后方能坦然 这就是生与死的本质 寇刚思考了很久才慢慢开始说话 李行者你让我认识到我自己有时过于自大 而且自以为是了 我不知接下来我应该怎么做 除了走到底以外 我已经无法回头了 这与奥秘大陆的选择无关 这是我自己的选择 我趁机说 不如尝试一下真正的死亡如何 说着我拿出文迪格洛斯装置 它能将一切解离 你再也无需面临抉择 再也不必在生与死的边缘徘徊惆怅 它会让你回归真正的虚无 寇刚悲伤地说道 真的吗 它能切到我的灵魂 与整个生命未免的联系吗 或许你说的没错 真正有趣的是我自己的灵魂 我灵魂的盲眼决定了我看不到真相 看来我已经别无选择 我继续说 寇刚 让我来结束你的旅程吧 你该休息了 寇刚沉吟道 我很感激 也很惭愧 五等永济之魂 焉知行路之生趣 我打开装置按下按钮 寇刚在一阵电光火石的反应之下被吸入其中 随即化为了组成世界的例子 而我们的旅程也终于到此告一段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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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矮人们启动传送门将我们送回 一片灿烂阳光之下 我看到石阵旁的纳斯鲁丁正朝我们招手 旅行者,天快亮了,篝火也已经熄灭,你也即将踏上旅程 什么?你问我后来发生了什么? 我们解决了闹鬼银矿的问题,武山镇重现了往日生机 现在成了一个蒸蒸日上的新城市 塔伦特的贝茨先生继续着他的生意 现在似乎正和工业理事会的其他家伙们争得不可开交 马克西米利安回到了邓霍姆 坎布里亚在他的领导之下再也不畏惧科技 逐渐变得强盛起来,龙骑士团也再次建立 卡拉顿加入了联合王国 没有了拉娜·梅拉奇的侵扰 靠着资源优势也逐渐的繁荣起来 重新加入坎布里亚的黑根 在新王的领导之下也成为了奥秘大陆的一个重要港口 轮士部落在洛格尔王的统治下 让石墙山脉的矿坑之间再次团结起来 并促成了矮人文明的第二次繁荣 纳斯鲁丁最终含笑而终 而阿罗纳克斯则埋葬了他的父亲之后 为了弥补自己的过错 支持重新建造了文迪格罗斯 让这片土地重新开始闪耀科技的光辉 至于我 嘘,小声点 我想帐篷里的未婚妻瑞文很快就要醒来了 我们正准备前往昆塔拉去见尹女士 是的,没错,也就是我未来的岳母 并举办一场盛大的婚礼 这次我不会用传送术 而是与他挽着手,再次漫步在当年我们相遇的树海之间 感谢你旅行者能听我续道这么久 陪我度过了这个寂静的夜晚 要相信,无论遇到怎样的变迁 奥秘大陆还会沿着他自己的轨迹前行 一切皆有可能,一切皆在改变 唯一不变的事实是这个大陆永远充满变数 谁又能预言这奥秘大陆的真正未来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